新任巡检方无上 率着程序留给他的一百多个士兵 开始在城城县与河阳县沿县的村落里巡逻了 两县之间接壤的土地非常多 漫漫长长的一条线 方无上也不知道 贼军会从什么地方杀过来 只能一边派出赤后到处侦查 一边收买山中猎户 让他们传来消息 同时再派人到沿县各个村庄收集信息 北四村 石家沟 半沟村 北坡村 全沟村 李家河村 到处都留下了方无上的身影 这位新来的巡检还挺勤快 说是劳模也不过分 但他属于空降型官员 出来乍道 对城城和河阳两县都不太熟悉 实在猜不到 贼军会从哪里来 只好问基于梁士贤 梁大人 你比我先来了几个月 可否告知 贼军最有可能从哪里入城城县 梁士贤其实也是出来乍道 但别人问道 当然得答 得好好想想 学富武车的梁士贤 立即在脑海中 开启了战略分析模式 城城县的地形图 河阳县的地形图 贼军有可能的行军路线 一路上的村庄分布 全都在脑海中翻飞 仿佛走马灯一样旋转 最后钉的一声 锁定在了地图上的一个位置 全沟村 全沟村是城城县城 与河阳县城正中间的村落 两点之间直线最近 此村肯定是贼军必经之地 于是 方无上就驻扎在了全沟村 吃着全沟村的大户 还带着好几个乡组织的民团 军兵一心 等着抵御贼军 郑家村 南北纵观的山脉 向中学课桌上用文具 摆成的三八县 将城城县和河阳县 分隔成了两半 男孩的手永远不敢 伸到三八县的对面去 女孩的手却可以随便伸过来 郑家村就在这条三八县上 两位私盐贩子 老朱和老张 带着高家村民团的两个菜鸟 正坐在三八县旁边的山坡上 眺望着东坡那一片缺乏生气的树林 大旱三年 树还没死光 但也没什么精神了 春风从坡顶吹过 有点春寒料翘 两位私盐贩子穿得少 不禁耸了一下 但两位高家村的民团菜鸡 却一点也不在乎的模样 你们平时吃得不错吗 都不怕冷老朱不禁开口道 嘿 承蒙天尊保佑 我们吃得还行 民团的菜鸟笑道 加入民团之后 就吃得更好的 天尊说 天天高强度的训练 就必须天天都吃得很好 否则营养跟不上 老朱 营养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民团菜鸟笑 听不懂 管那么多做啥 老朱笑 这倒是 只要有好吃的 管他那么多做啥 民团菜鸟从怀里 摸出两根风干牛肉棒子 塞给两个丝盐贩子 嚼着玩吧 天尊次的 两贩子大喜 赶紧接过来 风干牛肉棒子 真探娘的好东西 吃一口快活地上了天 正在这时候 老朱的眼神 突然一下子变了 将手里啃了一口的牛肉棒子 往怀里一揣 低声道 来了 贼来了 两个民团菜鸟赶紧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山坡下面 出现了一支队伍的先头部队 排的是一字长蛇阵 穿着打扮破破烂烂 手上的武器也五花八门 什么锅盖铲子 一应俱全 两个民团菜鸟吓了一跳 该死 还真是来了 这些贼军 为什么非要来我们这里 去那个方寻检守的地方不好吗 老朱黑了一声道 难怪要来咱们这 我看到一个熟人了 两民团菜鸟 熟人 老朱低声道 砍伤咱们老大的家伙 那家伙叫二蠢 不久前 我们在河阳县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碰上过他 和他打了一架 我们三四十个人 就干翻了他手下三百人 老大还砍中二蠢一刀 不过 那家伙也是个狠角色 把老大的胳膊也伤了 两民团菜鸟吓了一跳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在高处 他们在低处 要不要抱几块石头 给他们砸过去 老朱笑骂道 别说傻话 我们是斥后 只负责侦查 打不打 怎么打这种事 轮不到斥后 来下令 我们要做的是 留下三个人继续盯着他们 派出其中一人 回去报信 两个名团菜鸟 也算上了一课 其中一人举起手 我回去通报 你去了就学不到东西了 老朱挥手道 老张 你回去通报 我继续带着两个小菜鸟 老张笑着咧开了嘴 好脸 我先回去一趟了 他撒开大脚鸭子 啪哒啪哒地 向着高家村的方向跑了过去 老朱继续带着两个菜鸟 盯着从东坡上 慢吞吞向上爬的贼军 双眼死死地锁定在贼军 中间领队的那家伙身上 二蠢 这家伙胳膊上还包着布 看来伤还没好呢 李道玄正抱着一碗红烧牛肉面 一边扒拉着面条 一边考虑着娱乐问题 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 他已经大致有了副案了 小人说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长大的人 小时候都看过一种 叫做小人书的玩意儿 这种小人书 只有八长大 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文字 完全由图片来描续剧情 能让看不懂几个字的人 也看得津津有味 不但能提供娱乐 还有提供一定的教育作用 赶紧拿出手机 给自家老爸打电话 爸 我想找你要个东西 要啥 小人书 小时候我在家里看到过 你有全套的 杨家将 小人书 是吧 现在还收藏着吗 我想看看 还保存得好好的呢 这可是你爸的宝贝 那就好 那我就要打包拿走了 喂 给你可以 但是要小心翻看 弄坏了一夜 我就打断你的腿 明白 保证不会弄坏 挂断电话 正打算出门打车 去老爸那里打包小人书 突然看到 一个小人 从视野右上角的水泥路 跑了进来 那是通向 郑家村的方向 仔细看 这小人是 行红狼手下的 私言贩子 被派出去做斥候的 名字里道玄可记不住 村子里现在 一千多个小人呢 只有减在先兴的 那几个他记得住 别的大多记不清 李道玄心中微微一动 看来是河阳贼来了 河阳贼来了 老张一路跑进村里 一路喊 他这一喊 普通村民 顿时吓得屁滚尿流 尤其是那些 刚刚来高家村 不久的短工 这些人没有经历过 无上名王之战 夜袭高家宝之战 他们不知道 高家村打仗的时候 会有护短天尊出手 一下子就 吓得慌乱不堪 不少人第一时间 就躲回了自己的塑料房子里 在里面瑟瑟发抖 程旭也吓了一跳 事实上 他也没见过天尊出手 虽然他快被锦衣卫杀死时 天尊好像是出手了 但当时泥石飞滚 他疯狂大笑 也没怎么搞明白 自己是如何获救的 但无论如何 他得出来 程旭刷的一下 就跳到了最前面 拦住了老张 贼来了 离这里多远 大约多少人 老张 贼军正在从东坡向上爬 离郑家村 还有四五里山路 人数还不清楚 我提前一步前来报告 让村子里有个准备 程旭心中默默一算 四五里上坡 够地爬 到了郑家村 要到高家村 还有六里水泥路 贼一军要来还早呢 至少有一个多时辰准备时间 立即挥手道 民团着装 然后在村口集合 等我下一步命令 民团的一百多号人 立即跑回家去 开始武装自己 最早入团的四十六人 都已经有了棉甲 把甲劈起来 拿上一把手母 一囊剑 再提上一把木杆铁枪头的长毛 不一会儿就武装整齐 而后加入的人就没有甲了 只是在棉衣关键位置 缝了几块甲片保命 手弩 剑 木杆铁枪头的长毛 倒是有的 在他们武装的同时 承煦则在大声呼道 公交太阳车速来 载我去郑家村 两个新司机 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 准备发动太阳车 承煦正准备上车 就见到行红狼 从山坡上跑了下来 身后还跟着他的 三四十个四岩贩子布下 何叫熙等等我 我也和你一起去看看贼军 承煦 这是高家宝的事 行红狼嘿嘿一笑 我的手下说 看到二蠢了 他抬了抬自己受伤的手臂 我这条胳膊上的伤 就是拜二蠢所赐 这一下 承煦就不说什么了 刷地一下跳上了太阳车 还对着行红狼招了招手 行红狼瞥了一眼那古怪的大车 对身后的部下们道 都上车 随我一起去 私言贩子们齐声应道 遵命 老大 说完 他也一个剑步 窜上了公交太阳车 后面大群私言贩子一起挤上了车来 这什么怪车 好能装 太厉害了 我们全员上来了 这车居然装得下 呀 他动起来了 真的 这玩意儿 装了这么多人还能动 私言贩子们惊讶莫名 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太阳车行动起来 驶上了水泥路 很快就来到了郑家村旁边 行红狼和程旭两人跳下车去 对公交车驾驶员道 你们两个速回高家村 民团应该已经穿好装备了 将他们也拉过来 说完 两人便往着东边的山坡顶上跑 坡顶上 老朱 两个名团菜鸟 还一直在监视着东坡呢 两位老大一来 立即低声问道 情况如何了 老朱指着山下 老大 您看 两个头都向着东坡下看过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了跳 东坡上大群的贼军 在狭窄的山道上 排成了一字长蛇行 正在爬山 程旭和行红狼 几乎是同时开口道 八千人 说完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担忧之色 太多了 程旭忍不住嘀咕道 怎么会这么多的 几个月前 白水亡二造反 才几百个人 到了 无上名王跑出来闹时 也才一千多人 这才过了不到半年 贼军 就动不动几千 简直是莫名其妙 行红狼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前几天我碰到二蠢 他才三百人 被我带着弟兄们 一冲就打散了 怎么一转眼又这么多了 看来翻山越和随风雄 与他合流了 李道玄听到两人议论 也不禁轻叹了一口气 这才乃到哪呀 随着局面不断失控 几万 几十万都会冒出来呢 到最后李自成 甚至佣兵百万 现在还是农民起一初期 他们才几千人规模 你们不要慌 以后会更慌的 行红狼低声道 何叫习 你怎么看 程旭向下一瞥 就看到贼军队伍中 混着一个个太奶奶 正处着拐杖 缓缓地爬山 既然都看到太奶奶了 你还问我怎么看 心里慌得一匹 十一杯 民团还没训练好呢 就那么一百多号人 就算再加上 你的三四十号人 也无济于事 我们得撤退 行红狼也觉得该撤 两人便打算回转 就这在时 公交太阳车轰鸣的声音响起 两辆公交太阳车 一前一后 抵达了郑家村 前面一辆车 是高出五和郑大牛驾驶的 运了一半民团 后面一辆车 是两个新司机驾驶的 又运了一半民团 民团全火到来了 这群人到了地方 左右转头一找 就发现何教习在东坡顶上 趴着看下面 赶紧跑了过来 高出五一见到行红狼 就低下了头 可怜巴巴地道 行红狼 少说废话 我没空听 郑大牛却站到了程旭身边 从山坡上探出半边脸 去向下看 看了一眼之后 黑黑笑了两声 这不是拿石头砸他们的好机会吗 我虽然笨 也知道我们站着地利啊 程旭白了他一眼 贼军事大 不能立敌 我们应该别惹他们 圆润地撤离 现在还来得及回高家村 去组织所有村民 撤向县城 若是拿石头砸 只会影响自己撤退的速度 砸着砸着对方 就上到山顶 我们就来不及带上村民一起跑了 郑大牛道 不能跑啊 一跑 村子里的麦田就完了 我们得挡住他们 程旭 你没听到我说吗 贼军事大 不能立敌 郑大牛 我们有天尊保佑 怎么可能不能立敌 程旭 天尊还要管打仗 郑大牛 是啊 天尊给我过我们投尸机 大火炮程旭听了这话 双眼一亮 再低头看向山坡 那个正在爬山的太奶奶 瞬间消失不见 化为了光 你相信光吗 雄壮的配乐声响起 程程战神程旭 满邪满状态复活 将手一挥 所有人准备大石头 带我一声令下 砸他们的稀巴烂 李道玄的视野 其实足以看到所有的贼军 郑家村是他第一个开视野的村子 离高家村直线距离只有五六里而已 之后 他的视野不断扩大 已经囊括周围十余里 开了好些个村庄 所以 郑家村东边 和阳县的大片山林 都在视野范围内 八千贼军一起爬山的画面 还真是有点稀感 就像一大群小蚂蚁 在攀爬盆栽里的假山 仔细看了看 贼军虽然有八千之重 但能占得轻壮 不到一半 也就是最前面的三四千人 有点占力 后面一半全是老弱妇孺 这大约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一大特色了 贼军虽重 但并不能完全称之为军 他们走到哪里 就将哪里的老百姓 全部裹挟着一起走 这些被裹挟的老百姓中 老弱妇孺占的比重相当的大 打起仗来时 他们也派不上用场 他们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 成为贼军的负担 这就导致贼军听起来很牛逼 动不动几万几十万 但战力低下 就算拼命地抢呀抢 还是吃不饱也穿不暖 为了维持这庞大的军队 他们只能不断地流窜 不断地抢 不适生产 一味破 程序身上带着光 自信满满地对着部下们道 大家不要怕 贼军虽重 大部分都是乌合之重 我们只需要打败前面的贼军 后面的自愧 所有人去都找大石头 全部搬到山崖边来 行红狼在旁边翻了翻白眼 心想 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啊 你明明都打算撤退了 怎么突然就来劲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了你自信 好像是这个看起来蠢蠢的 憨货说了一句天尊会帮忙 这个合教习 就瞬间打了鸡血了 真是古怪 名团一百多人 各自散开 寻找趁手的大石头去了 行红狼心中已有退意 但是看到名团都在准备作战了 他这时候若是退 未免有点陋怯 不讲江湖义气 瞥了一眼手下们 那三四十个四言贩子 看来也是一般想法 都是有点想退 但又不愿意丢了一起的模样 搬石头 行红狼最终还是决定留下 一百多人立即散开 到处寻找大石头 行红狼很快就找到一块人头大的石头 打算将它搬去崖边 但是刚想上手 就发现右手上臂还不能用力 若是用力 伤口会再次净裂 眉头微皱 就在这时候 一个比他还壮实的男人 从旁边过来 轻松地抱起了那块石头 帮着他拿到了崖边 高初五来了 行红狼瞥了他一眼 哼 老娘做事 从不要别人帮忙 高初五还在为上次的是愧疚 也不搭话 转身又去搬下一块石头去了 很快 大伙就找来了一堆石头 但是明显不够 趁手的石头这玩意儿 也不是说有就有的 太小的石头没用 起码得砸死人 又不能大的搬不起来 这就限定了石头的体积 若是时间充裕慢慢准备 倒也不难 但在短时间内 想找到很多大小合适的石头 那可就难了 程旭瞥了一眼 大伙搬到崖边的石头 不到三百块 一百多人齐声呐喊 向下面一砸 两轮就扔没了 这根本起不到多大作用 行红狼 现在砍树制作滚木 也来不及了 程旭皱眉头 这可咋办 李道玄看出了他们的苦恼 嘿嘿一笑 伸手将自己长期点外卖集下来的 一大盒一次性筷子拿了过来 好大一盒筷子 随手从里面捻出一根来 再用手一掰 咔嚓一剪 掰下来几毫米的一小截 再一掰 咔嚓一声 又下来一小截 掰不动的 还出动大剪刀剪 不一会儿 掰了满满一把短木棍 短点的也就三至四毫米长 长点的也就六至八毫米长 掰得很随意 也没刻意非要对整齐 伸手将这一大堆短木棍 放进了箱子里 程旭和行红狼正苦恼呢 突然见天空云层分开 一大堆木柱子 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拖着 从天空中缓缓降落 堆在了他们的面前 行红狼顿时吓了一大跳 他手下的三四十个私盐贩子 更是吓得连连后退 但是高家村的民团 却不会被吓到 先一起对着天空行的大礼 然后就压低着声音笑了起来 天尊果然还是要保佑我们的 嘿嘿嘿 郑愁找不到足够的滚木僵石 咱们就一下子有了这么多滚木 这木桩子的大小刚刚好啊 太趁手了 桩摆到了崖边 得意地笑 这一根推下山去 一路翻滚 那得砸翻多少蠢贼 哈哈 承煦也精神一震 缺什么 天尊就给安排什么呀 这仗还怎么输 哈哈 他随手抱起了一截 手臂长的木正响到这里 旁边轰的一声响 高处和正大牛 扛过来一根一人长的巨大木柱 往崖边一摆 然后两个憨憨一起咧开嘴笑了起来 咱们这一根推下山去 保准砸得他们哭爹喊娘 承煦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承煦心想 我以后还是专心指挥吧 和这两个憨憨比利器 完全是自取其辱 行红狼这时候才缓过脑子来 惊恶地指了指面前 突然出现的大堆木桩子 这些东西 是怎么从天上飞下来的 承煦转过头来 天尊次的 行红狼抬头看了看天 天尊是承煦 神仙啊 行红狼 他来了高家村好几次了 经常听到天尊二字 但一直以为 天尊是个什么邪教教主一类的东西 高一夜则是这位教主的女人 圣女妈 通常就是给邪教教主 拿来百事八般模样用的 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 事情好像和他想的不太一样 天尊真的是个天尊啊 圣女真的是个圣女啊 行红狼一世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这种状况 僵住了 他那一群丝颜贩子手下 却不像他想的那么多 既然已经看到神仙显现 那就拜呗 哗啦啦一声 啪了一地 承煦黑黑笑 别趴着 起来干活 把天尊次的木头 都摆到崖边去 贼子越来越近了 贼人越来越近这句话 把私言贩子们 从惊恶中拉了回来 没错 现在可不是 趴在地上膜拜的时候 赶紧干正事才要紧 一群人赶紧爬起来 各位挑选 适合自己力气的滚木 或扛货爆货在地上滚 将他们弄到了崖边 看着几乎用不完的滚木 所有人精神大振 程序道 大伙稳住 先不要急着扔滚木类时 现在贼军才只上了一半 等他们的后面 一半也上了坡 再砸 行红狼突然打断他道 和教习 还是早点砸吧 上来一半已经足够 程序大旗 你这想法不合兵法呀 行红狼叹了口气 不合兵法 但是和人道 贼军的后面一半 那全都是 程序恍然大悟 对呀 贼军只有前面一半是可战之兵 后面一半全是老落妇孺 他是个武将 脑子里只是考虑 怎么打能给敌军最大的伤害 却没有想过这种事 得到行红狼的提醒 脑子里才想了想这个 滚木僵石 从老若妇孺身上碾压过去的场面 心里不是滋味 行红狼 咱们混露林的好汉 挥一刀指向强者 绝不向弱者 程序黑了一声 心想 老子可是混军队的 我学的是磁不长兵啊 不过 再想想那个画面 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转头向着山下看了一眼 贼军后半的老若妇孺 里面应该有许多太奶奶一样的人吧 老麦 枯瘦 一双浑浊的毛子 但每次看着自己的时候 都透出掩盖不出的慈爱 程序将手一挥 下令道 砸了 不用贼军后半上山了 好脸 终于可以砸了 哈哈 趴地兔刷的一下跳了出来 一脚就将他准备已久地 目柱了踹了下去 他这节目柱子可不小 足足有半人长 而且是筷子中心最粗的那一节 比他的腰还粗一圈 他根本扛不动 全靠滚呀滚的 才推到了崖边 早就等着程序的命令了 此时 山坡上 二蠢正带着大群手下 向上辛苦地攀爬呢 一边爬 还在一边问手下 这一坡翻过去 就是城城县了 手下点头 是的 翻过去就是城城县的郑家村 然后穿过高家村 王家村 一路过去 就能到城城县城 二蠢骂道 很好 狗日的行红狼 砍伤老子 就跑去城城县 现在老子来城城了 把他抓个活的 让他知道老子的厉害 手下赶紧拍马屁 三当家 您的厉害 那女人只怕承受不起 哈哈哈哈 一群猎贼全都大笑起来 刚笑了两声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山坡上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 抬头一看 一根半人膏 一人粗的巨木 正从山上滚下来 那翻滚的声势 简直可称恐怖 二蠢 我操 骂出声的同时 他已经翻身向着 山路旁边的草丛里扑了出去 他反应快 但他的手下反应就慢了 根本来不及躲 傻乎乎地看着那巨木 当头砸下 碰得一声响 手下打着旋 飞了出去 喷出来的鲜血 在半空中 划出一圈一圈的螺旋线 巨木砸翻一人 去世并不停 还在继续向下滚 山坡上的贼军躲避不及 被那巨木狂暴地离过 东倒西歪 惨不忍睹 我操 怎么回事 谁扔的木头 又来了 又来了 群贼大声怪叫 只见山坡上冒出大量的人头来 有的举起石头向下砸 有的一脚踹下来一根巨木 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 大量的滚木泪石 犹如山体滑坡似的 汹涌而下 贼一军瞬间就吓傻了 聪明的人赶紧在身边寻找大石头 缩在石头后面 次聪明的双手抱头 趴在了地上 而愚蠢的 则满山坡像眉头苍蝇似的乱窜 滚木僵石倒来 从这一群乱七八糟的贼匪身上 平推过去 砸得到处都是哭爹喊娘的声音 是鸣团 不知道是哪里的鸣团 妈的 哭喊与辱骂声交错 二纯躲在石头后面瑟瑟发抖 随风雄和翻山越 也找了两个石缝 躲着不敢动弹 只竖起耳朵 听着外面的动静 轰隆隆的声音 持续了好一会儿 停了 三个贼囚从石头后面探出头来 向外一看 一片狼藉 山坡上横七竖八 到处是尸体 愣了足足十三次眨眼的时间 翻山越才反应过来 大吼道 撤 快撤 其实不需要他下令 贼军们也打算撤 就算他喊冲上去 这些贼军还是要撤的 大群贼军连滚带爬 甚至用锅盖划草 向着山坡 下面撤退 下山下得太急 可不是什么好事 不少人在山道上摔倒 翻滚下去 虽然没被滚木滚木砸死 却被摔死了 不消片刻时间 河阳贼全都撤到了山脚下 山坡上的名团 和四岩贩子们 齐声欢呼起来 打退了 行红狼也松了口气 顶住了 我们这一百多人 居然真的把八千贼军给顶住了 嘿 他转过头来 又看了一眼 身后堆着的大堆木柱了 心想 若非天尊赐下这么多滚木 我们就算有地力 也没有办法守 真是拜天尊所赐啊 想到这里 又抬头仰望天空 六七十丈的空中 有一团矮云在那里漂浮着 不用说 天尊肯定在那云里看着吧 如果他是第一次来高家村 听说这里有神仙 那肯定是吓一大跳 然后就是 尽鬼神而远之 再也不敢来了 但是现在 他倒是一点也没有要 敬而远之的想法了 反而感觉到 有个神仙帮自己 感觉真好 承煦嘿嘿嘿地笑了几声 心想 老子回去就写一篇奏章 说我帅一百余民相拥 击退两万贼军 守护了城城 等等 老子已经不是朝廷命官了 还写个鬼的奏章啊 承煦扑通一声扑倒在地 Oars 没了官位在身 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难过的 趴地兔从旁边走过来 和教习 咱们明明打赢了 你为啥一点也不开心啊 承煦从Oars的状态翻过身来 坐在地上 仰头看着天空 轻叹道 我好像不再是我自己了 李道玄微笑 做个新的自己 有何不可呢 贼军没走 承煦指着山坡下的贼军 你们看 那几个猎贼 在山脚下 重新整顿乱军了 大伙儿趴到山崖边 向下一看 还真是 翻山越 隋风雄 二蠢 这三个大头目 领着六七十名小头目 正在将逃散的乱军 重新收拢回去 聚集到一起 然后抬头看着山崖上面 远远地看着 似乎在议论着什么 承煦的表情沉了下去 好在他蒙着面 没人能看到 旁边的行红狼低声道 情况不妙 他们还没放弃 问 承煦点头 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穿着打扮 知道了我们不是官兵 所以 虽然吃了亏 但还是不怕我 贼军碰上官兵的时候 就像金弓之鸟 一瞻急逃 但是贼军却从来都不怕民团 这个道理就像那啥 蛊惑仔碰上警察叔叔 就逃跑得贼快 但是碰上另一伙蛊惑仔 那就拿出西瓜刀 拼个你死我活 死也要咬你一口肉下来 江湖格调直接拉满 这就是正统与非正统 受到的区别对待了 啪地兔嚷嚷起来 这伙恶棍还敢来 就在砸 他们的稀巴烂 哪有这么容易 承煦瞪了他一眼 贼子吃了一次滚木雷石的亏 就不会再傻乎乎地 当着我们的面往上爬了 他们一定会想别的办法 会想什么办法呢 嗯 我猜测 他们会正面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另外派出数百人 从山沟小道绕到山上来 我需要了解周围的地形 承煦一把抓住郑大牛 大牛 这郑家村是你的老家吧 郑大牛点头 是啊 承煦大喜 来 拿根树枝 把周围的地形画在地上 让我看看 郑大牛 地形 是山呀 好多树 好多山 承煦 我是让你 把方圆挤里内 哪里有山 哪里有树 哪里有树 都画出来 郑大牛也开了大嘴 谁会去记这个 众人 这他喵的 承煦一脚踹在郑大牛腰眼上 本想把他踹个跟头 却没想到郑大牛纹丝不动 反倒是承煦 自己给震了出去 扑通一个屁堆 坐在地上 委屈得不行 郁闷啊 怎么会有高出五 郑大牛 啪地吐这样的手下呢 我究竟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正想到这里 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有什么东西 在背后碰了他一下 力量很大 但却一碰急收 很明显是在收着力的 承煦猛地一回头 什么也没看见 马上就明白过来 天尊 他向前伸出双手 试探着一摸 就摸到了好似皮肤的触感 天尊那看不见的巨手 就在自己面前 承煦一下子兴奋起来 天尊的意思 我懂了 他猛地向前一跳 感觉自己抱到了什么东西 像是天尊的手指头 赶紧手忙脚乱地向上爬 不一会儿 就爬到了李道玄的手指头肩上 李道玄见他如此聪明 倒也颇有点意外 这承煦在领会上 意这一点上 相当地有实力啊 他的手轻轻一抬 带着承煦 飞上了半空 名团中 只有少数几个人 见过李大跳城墙 被天尊接住之后 在天上飞 别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个画面 现在见到承煦飞起来了 各个惊讶莫名 行红狼这一伙思严贩子们 更是看得整个人都像呆卦 只见承煦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飞到了几十丈的高空 悬停在了那里 承煦心里有点慌 吞唾沫的声音 自己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向下低头看 地面上的人 就像小人国里的人一样 这大约就是 天尊看着我们时的感觉吧 我在想什么呢 天尊让我飞上半空 是让我看地形的 可不是让我体会 一把当神仙是什么感觉 我只是区区一个凡人 别太嚣张 承煦赶紧收回自己的心思 开始急目眺望周围的地形 居高临下 视野真是开阔呀 就算是站在山顶上 视野也有可能 被山上的树挡住 但悬浮在几十丈的高空中 看地形 简直是一览无余 爽得不要不要的 普通人也就只能看得爽 但对于一位带兵的人来说 能看到的东西 可就太多了 承煦将周围的地形 全都熟记于胸 这才抬头对着天空道 多谢天尊 小人已经将地形看好了 李道玄的手 缓缓地向下放 地面上的众人 见到承煦又降落下来了 轻轻落地 无声无息 他从看不见的巨手上 一跃而下 落地站得稳稳地 一脸得意 哈哈哈哈 本本叫戏把周围的地形 全都看清楚了 嘿嘿嘿 嘿嘿嘿 贼子的行动 根本就不用猜了 行姑娘 麻烦你一件事 行红狼 请说 承煦道 你带上你的人 绕过前面那座小山丘 再向前走半里路 那边有一条山沟 被树木掩盖 难以发觉 我猜贼子会从那条路过来 你去那边埋伏 带贼子顺着山沟爬上来时 滚木雷石伺候 行红狼笑 嘿 好的 交给老娘吧 他正准备下令手下们 搬运滚木雷石 却见准在地上的滚木 突然飞起来了一堆 向着他准备去的方向飞去 行红狼马上就明白了 天尊知道 我们这些肉体繁胎 人少利弱 搬这些滚木非常吃力 所以帮我们把东西搬过去了 思严贩子们精神大振 天尊保佑 这些家伙这么快就学会 喊天尊保佑 这具高家村专用切口了 还真是学习能力超强 这下 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找地方了 跟着滚木走 看他在什么地方落下来 就知道和教兮要我们去哪里了 行红狼挥手道 走 思严贩子们 立即跟着滚木飞行的方向 跑了过去 绕过一个小山丘 再向前走一里路 这里还真有一条深邃的山沟 被茂密的树林掩盖 干旱了几年了 这里的树林却依旧苍翠 看来这里的地下水资源 还挺丰富 行红狼带着一大群思严贩子 守在了山沟一侧沟顶上 身边堆满了大量的滚木 心中暗想 来吧 最好是二传那家伙能来 老娘也好抱一抱 这伤了胳膊的仇 山下的贼军 果然不肯退去 承煦冷眼看着他们 李道玄也同样在冷眼看着他们 贼军最前面排开了一群骂人 骑马五百人 一起对着山顶骑声开骂 上面是郑家村的名团吗 操你们的娘亲 郑家村除了郑彦夫这样的好汉 杀官造反 你们不跟着学 却帮着官府欺负咱们这些造反启示的乡亲 你们都是官府的鹰犬走狗 你们不配为人 一群狗屎 使你背 郑大牛怒 扯开嗓子 对着山下吼道 郑彦夫是个 一个名团的弟兄 捂着他的嘴 将他拖了回来 低声道 王二大哥一心想 保住郑彦夫的名声 我们还是尊重一下王二大哥吧 别把郑彦夫的事说出去了 郑大牛 我才不管 我就要把郑彦夫的事说出去 他娘的 亏我小时候 还当他是朋友 他居然夜袭高家村 想把我们全杀了 说完 他把名团的人手推开 趴到山崖边 大骂道 郑彦夫是个狗娘养的 你们跟着他学 我就操你们的娘 高处是他的好朋友 当然要帮腔了 也趴到了山崖边 跟着郑大牛一起骂 我操你们的娘 名团的人一起跟上 全员怒骂 承煦也怒了 操 统统住嘴 你们这样一骂 就暴露我方人数了 本来他们在山下 根本搞不清 我们有多少人 众人 李道玄也不禁哑然失笑 对啊 这事连我都没想到 或者说 完全没向着那个方向想 他大约是经常带着 一百多个士兵 到处镇压贼匪 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 特别有经验吧 这名团确实还不太有规矩 想要变得像正规军一样 还早得很呢 够得程序慢慢交的 李道玄正想到这里 就见到山下的贼军 在开始偷偷搞小动作了 前排的骂首 还在对着山顶上乱喷 而后排一大群贼子 悄悄地从后面溜出了队列 由二当家隋风雄 和三当家二蠢率领着 向后悄悄地退 退进了树林里 借着树林的掩护 绕到一片山崖后面 接着身子一埋 前进了山沟 李道玄没有一眼 就认出来有多少人的本事 干脆让摄像头拍一张照片 然后交给电脑扫描识别 很快 电脑报数 四百人 贼军不敢派出太多人 因为太多人离开主队的话 肯定会被山顶上的名团识破 他们只分出四百人 就可以让山顶上的名团 以为他们人数没有减少 还全都在正面堆着玩骂战呢 隋风雄和二蠢两人 都是汉匪中的汉匪 牛高马大 贼能打的那种 手下的四百人 也全是青壮年 没有一个老落妇孺 最前面一个领路的 是在东边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 裹携来的采药人 对附近山中地形贼熟 带着这四百汉匪 潜入山沟之中 悄悄摸摸 绕着向山上行来 李道玄看到这四百人走的方向 正是程旭让行红狼去埋伏的方向 心中也不禁暗赞 程旭还是有点水平的 看了地形之后 立即就预判了贼军的行动 这种有水平的武将 为啥只是一个区区九品巡检呢 不是应该给他更大的发展空间吗 为什么反而要派锦衣卫杀他 哎 冥廷啊冥廷 与此同时 全沟村 新上任的巡检方无上 正站在高处 眺望着河阳县的方向 县令梁士贤说 贼军一定会经过全沟村 但他在这里左等右等 九等不至 这些贼人究竟跑哪里去了 傅巡检突然飞奔来 大声叫道 方将军 大事不好 河阳翻山越 没有向着咱们这边来 而是向着高家村的方向去了 方无上顿时大急 我操 梁士贤那废物 我还以为他有多了不起呢 信誓旦旦地说贼人会来全沟村 结果是胡扯的 立即出发 前往高家村 傅巡 十几里山路 我们赶不及了 方无上怒道 赶不上也得赶 快快快 行红狼一行人 安安静静地等了一阵子 山沟里有动静了 隋风雄 二蠢两人 猫着腰 带着四百名汉匪 顺着沟底 悄悄地摸了过来 一边走 两人还在一边压着声音尬聊 他娘的 二蠢道 老子刚才看见行红狼了 山坡上扔石头的那伙人 就是他的部下 隋风雄 当真 二蠢道 我当时 走在最前面 离坡顶很近了 一仰头 就正好看到那信心的女人 正在山顶上看着我 隋风雄低声骂道 这混蛋女人 居然跑去和民团 联手对付咱们 简直岂有此理 入灵的叛徒 二蠢 等咱们摸到山顶 从背后杀过去 让他们没法再扔滚木雷石 大哥率领的主力 立即从正面攀爬上去 两面加工 把那女人生情活捉 老子要让他后悔 出生到这个世上 好 隋风雄道 二哥 帮你活捉那女人 两人刚说到这里 就听到头顶上 响起了一个粗豪的女人声音 二蠢 老娘看到你了 隋风雄和二蠢 两人心中一惊 赶紧抬头 就见山沟一侧的崖顶上 探出了行红狼的脑袋 下一个瞬间 一个撕颜贩子 也探出了头来 对着下面 就是一块滚木丢了下来 我操 隋风雄和二蠢吓了一大跳 两人赶紧向两边闪开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滚木雷石 从山沟上落下 对着山沟中 四百汉匪 一阵乱砸 汉匪虽汉 也是人 是人就扛不住 这种丧心病狂的 滚木雷石攻势 一转眼的时间 山谷里哭爹喊娘之声四起 四百汉匪 被砸得抱头鼠窜 溃不成军 不少贼人心中怯了 向来路退 二蠢却不愧是 名字里有个蠢字的人 行红狼的出现 让他气坏了脑子 这种情况下居然不退 哇哇怪叫着 反而向前冲 这家伙也不知道 是不是天命护体 滚木雷石 硬是没把他砸中 让他一路乱冲 居然从山沟里冲了出来 沿着一片斜坡 飞野似的 冲向行红狼 两个丝颜贩子 马上就想上去拦截 行红狼却大手一挥 大声道 都闪开 老娘要亲手报仇 三十二遍 作家说 这几天 重庆的月亮有点亮 我刚才抬头一看 天上的月亮 闪着加自行的光芒 这是天降祥瑞 叫我加更 那就加一更吧 一名部下急了 老大 你的胳膊还有伤 行红狼大笑 二蠢的胳膊就没伤吗 众人 行红狼 谁也别过来 妨碍老娘报仇 说完 用没受伤的左手 拔出了腰刀 二蠢也怒吼着 用左手拔出了腰刀 原来两人上一次乱军之中 互换了几招 都砍中了对方的右臂 现在都只能用左手使刀了 二蠢怒吼一声 行红狼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行红狼也怒吼 半点江湖规矩 都没有的猎贼 陆林好汉的名头 就是坏在了你们这些蠢货的头上 嗷 二蠢一个大步向前 挥起了妖刀 行红狼挥起妖刀迎上 转眼之间 两人就拼出了真火 两把妖刀上下翻飞 砍得火花直冒 旁边的私言贩子想来帮忙 又不敢违背行红狼的命令 只好转过头去 继续抱起滚木雷石 对着山沟里的贼军乱砸 这一边的喊杀声 马上就传到了程序这一边 高初五有点慌 转头看了一眼行红狼所在的方向 又转回头来 很想开口说 我要去帮他 但他最近天天跟着高一夜 学习纪律 规矩 已经不再是任性妄为的傻大哥了 满脑子都是要服从指挥这句话 硬是强行管住了自己的嘴 程序感觉到了高初五的焦躁 眉头微挑 看了一眼山下的翻山越 果然 翻山越开始行动了 大群贼兵开始分散登山 程序压低声道 高初五 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你跑过去帮行红狼 帮完立即回来 不准在那里耽搁 做得到吗 高初五 一炷香是多久 众人 程序 你和郑大牛半嘴五十句的时间 快去 这一下高初五听懂了 半嘴五十句 那还不简单 我假装和大牛半嘴 就能算准时间了 他突然张嘴道 大牛 你好笨哦 这个都不懂 旁边的人奇奇异猛 高初五又模拟郑大牛的语气道 你才是笨蛋 我可是很聪明的 众人 这就是半嘴一句的时间了 高初五在说完这两句话的同时 已经迈开大步 跑出了数丈远 众人 高初五 大牛 你搞错了 这边这个鸡阔才是对的 一句话说完 又窜出去了两三丈 我这个明明是对的 那个才是错的 说完这句话 高初五已经消失在前面的小山丘后 众人奇奇道抽了一口凉气 这家伙 程序大声道 别看他笨蛋了 注意 翻山越上山了 所有人准备滚木雷石 鸣团 遵命 大伙一起转过头来 只见翻山越的人分散开来 向着山坡上开始了攀爬 最前面的人 全是不要命的汉匪 一边向上爬 一边不断地闪身到大石头后面躲一躲 看到山顶没人扔石头 才又继续向山上飞快地跑一段 然后又躲到大石头后面 程序大笑 管他们躲不躲呢 滚木多的是 咋 啪地突又是第一个出手 一块巨木被他推下了山去 轰隆隆地一路滚行红狼和二蠢 转眼之间就过了十几招了 真正的战斗 可不是武侠小说 动不动一两百招 那是尬扯 性命相搏的战斗中 往往两三招就能分出胜负 但两人都用得左手 动作没有平时那么灵活 打起来倒显得有点拖沓了 二蠢一边出刀 一边嗷嗷乱吼 行红狼却显得颇为冷静 不喊不吵 冷静出刀 十几招一过 行红狼终于抓到二蠢一个破绽 左手刀光一闪 扑的一声 切在二蠢的侧腹上 二蠢痛嚎一声 向后翻倒 行红狼大喜 跟上前一步 挥一刀劈向他的脖子 眼看就一刀 将二蠢带走 突然 旁边响起一声怒吼 一条和熊一样健壮的汉子 直冲了过来 两个四眼贩子上前一挡 居然被那人碰碰 两声撞飞开去 下一个瞬间 那人已经到了行红狼面前 挥起一根棍子 对着他当头就是一棍 随风雄 行红狼大吃一惊 赶紧收回来来格挡 争 架是架住了 但他左手用刀 力量不够 随风雄却是双手挥棍 力量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行红狼感觉到手腕一麻 手上腰刀脱手 随风雄熬得一声怒吼 手上长棍挥起 对着行红狼腰间 就是一棍横扫 行红狼心中暗叫不妙 这一棍来不及躲 只看着一棍之威 怕是要受点伤 李道玄也伸出手来 准备帮忙了 就在这时候 身后响起一声怒吼 大妞 你这个笨蛋 你又把水桶打翻了 行红狼 随风雄 这莫名其妙的台词 什么意思 在了随风雄的身上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牛高马大 身材不输给随风雄的壮汉来了 呼的一声冲进了战圈 碰的一声 撞两个壮汉相撞 发出好大的闷响声 随风雄登登登 连退了五步才站稳 定睛一看 站在自己面前的 是一个披着铁甲 比雄还要壮实的男子 随风雄 来者何人 高初五 我才不是笨蛋 打翻水桶的 明明是你 随风雄 行红狼 随风雄 你他妈的是有病吗 高初五 大妞 你把那一边抬稳点 随风雄 高初五向前一个大步 呼的一拳 迎向奏向了随风雄 这一拳好大的威势 拳头没到 声势已经能吓得 普通人瑟瑟发抖 关键是 这家伙出拳时 还念叨了一句 初五 你脚趾缝里 有一条秋意 随风雄眼里 看到的是凶暴的拳头 耳朵里听到的 却是完全不搭调的 莫名对白 一时之间 感觉到一种撕裂感 让他无法正常思考 精神污染加999 脑子都停转了半秒 甚至无法正常应对 高初五的拳头了 高初五碰的一拳 打在了随风雄的脸 盘子正中间 一拳就打得随风雄满脸开花 紧箍骨骨折 在倒下的那一瞬间 他还听到对方 用很古怪的语气 补充了一句 大牛 我已经抬起来了 你那边也用点力 随风雄眼前一黑 去阎王爷那里报到了 行红狼也一刀 剁下了二蠢的头颅 他转过头来 想对高初五说一声多谢 高初五抢在前面 深情地看着他的眼睛 满脸关切地对他道 大牛 你真是太聪明了 行红狼的怒槽 刷得一下拉满 你这混蛋究竟在说什么 高初五没有回答 行红狼的问题 因为他不敢打断 自己的半嘴节奏 一旦打断了 那就数不清 半了几句嘴了 只好转过头 冲到了山沟口 那就唯一有可能 让冲上来的斜坡前面 刚才二蠢和随风雄 相继冲上了这个斜坡 使得后面的汉匪 也看到了希望 顶着两边的滚木 拼命往这个斜坡冲过来 却听到一声怒吼 初五 你把速度放慢点 汉匪们抬头一看 斜坡上站了个笔熊 还要威猛的男子 身上披着两当甲 站在坡顶 张开双臂 那庞大的气势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一名汉匪冲了上去 钉 一刀就砍在了 高初五的两当甲上 高初五一拳还击 打得那汉匪向后飞起 摔在斜坡上 翻滚下来 汉匪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家伙武艺稀松 但是蛮力惊人 攻他下盘 两当甲护不住下盘 一名汉匪冲上坡来 一刀斩向高初五的小腿 高初五有点应付不来 眼看就要被砍中 旁边闪过一道人影 正是行红狼 他左手挥刀 钉的一声架住了汉匪的袖刀 高初五一脚在那汉匪腹部 将他得悬飞了出去 行红狼大骂 你是笨蛋吗 有枪不用 拿个拳头在这里打什么打 高初五这才恍然想起来 自己有一把长枪呢 背在背上给忘了 赶紧反手摘下背上的长枪 向着前面冲过来的汉匪们一枪横扫 大牛 接住 我要扔酒坛子过来了 这家伙也没什么枪法可言 也就跟着程序学了几天的扫 捅 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但是架不住他势大力尘 这一扫之威 吓得汉匪们连连后退 在斜坡上面后退 一个踩空就翻倒 然后向下滚去 将后面的汉匪也撞倒在地 后面的人继续向上冲 高初五手里 铁枪左挥 右挥 横扫 那可怕的力量挥起长枪 方圆数米之内 没人站得住 贼人冲不上这个斜坡 那就成了山沟崖上 撕岩贩们的靶子 两边的滚木砸下 山沟里惨叫连天 士气崩了 也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 撤 剩下的汉匪掉头就跑 撕岩贩子们见状 不禁欢呼起来 又赢了 行红狼也咧开了嘴 看了一眼撒退的贼军 又看了一眼二蠢的尸体 很好 报仇血恨了 这仗没白打 高出五哈哈一声笑 初五 你的脑瓜子像猪一样奔 行红狼 高出五 五十句半嘴完了 得回去了 说完 他转身就跑 步子贼大 一跑起来就带着风 刷的一下不见了 行红狼拳头上的青筋都冒了起来 老娘下次见到这家伙 二话不说 揍他一顿吧 承煦这一边 正在对着山坡下面滚木头玩 翻山越还是有点脑子的 他这一次并没有让大队上山 而是只让几百个汉匪 跑几步就躲到石头后面 像在躲猫猫一样 向着山上缓缓推进 这种推进法很慢 而且参与进攻的人很少 但是没关系 山顶上的人不多 他已经在刚才那一通 骂战里听出来了 只要冲上去两三百人 与山顶上人的缠战起来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扔下巨木 自军的主力部队 就可以迅速登山 到时候赢的就是他 再说了 还有随风雄和二蠢的山沟绕后部队呢 只要他们绕后成功 也能形成同样的效果 根本不用慌 慢慢来 我八千大军怎么输 承煦看着一点一点 向着山上磨蹭的贼军 心中暗笑 就这两三百人 怂怂地躲在石头后面 还想上山顶 等你们进入手弩的射程 我的人立即给你们一轮手弩 骑射他 正在构思着完美的战术呢 高出五迈着大步跑了回来 和叫袭 我回来了 五十句半嘴时间到了 承煦 哦 归队吧 高出五 我跑回来的路上 远远看到南边的山道上 有官兵过来了 承煦 疑了一声 马上反应过来 新任巡检方无上来了 这新上任的巡检 是个勤快人吗 看来是刚刚接到贼军 从这个方向进入城城县的消息 就急吼吼地跑过来了 这人还挺大胆 比老子猛 他瞥了一眼 名团身上那些铠甲 心想 我的人披甲 谋逆大罪 可不能让方无上看到了 干脆把这一仗 让给方无上来打吧 承煦将军手一挥 大声道 所有人停手 立即撤退 众人微微一棠 本免打得正开心呢 这时候 若是退了承煦一脚 就把趴地拖了得跟踪 老子发话之后 你只准说 遵命 别的都不准废话 其余的人赶紧应声 遵命 趴地兔 又被当成了教材使用 趴在地上 可怜巴巴地不敢起来 撤撤撒 对了 叫行红狼部 跟着咱们一起撤 很快 承煦部与行红狼部 会合到了一起 行红狼显然也看到官兵来了 对于撤退 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只是黑黑笑了两声 咱们别撤远了 后退看看戏 若是官兵顶不住 我们还得出来顶 程旭点头 伸手指着 郑家村西边的小山坡一指 退到坡后 躲起来看戏 大伙很快就退到了西坡上 这里乱石灵循 枯树横生 躲在其中 倒是很难被人发掘 他们这一撤 正在爬山坡的和阳贼们 瞬间就惊死了 山上没有滚木雷石砸下来了 哈哈 他们的滚木用完了 冲冲冲 快冲 和阳贼撒开大脚丫子 对着坡上拼命冲来 与此同时 新任巡检方无上 也正在吼 冲冲冲 听到前面喊杀声了吗 民团已经和贼军打起来了 我们得尽快赶到 他身后一百多名官兵 也撒开了脚丫子 对着这边猛跑 这时候 第一批汉匪上坡了 没有滚木雷石的威胁 最前面那群汉匪 很快就爬上了坡顶 立即就看到了郑家村那一片 长势喜人的麦田 咦 这里居然有麦田 麦田啊 汉匪们迈开大步 对着麦田冲了过来 跑得最快的一个 眼看就要 扑进田地里 突然 Doin的一声响 感觉自己脑袋撞到了一个很坚硬的东西 就和撞在墙壁上的感觉没多大差别 这一下太过突然 那汉匪完全没收力 脑瓜子哪里经得起这样一撞 瞬间头破血流 仰天就倒 D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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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三个收不住脚的汉匪 撞在了看不见的墙壁上 三个人倒下 快停下 别对着麦田冲了 别的汉匪们终于发现了一点不对劲 巨大的 透明的墙壁 挡在他们与麦田之间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鬼东西 贼衣兵们一时猛逼 看得见 摸不着的麦田啊 就在这时候 南边的山道上 响起一声怒吼 贼子安敢犯我成城 德儿德儿的马蹄声中 寻简方无上到了 这人性子急 看到贼人之后 等不及部下们 慢慢用脚走路了 自己一拍马屁股先冲了过来 马跑得比人快得多 把部下们拖在后方极远处 就他一个人冲到了战场上 正宗的光感司令 一个人面对两百汉匪 这人居然不带怕的 架的一声喊 左手拉着缰绳 右手抄着一把长枪 笔直地对着汉匪们冲了过来 承煦倒抽了一口凉气 世上居然有如此勇猛的巡检 旁边的行红狼翻了翻白眼 你以为人人都是上任 巡检承煦那种软柿子吗 那种剑贼救逃的武官 才是异类 承煦我觉得承煦人挺好的呀 那叫做进退有度 知一知彼 先后大败王二 不沾泥 左挂子 承承还有谁比他厉害 行红狼 吹的吧 不知道天尊的事之前 我也以为是承煦干的 现在想来 那三人肯定都是天尊施法打败的 承煦那货 肯定就如江湖传言一般 就是个软柿子 承煦 算了 赶紧转移话题吧 承煦伸手对着前面一指 看方无上那家伙 只见方无上越马横枪 冲向汉匪们 汉匪们就像蛊惑仔见到了警察 居然不敢交手 转身就往山坡边跑 这个举动倒是救了方无上 不然他连人带马撞在鱼缸上面 说不定就直接去阎王爷那里报到了 方无上没有进入郑家村 勒马就冲向了村庄东边的山坡 手里长枪挥起 扑的一声 将一名汉匪捅了个透心梁 带他长枪抽回来 战马早已经又向前跑了一仗 又追上一名汉匪 手起枪落 扑 又是一个透心梁 行红狼也不经心惊 他只是区区一个巡检 居然如此厉害 这家伙比我见过的任何陆林好汉都凶猛 承煦哼哼道 不过寻常而耳 给我一匹马一柄枪 我可不比他弱 哼哼 没身份没背景 靠自己爬起来的小人物 谁没点真本领在身 行红狼祈祷 你也会这个 承煦自知诗言 赶紧住口 实际上 明朝大多数武将都是石英承袭 从百户开始 就是世袭制了 不需要你有多厉害 你有个好爹就能上位 石英承袭的武官往往惜命 并不会亲自上阵杀敌 武艺也就稀松了 但那些靠自己爬上来的武官 反而可能是通过上阵砍人 拿到手机得来的官位 攻马贤熟 武艺高强 简单来说 让原重换来和承煦单挑 原石有八九 是打不过城的 但让两人指挥大军团作战 城石有八九 打不过圆 这时候 方无上已经大开杀戒了 一人一马一赶枪 饶着贼兵们转 那两百汉匪 居然没人 能是他一枪之敌 眨眼间就被捅翻七八个 汉匪们若是有长枪 还可以勉强对付骑兵 但他们是攀爬先头部队 为了轻便 手里都只有一把刀 想用刀对付枪骑战将 那可真是想多了 连结阵都结不了 被方无上策马纵横 绕得晕头转向 很快 方无上的部下们也到了 负巡俭领着一百个大头兵杀了过来 那两百汉匪转头一看 官兵来了 刚刚一个武将就杀得他们狼狈不堪 这一下来了大队官兵 还得了 士气瞬间土崩瓦解 官兵们随意地一冲 两百汉匪死得死 伤得伤 吓得又从刚刚爬上来的坡上滚了下去 方无上抢到坡边 向下一看 大群和洋贼主力部队正在爬山 黑的一声笑 小的们 快快寻找滚木雷石砸他们的稀巴烂 傅巡俭领指着旁边堆着的大量筷子滚木 方将军 这里有好多木墩子 已经有人给我们准备好了 方无上转过头来一看 咦 不过他 马上就想明白了 高家村的民团相拥 本来在这里聚敌 准备了滚木雷石砸贼军 但是民团的胆子小 一看到 贼军快上坡顶了 他们就吓跑了 就把这烂摊子扔给了我们 手下们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李道玄也得给他鼓鼓掌 少侠好推理 你这么聪明 福尔摩斯来了 都得给你跪 方无上开心起来 真是天助我眼 民团留下的滚木雷石 我就不客气地笑纳了 小的们 给我往下面砸 士兵们立即搬起滚木雷石 对着山坡下 就是一通乱砸 这一下翻山越就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眼看就要 攻上山了 哪料到突然山顶的民团变成了官兵 滚木再次砸下 他的主力部队 可不能闪闪躲躲地往石头后面钻 根本钻不下 滚木一来 山道上又一次人仰马翻 惨不堪言 翻山越抬起头来 正好看到方无上站在坡边 向下俯视 两人的眼光在半空中对上了 方无上大声叫道 蠢贼 记住你爷爷的名字 诚诚寻解方无上 有老子再诚诚献一天 你们休想踩上诚诚的地界一步 翻山越 他娘的 你又不是承煦 我怕你个鬼 方无上 怒 方无上大怒 把老子说的 还不如承煦那个谎报军功的软柿子 那蠢货谎报王二死讯 夸大贼军规模 欺上瞒下 一份奏章上 满满的都是谎言 找不到一句真话 他所有的军功 都是吹出来的 就这种货色 也配合老子的名字放在一起说 方无上哇哑哑一声吼 踢起长枪 就要往坡下冲 旁边的傅巡俭 死命抱住他的腰 大叫 将军息怒 将军息怒 不要和贼人一般见识 方无上怒不可遏 真想冲下坡去和翻山越打一架 但这时候的翻山越 却已经萌声退役了 山上是名团 他还敢冲 换成官兵 他就不敢冲了 正在犹豫之间 后面有人来报 大当家 大势不好了 二当家和三当家中了行红狼的伏击 死了 他们都死了 翻山越大吃一惊 泪如雨下 二帝 三帝 翻山越仰天一声痛呼 呼完之后 低头 大声下令 撤退 贼军又开始退了 顺着山坡 哗啦啦地向下滑 一看贼军退 方无上立即大喜 追 傅巡俭抱着他急叫 追不得 追不得 方无上怒 刚才抱着不让我冲下坡去 还可离可说 现在贼军都退了 你还拦着我 是何用意 傅巡俭 这坡下去 就是和阳县的地界了 方无上的动作僵住了 他是诚诚巡俭 不是和阳巡俭 如果他带兵走进和阳县的地盘 那就是越拳 朝中有人帮忙说话 那就是勇猛杀敌 冲过了县界还不自知 是大功 可中奖 朝中若是有人要坑他 那就是善离辖地 带兵过界 欲行不轨之事 有谋反嫌疑 是大罪 要砍头 方无上不怕贼人 但却怕文官的比如刀 他的动作僵住 长长地叹了口气 罢了 不追了 傅巡俭也松了口气 这心癌的头 是个莽夫啊 要劝住他 还真不容易 相比起来 还是上一任头 承煦要机灵些 哪需要自己劝他 自己这一套 全都是他教的 傅巡俭有点怀念 自己的前任上死了 承将军啊 不知你在天之灵 现在可好 阿倩 承煦打了一个喷嚏 清理战场 方无上甩下一个命令 就坐在一边不管事了 眼睛瞅着山下的贼军 缓缓离开 心里贼不适滋味 身为军人 看着贼人近在咫尺 却因为这里是两线边境 不能追击 简直是烦的一匹 士兵们忙碌起来 砍下贼人的耳朵 拿回去报宫 再把他们的尸体 随便一买两事 正热火朝天地干着 一名士兵回报 报告将军 我们在旁边的山沟里 发现了大量的贼人尸体 旁边的山沟里 方无上大旗 赶紧率人过来 一眼就看到了 倒闭在山沟口的隋风雄 和二蠢的尸体 再向沟里看 里面横七竖八 还躺着近百贼人 则 这肯定是高家村的民团干的 应该是了 傅巡俭跟上前来 低声道 高家村民团可不简单 当初王二就夜戏过高家村 结果是 王二受了重伤 郑彦夫和种光道丢了性命 只是 这事只有咱们知道 对外都说 成了程将军的功劳 方无上眉头一挑 原来如此 看来我上一次是小看了 高家村民团了 他们正说到这里 就听到郑家村西边的山坡上 想起了人声 一大群人钻了出来 高家村民团来了 程旭 行红狼 四言贩子们都撤了 民团的人也把铠甲脱掉 交给四言贩子们 带回高家村 不少人只穿了一件打底的衣服 由趴地兔领着队 向方无上走了过来 趴地免得到临时率领队伍的命令 其实也挺惊讶的 他还以为 论资排辈 怎么也应该由高出武和正大牛来领队 但是仔细一想 这两憨憨 根本不可能懂得演戏 自己顶上前来 也就不难理解了 哼哼 本兔也可是聪明人 必定担负的师父给我的重任 他递兔掉郎当地 走到了方无上面前 假装恭敬地行了一个礼 方将军 您把贼子打退了 真是厉害啊 太感谢您了 方无上一看 这不就是那个蠢不拉击 被自己办了一跤的蠢货吗 他居然是民团的领队 有没有搞错 哼 方无上冷哼了一声 你们这民团 也打得不错呀 这些滚木雷石 都是你们准备的吧 还有山沟里被砸死的那些贼人 也是你们干的 啪地兔仰天大笑 哈哈 没错 这些都是本兔的功劳 哈哈 本兔立退群贼 早已天下无敌 方无上 那本官来的时候 你们为何没有守在坡边 啪地兔 本兔以退为境 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 方无上怒 你直接说是逃跑了不就行了 逃跑 怎么可能逃跑 啪地兔刷的一下 抽出了自己的袖剑 本兔率队埋伏在村外 就等贼子上来之后 使出绝学天兔断霸剑 将他们杀得干净 方无上 行了 你可以滚了 啪地兔 方无上摇了摇头 还以为高家村民团有点本事 终究还是本官想多了 说话夸大其词 与那程序仿佛一秋之河 他也懒得理会啪地兔了 坐在坡上 继续眺望撤退的贼军 啪地兔黑黑一笑 任务完成 和教习叫他出来转一圈 瞎说一通 免得官兵疑神疑鬼 现在任务完成 当然就可以拍拍屁股闪人了 那我们就走了 啪地兔 还要回去练功夫呢 好忙好忙 对着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 一伙人赶紧开溜 才溜了两步 就听到傅巡俭大声道 站住 你们跑什么跑 来打把手 帮忙埋一埋尸体 啪地兔 本兔只管杀 不管埋 傅巡俭也哭笑不得 这么怠慢的家伙也是少见 大多数平民老百姓 见到当官的 就吓得耸成一团 但这个自称本兔的家伙 还真是不怯场啊 少说废话 快来帮忙 尸体不埋 若是闹起瘟疫来 你们高家村守当其冲 这句话 吓了啪地兔一大跳 好吧 管杀之后 还是管管埋吧 不然闹起兔瘟来 自己这兔爷 也是扛不住的呀 于是 军民一起动手 挖坑埋尸 一群人热火朝天地干起活来 李道玄看到这里 也知道自己没必要再盯着看了 这一次交战 他插手得很少 只提供了一点滚木 帮程旭飞起来看了一下地形 没有再提供自己那些丧心病狂的玩具兵器 但小人们依旧打得很出色 看来自己的方向是对的 让他们自力更生 越来越强大 才是自己这个蝉屎官该干的事情 好了 该出门找我老爹拿一套小人书了 对了 出门前 顺手把鱼缸拿出来 以后还用得上呢 天色渐黑 李道玄从父母家里回来了 本想带上小人书就跑 却没想到 父母听说他要来 早已准备丰盛大餐 比他平时点的外卖 档次高了三十二倍 差点赶上年夜饭的档次 留下吃了个晚饭 开心倒是挺开心的 就是时间拖得有点晚 等他拿着一大包 杨家匠的小人书回到家里时 日头已经开始落下西山 赶紧把小人书拿出来 小心翼翼翻开书页 放到扫描仪里 扫出来 再用打印机缩印 打成小小的一页 当然 他这个所谓小小的一页 对于小人们来说 还是非常巨大的一页 不能直接给小人们看 还是得再用小人们的印刷技术 重新来一遍 扫描仪和打印机 在哗啦啦地工作着 李道玄随手切换视野 观察着小人们的状况 郑家村的烂摊子 已经收拾完了 和洋贼短时间内不敢再来饭 方无上收兵回去 写奏章报喜去了 但他应该不会像程序那样 瞎写奏章 民团们回到了村里 个个喜气洋洋 行红狼的心情也极佳 陆林好汉快意恩仇 今天杀了二蠢报了仇 实在是一件大喜事 让手下拿了一坛 作为商品的五粮业过来 几十个私盐贩子分了喝 结果这一喝 全部倒了 一个能站着的都没剩下 现代酒对于他们来说 度数太高 比猛汉药还好用 高出五就在这时候上门来了 本想找行红狼说几句话 却没想到塑料大宅子里 横七竖八全是最倒的人 高出五只好一个一个 把私盐贩子们抱到床上去 还贴心地给他们割好被子 这时候春寒撂翘 很容易生病的 只有行红狼他没敢挪 那可是女孩子他不敢乱动 只好把行红狼一个人留在了客厅中间 另一边 程旭打了圣仗回来 却不见多少喜色 一个人坐在高高的角楼上 掀开了蒙面巾 拿了一小坛酒毒镯 他大约还是有点留恋 自己朝廷正规酒品五官的身份吧 李道玄看着小人们的众生百态 也不禁暗乐 身后的打印机声音停了 杨家将第一集打印完毕 李道玄把目光转向了望楼 高一夜还在登下织布 棉线在他的织布机上交错连接 变成棉布滑了出来 一夜 李道玄轻轻呼唤 高一夜啊了一声 赶紧停下织布 跳了起来 天尊 李道玄笑道 去找三十二 我有点是和他聊 高一夜赶紧行动起来 啪哒啪哒地跑下望楼 到了九厅十八井的一石厅 旁边的主井 就是三十二居住的地方了 拍了拍门 将三十二叫到了天井中 两人一起恭听天尊的吩咐 李道玄这才拿起一叶纸 放了下去 三十二定睛一看 天上降下来一张比人还大的后纸 上面 绘着一幅古怪的图画 似乎是画的一个武将 只是不知道他是谁 李道玄也不解释 又放下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连续看了多页之后 三十二总算恍然大悟 杨家将的故事 纯图画的 李道玄 明天天亮之后 你把刁板将人找来 让他刁板 印制这个东西 三十二微微一愣 有点不明白 天尊是何用意 但再仔细一想 便懂了 天尊要通过这种全图画的书册 来给不识字的人讲故事 对 李道玄 很多人年龄太大 现在让他们 去听王先生教课 已不可能 但他们 也需要知识 需要受教育 而这种全市图画的书 就可以寓教于乐 将必要的知识 传输给他们 三十二 天尊仁慈 连这些生斗小民的事 也照顾到了 这可不仅仅是照顾他们 李道玄 不想说那深一层的理由 当时的普通老百姓 很缺乏国家 民族这一类的概念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什么叫做爱国 这种事可不仅仅发生在明朝 直到近代 鲁迅先生 还写了人写馒头一文 来痛批麻木的渔民们 而渔民为什么麻木 说白了就是 爱国教育受得不够 当满清的铁蹄汹涌而来时 有多少人愿意为国家抛头颅 撒热血 若不是大多数民众麻木 满清又岂能做得稳至汉家的天下 而这杨家将的小人书 便可以算作是 爱国教育的绝佳教材 让大家看看杨门中烈 为保护国家抛头颅 撒热血的故事 三十二对空长衣 谨遵天遵法旨 高一夜看着天空中的天遵 渐渐隐去 应该是回天界了 便黑得一声笑 这个图画做得书好有趣 我刚才看得好入迷 三十二星想 哦 圣女大人以前没看过 杨家将的故事吗 这倒也是 高家村位置偏僻 少有村外之人到来 村民们大多见识短浅 顶多就是从村里老人那里 听了一点点散碎的故事 像这种一整册完整的故事 只怕没几个人看过 看来这书会很受欢迎 待它印出来之后 不能免费发给村民们看 三十二灵机一动 天遵发得吃食太多 好多村民现在都躺平了不干活了 不如将这书印好之后 估价而受 用它把村民们手里 多余的钱财收回来一些 用来发给刁板匠 这样刁板匠做事更有干劲 村民们的钱用光之后 也会更有干活的劲 高一叶 哇 三管事 你好坏啊 三十二 这怎么能叫坏呢 免费发放物资 本来就是不太正常的举措 天遵一直以来免费发粮 那是因为这大汉的天下 村民们自己产不出粮来 若我们习惯了 享受免费得来的东西 当一个东西要钱的时候 就觉得那是坏 那就不太对了 高一叶仔细一想 呀 你说得对 三十二接着道 若是村民们饿着肚子 我是断断不会 想出这样的歪招 但现在 住在补子里的这些村民 实在是有些懒惰了 当初天尊给他们发粮食的时候 一次性发得过多 不少村民家里 现在还存着实力巨大的米 吃上几年都吃不完 他们哪里还有做事的兴趣 早晚会被短公村那些外来人看不起 高一叶 三管事说话好有道理 行红狼醒得很早 睡在又硬又冰的塑料地板上 那可不怎么舒服 醒得不早才有鬼 爬起身来 发现身上盖着一床被子 感觉有点乖乖的 是哪个部下给老娘盖了被子 却不把老娘扶回床上去睡觉 脑子里装的是屎吗 一点也不会照顾人 他敲着宿醉剧痛的脑壳爬起来 嘴里随口嚷嚷道 老朱 老张 谁他娘的醒着 给老娘拿杯水来 无人应答 所有的私言贩子 都在床上呼呼大睡呢 行红狼转了一圈 看到部下们 个个睡得像猪只好自己动手 单手倒了杯水喝了 然后晃晃悠悠 走出了塑料大宅子 外面已经天光大亮 高家村的村民们 就和以往一样 开始了勤劳的工作 修路的修路 巨木的巨木 名团的一百来号人 则在主堡的旁边练习队列 他穿过一片塑料建筑物 看到客栈 酒馆 菜市场 青楼一类的建筑物 全都空荡荡的 嘴里不禁吐起槽来 挺好一地方 人口也不少了 却一个做生意的都没有 简直离谱 行姑娘也感觉不对吗 三十二从前面一个 看起来像是书局的 塑料房子里钻了出来 对着她微笑道 行姑娘是见过市面的人 尤其是走南闯北 到处经商 对于商这一道 那肯定是 了如指掌 行红狼 嗯 三十二虚心求教道 以行姑娘之鉴 我们这高家村 已经具备了 百一个市场的条件了吗 行红狼 这不废话吗 高家村现在人口 肯定已经超过了一千 放眼看过去 主宝周围 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房子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村 应该称之为镇了 你见过哪个镇子里 没有人做生意 三十二微微歪头 想了想 笑道 确实如此 一个镇子里没人做生意 感觉是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也正在考虑这件事 不知要如何将高家村的商业 给振兴振兴 行红狼黑地笑了一声 这个我倒是知道 为什么 三十二 愿闻奇祥 行红狼 你们这村子 给村民发工钱的时候 发得太齐全了 发粮发盐发油又发糖 什么都发了 他们还做什么生意 自己吃自己那份就完事了 甚至还能把多得吃不完的 拿出来卖给我 这话在理 三十二尬住了 那是以前 高家村人口少的时候 因为没有商业 所以天尊就给每一个人 都发放物资 让他们能自己自足 看来 我得换一下方法 做木工的只发粮 不发盐 做铁匠的只发盐 不发粮 只是相应地提高数量就行了 行红狼黑黑笑 读书人脑子真快 三十二谢过行红狼 回主堡里 考虑详细的工资调整计划去了 搞活商业 势在必行 行红狼晃晃悠悠 继续往前走 从商业街里钻出来 站到了山坡前 就看到高一叶 从山坡下跑了上来 他穿着一身端庄的衣服 但跑得却很欢快 到了行红狼面前 仰起头来 笑道 行姐姐 天尊找你 有点是想和你谈 行红狼抬起头 对空行了个礼 昨天那天将大量的滚木 以及程序飞天的事 让他大开眼界 对天尊也算是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了 不知天尊找我有何法指 高一叶低声道 天尊想要一个火药做来高家村 哦 行红狼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这可不好弄 朝廷对火药做事看得很严的 高一叶微笑 天尊说 好弄的东西就不会拜托行姑娘了 他看得出来 行姑娘是个能人 专门做的就是难弄的生意 行红狼黑黑笑了两声 能被天上神仙夸一句 那还真是有点小得意啊 高一叶道 天尊说 何阳县那边既然闹起来了 行姑娘短期之内 应该没法穿过何阳县回山西去做生意了 下一步的计划 应该是去西安府 对吧 行红狼点了点头 我确实是这样打算的 带手臂上的伤好了之后 就去西安府走一趟 高一叶 行姑娘去了西安 不妨去官方工坊里溜带一圈 探探火药做的口风 若是行红狼一下子就懂了 若是他愿意逃出来 我便护着他逃出官府的掌握 送来高家村 高一叶 这是只怕不太轻松 天尊说 做得成便做 做不成无需勉强 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安全 在考虑这件事 只要有一丁点的危险 就放弃这个想法 行红狼大笑起来 我从生下来就 跟着父亲走南闯北 做私言生意 杀头的勾当 钻官府的控制这事情 我可是再拿手不过了 若是感觉这人带不回来 那我就一定不会出手 一旦我出了手 这人就一定能来到了高家村 官府休想把我抓得住 高一叶大喜 天尊很高兴 他说 如果行姑娘 能把火药座带回来 定不会亏待了行姑娘 行红狼 那倒不用了 天尊显灵 着杀了二蠢报了仇 我欠天尊一个天大的恩情 弄个火药座回来 便当是还了愿吗 高一叶笑出声来 这么一说 把二蠢和火药座 比喻成一样的重量了呢 这可不妥 在天尊眼里 二蠢一文不值 火药座可是重要的多了 行红狼大笑 这倒是 那二蠢根本一文不值 两人正说到这里 远处响起了欢呼声 行红狼好奇地瞥了一眼 那边在闹什么 高一叶道 通向王家村的水泥路 今天通车了 他们在为新的道路而欢呼 哦 行红狼 就是那个奇怪的 灰色的硬路 高一叶点头 是啊 有了那种路 公交太阳车才能行驶得比较顺畅 速度也能提高 天尊的意思是 要把那种路 铺设到高家村周围的所有村庄 但是我们人力有限 现在才刚刚铺好了第二条 能开太阳车去王家村了 行红狼嘖嘖称奇 要是全天下都铺满这种路 我跑上就方便多了 可惜啊 也只有天尊能提供这样的鲜物吧 行红狼的话 倒是给了李道玄一个提醒 全天下铺满水泥路 势在必行 但那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需要用到的水泥 完全是天文数字 不可能都有李道玄来提供给小人们 现在第二条水泥路已经建成 在建这条路的过程中 工人们也积累了许多使用水泥的经验 那自己也差不多 可以把最古早的水泥配方 交给村民们了 打开电脑 登上长去的历史军事论坛 命名发帖 兄弟们 谁有最古早的水泥配方 能不能给我一份呀 我在写穿越历史小说 想教古人造水泥 回复一 穿越历史小说 请重点描写泡古代妹子 别去搞科技 早就看腻了 回复二比一楼放屁 千万别写谈恋爱 连女角色都不要有 全男配 硬科技才好看 回复三 一楼见女腿软 二楼恐女症 都别理 按读者的要求 写书只有死路一条 按自己的节奏写 才有前途 古早水泥配方如下 XXXXX后面 是一大堆专业资料 还挺详细的 李道玄谢过三楼 把资料拷贝过来 一键转成繁体字 然后缩小打印了出来 直接往高一夜的面前一放 高一夜正在和新红狼聊着天呢 突然添降一张大纸 缩印的纸 也比他人还大许多 高一夜能识字 但识得不多 看了一眼就头晕 行红狼也识字 但也识得不多 看了一眼还是头晕 两个女人瞅着眼前大纸上 密密麻麻的字 一起头晕 天尊 您这个是李道玄 把他交给泥水匠 让他们按照纸上所写 研究调配水泥 如若成功 给予他们重赏 这一下 高一夜和行红狼听懂了 这是铺路用的灰色纤泥的制作方法 两个女人一起挖了一声 行红狼动作极快 刷的一下闪身过去 卷那大纸的边角 一只左手实在不好操作 半天卷不上 赶紧招呼高一夜 圣女大人赶紧来帮忙 把这张纸卷起来 高一夜大旗 为啥 行红狼 这可是先你调制方法 也就是先放 若是拿出去卖钱 开价几万两黄金 都会有人要抢的 岂能随便让人看到 高一夜 哎 能卖几万两 行红狼 你们在这村子里不出去 完全不知道 外面有钱人有多么的多 尤其是那些王公贵族 为求得一先方 多少钱都不眨眼的 高一夜这下听懂了 赶紧上去帮忙 两人卷一张大纸 李道玄从天空中俯视下去 这画面颇有喜感 其实李道玄并不介意 水泥配方传出去 甚至觉得传出去更好 但仔细一想 明末天灾平平 百姓名不聊生 上次梁士贤想要造水泥路 就被三十二给劝住了 因为现在的老百姓 真的折腾不起了 水泥这东西 暂时不流传出去 也是对的 免得哪个达官贵人 一拍脑门决定修路 又得累死多少民工 大纸卷起来了 长长的一卷 高一夜想搬回去给泥水匠 却完全拿不动 行红狼搭了把力 两个女孩子用肩膀 扛起一卷巨大的纸 一个扛前头 一个扛后头 仿佛两个人扛着一根大木头 黑幽黑幽地 将大纸卷扛进了匠井 往泥水匠面前一扔 拍了拍手 了事 就在两人忙这个的时候 也开始通车了 一辆公交太阳车 载着王家村的村民们 向着王家村出发了 骑士路修好之前 王家村村民们 就已经回去过许多次 早已经将田地翻好 做好了春耕前的准备工作 但水泥路通车 大伙还是跑到车上来 挤了满满一车 享受一下坐车去种田的仪式感 好嗨哟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城城县城 城皇庙偏殿 三夫人宝箱庄严地坐着 眼观鼻 鼻观心 仿佛得到高人 在他的面前 趴附着一大群 衣衫蓝绿的贫苦老百姓 被道玄天尊的神药 救治过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了 每救活一个人 就有一个家族的人 成为道玄天尊的善男信女 这使得城城县城里的老百姓 正在以飞快的速度 接受这个新来的神仙 片殿门外 却有一个中年道士 表情古怪 斜眼看着片殿里的情形 漠然不语 道士在门外等了许久 等到所有的善男信女 都念完了经 恭敬地退出去之后 偏殿里只剩下三夫人和丫鬟了 这中年倒是才推门进来 起手 小道马天正 全真龙门派王真人门下弟子 他这一报名字 还真把三夫人吓了一跳 全真龙门派 那可是超级有名的道门 而王真人的全名叫做王长月 今年已经有一百多岁 乃是全真龙门派忠心之祖 像三夫人这种修道之人 早就如雷贯耳 三夫人不敢怠慢 赶紧行礼 不知师兄有何见教 马天正脸上带着个古怪的表情 小道游历天下 步道讲经 路经过城城县城时 听说此处有一个居士 讲一个叫做道玄天尊的神仙 说是我道教真神 小道就有点纳闷了 三夫人 哦 马天正语气古怪地道 小道以前从未听说过道玄天尊的尊号 还以为是自己所学不够 特意又去翻阅了许多点集 却依旧没有找到道玄天尊的记载 关于此事 还请师姐指教 原来是这事 三夫人笑了 老实说 在亲眼见到天尊显灵之前 我也没有听说过道玄天尊的大名 然而 在我亲眼见到的那一瞬间 需要怀疑的 就不是道玄天尊是否存在 而是点击有没有记错了 马天正的眼睛眯了起来 心里暗想 显灵 真有神仙显灵 我活到四十余岁了 每日里寻仙问道 可从未见过神仙显灵啊 他是相信神仙存在的 但他从小活到大 现今已经四十余岁 却从未见过神仙显灵 莫非是我被骗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马天正总会不自经有 生起这样的想法 然后再狠狠地给自己一巴掌 让自己清醒清醒 坚定自己的道心 只要走遍五湖四海 寻仙访道 终有一天 他是会碰上神仙的 三夫人 出城 向东北走三十余岭 有一个叫高家村的村庄 师兄亲眼去看看 如何 马天正出发了 向着高家村前进 他本来就是游方道士 云游天下已经成了习惯 走三十余岭路 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说走就能走 他想用自己的双眼来确定 是否真的有一个叫做 道玄天尊的神仙会显灵 应该不会有吧 师父给我讲的 那些什么原始天尊 太上老君我从小 听他们的故事长大 听得耳朵都快起了减赞 但也没有见过他们显灵啊 这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一个 连典籍上都没有记载的天尊 更加不可能会显灵了 对 一定不会有的 一定是骗我的 走着走着天就黑了 原来是走出县城的时候 满脑子胡思乱想 没有注意天色 他居然是在傍晚时分走出的县城 走了几里之后 就黑得没法行路了 想找个民居借宿 却发现路过的村庄 全都没人居住 一片荒凉 原来 离县城近的村庄里的人 都跑去县城吃救济粮去了 哪里还有人留在自己的村子里 马天正更加怀疑了 城城县周围的村子 都已经荒废成了这样 离县城三十余里的村子 那不是更加荒凉 到了地方别说人了 只怕连鬼都找不到一个 我去了那么偏荒之所在 真的能看到神仙显灵 骗我的 一定是骗我的 马天正找了一棵枯树 在树下躺好 吃了半块干饼 合一而睡 倒也不担心 有野兽半夜把自己叨了去 这大汉三年 野兽都找不着了 第二天大早 天都还没亮 马天正就起了床 继续向着东北方向出发 走着走着 太阳起床了 冬日的暖阳 还挺刺眼 突然 他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条灰色的古怪道路 他与关道并列在一起 不知通向何处 马天正快步抢上前去 踩在了那灰色的怪路上 落脚硬邦邦的 像是整块的大石头切割而成 这让他大吃了一惊 什么人能有力量 将整块的大石头 切成这样平滑 还用来铺路 这这莫非就是所谓的 鬼斧神功 马天正的脑袋里 立即浮现出一幅古怪的画面 原始天尊他老人家 拿着一把大斧头 刷刷刷 把一座山那么大的石头 削成薄片 平铺在地上 摆好之后还踩了踩 再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扛起大斧 转身潇洒离去 啊啊 我怎么把原始天尊他老人家 想象成了这样 太过不静了 马天正抱着脑袋 痛苦万分 小道就是太不成了 总是脑子里胡思乱想 道心不坚定 所以神仙们 才从来都不在小道面前显灵 他正想到这里 前方的传来了古怪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巨物 沿着这条怪路过来了 马天正抬头向前看 只见前方的怪路上 驶来了一辆巨大无比的怪车 车长达三丈 造型古怪 没有牛马拉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动得起来的 车上居然还装着满满一车农民 有人的锄头 都从车窗里伸出来了 车上还有几个老农 在唱着民谣 种地里 喝吸汤 拍瓦力 筑草房 支部里 没衣裳 然后一车人都 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不对 这是天尊来之前的事了 天尊来之后 我们有好吃的 也有房子 还有好一堂 哈哈哈哈 马天正看到这一幕 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赶紧伸出一只手 对着那大车拼命挥舞 停一停停一停 两个开车的新手司机 顿时吓了一跳 前面路中间有人 减速 刹车 负责动力的司机 赶紧拉上遮阳帘 负责方向力的司机 也赶紧踩刹车 但饶是如此 车子也向前冲了好远才停下 勉强停在了马天正的面前 两个新手司机 吓出一头汗 把头伸出车窗 怒骂道 你这倒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么大一辆车过来 你不知道躲到一边吗 差点停不住 马天正其实也被车子 冲到面前的那一下 给吓着了 有点僵 贫道 还以为 你们能轻松停下来 这么大的车 能说停就停吗 两个新手司机怒骂 就算是小小的马车 也不可能一勒马江 就马上停下来吧 你平时在路上 看到马车不躲的吗 马天正若是在路上 看到马车 牛车 驴车 还真会躲 因为他知道 畜生不太好控制 不躲的结果 很有可能是被畜生踩脸 但眼前这车 没有畜生拉 他根本看不懂 所以就他一向与人无争 脾气还是很好的 骑手 道歉 是平道的不是 两个新手司机 见对方先道歉了 倒是有点慌了 毕竟对方是个出家人呢 这年头的人 不太愿意得罪出家人 赶紧跟着道歉 是我们没更早点看到你 道长 抱歉了 马天正道也无所谓 话锋一转 各位乡亲 你们这辆车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牛马驴拉 居然能跑得这么快 他这一问 车上的乡亲们就笑了 这是某日新冠的车 是天尊借给我们使用的 什么 马天正有点怀疑 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某日新冠的车 是啊 一位司机道 我们以前也不知道 某日新冠是什么 还是白老爷给我们讲的呢 说是天上有一个大公鸡神仙 名字叫某日新冠 每天早上 他都会嗡嗡嗡地叫醒太阳 马天正 这和你们的车有啥关系 司机 这辆车就是某日新冠的车 太阳出来了 他就能动了 太阳下山了 他就停下了 这句话 吓了马天正一大跳 当真 车上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不信你上来看看呗 马天正当然要看 不但要看 还要死死地看 一个箭步就窜上了车 和村民们挤在一块 骗我的 一定是骗我的 那控制遮阳帘的司机 指着头顶道 你看好了 咱们的车上面 盖着一块帘子 那就是遮住太阳的 只要把帘子拉开 太阳照着这辆车 他马上就会跑起来了 马天正把头伸出车窗 再扭过来 脖子好酸 但那不是重点 眼睛瞪得老圆老圆地看着车顶的遮阳帘 只见司机把遮阳帘轻轻地拉开了一点点 车子动了 缓缓地动了 马天正 车子动了 真的动了 马天正眼睁睁地看着帘子越来越开 那车子便行驶得越来越快 太阳照得越大 他就跑得越快吗 骗我的 这一定是骗我的马天正大吼一声 拉上 他这典型的瞎指挥 但是新手司机在学开车时 经常被郑大牛这样猛吼一声拉上 居然形成了条件反射 一听到拉上 两个字 也不管是谁吼的 赶紧就把帘子刷得一下拉上了 车子的动力 马上就开始减弱 纯靠着惯性滑行 然后停了下来 控制方向里的司机回过头来 喂 搞什么 控制这样连的司机善善地道 这倒是突然大吼拉上 我还以为是大牛喊的 就真的拉了 众人 所有人一起瞪着马天正马天正 却还是把头伸在窗外 反扭着脖子 看着车顶上的遮阳帘 一脸震惊不敢置信的表情 真的 拉上帘子就不能动了 真的是这样 外面来的人 就是没见识 村民们摇头 以前是外面的人 看他们觉得没见识 现在变成 他们觉得 外面的人没见识了 司机又拉开了遮阳帘 车子再度启动 沿着水泥路向前 没过多久 王家村到了村民们跳下车去 准备干活了 两个司机对着村民们挥了挥手 我们一个时 最后来接你们 村民们也挥手 好的 一个时尘够了 车子在一个圆形的大水泥平台上旋转 掉头 马天正还傻平呼地 在车上不下去 两位村民道 道长 你不下车 马天正指着外面温润的土地 村子周围到处冒出的野草 长出了嫩涯的新叶的树木 一脸惊恶地道 你们这村子是怎么回事 为何绿意迎然 两位村民黑黑笑 那是因为天尊请来了龙王爷 给村子降了雨 龙肝爷 马天正大惊 刚刚的某日新官 还没缓过神呢 这又来一个龙肝爷 骗我的 他们一定是骗我的两个司机 神秘兮兮地道 圣女大人说了 龙王爷其实不太愿意来咱们这里降雨 但是 天尊用一只手抓着龙王的脖子 将他拎到咱们村子来降雨 龙王爷根本不敢反抗 被天尊拎在手里 就像一条小蛇 乖乖地听命 唉 可惜我们都看不到 只有圣女一个人 能看到天尊显灵 马天正 他们一定是骗我的 喂 道长 你不下车的话 我们要回高家村咯 马天正 平道能继续坐你们的车 去高家村吗 当然可以 两位新司机笑起来 坐稳了 别再把脑袋伸出车窗了 害我们开车 都得小心翼翼的 生怕路边的树 把你脑袋撞没了 马天正把头收了回来 不扭了 一直扭着 真的有点酸 脖子快要扛不住了 车子掉完头 向着高家村驶来 马天正神思乱飘 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了 满脑子都是胡思乱想 从小学到 已过四十载 却从未见过神仙显灵 年轻时 道星还算坚定 但随着年龄渐长 他已经越来越不相信 神仙真的存在了 但是今天 今天 道星 那久违的道星 又开始复活了 车子很快就来到了高家村外 控制方向的司机笑了起来 快看 龙王爷 道长 你运气不错 天尊又把龙王爷抓来降雨了 这句话吓了马天正一下 瞬间从胡思乱想中惊醒 把头从车窗伸出去 向着前方的空中一看 一朵矮云正悬浮在高家村的农田上空 一颗硕大的龙头 从云屋里伸出来 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下面喷出绵绵雨线 真的有龙王爷 马天正狂吼起来 真的有龙王爷 平道看到了 亲眼看到了 四十载啊 四十载 他吼着吼着 就开始嚎啕大哭 平道的道星 都已经开始动摇了 平道差点就要不相信 神仙真的存在了 午夜梦回 平道经常都在怀疑自己毕生所学 差一点就要成为离经叛道的俗人了 终于 终于让平道得见了先言 李道玄这时候 正端着一碗河川羊肉粉 缩缩缩的欢快呢 降雨的时候 他的视野就必然在这里 因为视野不在的地方 也降不了 与刚把一根超长的羊肉粉缩进嘴里 就见到公交太阳车回来了 接着车上刷地跳下来 一个穿着道袍 手拿扶沉的道士 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对着降雨的地方奔跑过来 李道玄 又来野生小人了 还是个道士 其实明朝很多读书人喜欢穿道袍 看到穿道袍的 还真不一定是道士 但是眼前这个人和读书人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他不但穿道袍 还穿着多尔麻鞋 头上挽的野士道计 手上拿着浮沉 背心上 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八卦图 对了 还背着一把三尺青丰剑 这真的是妥妥的 一眼看出是道士 而且是游方道士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那种 平时来了野生小人 李道玄一般都不会马上 和野生小人直接打交道 会先观察 慢慢看清楚野生小人的品性 特色 再考虑要不要显灵 但是来的是个道士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嘿 这职业神棍碰上了真神 结果会如何 李道玄的玩耍之心 马上升了起来 得和他好好玩玩 眼看那道士要跑到龙王爷的正下方 李道玄突然一下子关掉了一用雾化器 把龙头抽出了箱子 马天正跑着跑着 就见到雨突然停了 龙头刷的一下缩回了云中 消失不见 马天正愣住 为什么我一来 龙王爷就走了 李道玄从自己的玩具架子上 拿了一个哪吒手办 刷的一下伸进了箱子 在刚刚进入箱子的位置停下来 然后在半空中一会儿过 马天正 哪吒三太子 啊 飞得好快 好快 刷 哪吒三子飞了一圈 消失不见 又被李道玄从箱子里拿出来了 马天正残了足足五秒 突然恍然大悟 龙王看到哪吒来了 害怕挨打 所以逃跑了 马天正的脑子还没转过来呢 李道玄又拿起一个手办 至尊宝版孙悟空 伸进箱子 刷的一下划过 马天正 李道玄又拿起一个塑料恐龙 伸进箱子 刷的一下划过 马天正 李道玄再拿起一个奥特曼里面的龙虾人 伸进箱子 刷的一下划过 这一下 马天正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天上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怎么回事 各路神仙和各种奇怪的妖怪 在天上乱飞啊 马天正一下子惊慌起来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搞不好他们打来打去 就会降落到地面上来 此村周围 必定生灵涂炭 马天正扯开嗓子大吼起来 大家快逃啊 天上神仙妖怪打架了 大家快逃啊 高家村民们 正在各干各的活呢 大家都很忙 哪有空像马天正那样 一直盯着天空看 刚才天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飞过时 他们都在低头干活 李道玄又划过得很快 所以村民们 都没看到那些古怪东西 听马天正这么一吼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 用古怪的眼神瞥了他一眼 然后转开 无事无事 天上有天尊呢 六七十丈高空中 飘着那朵代表天尊的标志性矮云 哪有什么神仙妖怪打架 静瞎说 马天正 为什么没有人害怕的 你们不怕死吗 还是没人理他 李道玄乐的不行 见到马天正那 慌得一痞的样子就乐 趁着村民们低下头去了 他又拿起一个雕塑师们 为他做的一厘米大小的 道玄天尊像 伸进箱子里 飞快地向着村外的小山谷里 一划而过 他的雕像 那可是雕得很好看的 英俊度正32% 威延度正3200% 身穿道袍 先锋道骨 在天空中 刷的一下这么飞过去 就是有点小 在几十丈高空 马天正 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马天正大吃一惊 有一位仙人飞过去了 他拔腿 就往仙人飞去的方向追很快 他就跑出了村子 来到了一个荒僻的山谷之中 突然听到天空中风雷声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降下来 接着轰的一声 一只巨大的龙虾人 落到了他的面前 张开两个大钳子 极为可怖 马天正下了三大跳 想逃 但是那巨大的龙虾人 飞了过来 速度极快 他的双腿 根本跑不了这么快 龙虾人的头摇摇晃晃 对着他越破越近 嘴巴还一张一合 大钳子一开一合 两只眼睛 还闪红光 马天正下的魂不附体 突然想起 自己是个道士 刷的一下拔出了背上 三尺清风剑 十年了呀 根本不用想 凭着条件反射 就能使出降妖除魔用的倒数 箭决捏好 大声喝道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针 龙虾妖怪的大钳子 撞到他的剑上 一股巨力涌来 马天正的长剑脱手飞出 倒数是半点也没屁用啊 平道完了 马天正惨叫一声 自存必死 李道玄见他吓得面色惨白 也感觉游戏完够了 刚才用龙虾人大钳子 撞飞小人手上长剑那一下 也是非常惊险 差一点把他撞死 再来一次的话 自己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么惊细了 还是收手吧 拿起一个玻璃杯子 对着马天正扣了下去 马天正还以为 马上要被龙虾人潜死 却突然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 在自己四面八方落下 轰的一声 但却看不见 他定睛仔细一看 这才看出来 自己被一圈透明的墙壁 围在了中间 这是什么东西 把我护在里面了 龙虾人在透明的墙壁外面转了两圈 似乎不得其门而入 还用巨大的头撞了 撞得整个墙壁碰碰着响 音波刺耳 马天正捂着耳朵 苦苦支撑 好在那龙虾人 终究破不开透明墙壁 只能仰手飞起 瞬间消失在云层之中 马天正这才松了口气 明白了 刚才那看不见的墙 是天上神仙放下来的法宝 用来救我的 哪位神仙救的我 刚才先先后后看到龙王爷 哪吒三太子 斗战圣佛孙悟空 还有一个不知名的神仙 是他们救我吗 伸手摸摸这边 在摸摸那边 全是冰冷坚硬透明的墙壁 根本无法突破 想出去 但出不去 糟糕了 被困在这个奇怪的法宝里面了 而且 这里还是个偏僻的小山谷 甚至都没有人知道我被困住了 没有人能来救我 就在这时候 他看到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飞了过来 真的是飞过来的 悬在半空中 平平缓缓地飞来 看他飞来的方向 应该是刚才那个村庄 飞到看不见的透明墙外 少女缓缓降落 快到地面时 还跳了一下 似乎从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上面跳下来 落地站稳 然后站到了看不见的墙壁外面 与马天正隔墙相望 少女穿得并不华丽 但是很干净整洁 给人一种很端庄的感觉 接着 他伸出手 轻轻敲了敲那透明的墙壁 就像敲了敲门那样 玻璃墙壁向上升起 飞入了云层之中 消失不见 接着少女开口了 道玄天尊救了你一命 你这道士 居然还傻愣愣地站着 还不向天尊谢恩 马天正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 回想起刚才两个司机说过的话 眼前这女人的身份 就跃然而出了 圣女高一叶摆着一张端庄的脸 嗯 要是平时马天正碰上一个自称圣女的人 那肯定是当成白脸圣女一样的货色 直接嗤之以鼻了 但是经过刚才那一连串的事件 已经处于疯狂上头状态 对着高一叶 就是一个大礼拜下去 圣女施主 还请指点一下频道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频道的道心混乱不堪了 高一叶刚才得到了天尊的命令 要他先假装一会儿端庄 所以 他现在装得很努力 一脸淡淡的表情 刚才发生的事 凡人看不懂也就罢了 你身为道士 居然也看不明白 你修的什么道 马天正心中一惊 赶紧把刚才发生的事 在脑海里撸了一遍 然后豁然贯通 刚才有妖魔下界为祸人间 天兵天将奉命捉拿 一个大虾妖怪落到此地 险些要了我的性命 幸亏你出手救了我 高一叶 我何德何能 是道玄天尊 马天正心中一惊 本来脑子已经糊了 现在更糊 被带了节奏 一下子就对着天空来了一句 多谢道玄天尊救命之恩 高一叶 你是何人 从何而来 所谓何事 马天正赶紧击手 平道乃全真龙门派 王长岳王真人做下弟子 马天正 尤方天下 只为寻仙正宝 哦 尤方道士啊 高一叶 那你走的路很多 见识也很多 马天正 不敢 平道已游历天下二十余载 走南闯北 见识多少是有一点的 但不敢妄自尊大 嗯 挺好 高一叶微笑 天尊说 你这样的人 是有用的 马天正 他左看 右看 天尊说话了 天尊在何处 平道没有听到 高一叶 天尊只有我能看到 马天正露出了疑惑的眼神 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喊叫了起来 他骗我 他一定是在骗我 这套说辞 不知道多少道有用过 他刚想到这里 轰的一声响 看不见的墙壁又落下来了 将他再次困于其中 马天正 李道玄看到他眼神有一丁点不对 就直接把玻璃杯给盖了下去 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 马天正下了个不清 我仅仅只是怀疑了一下 在脑子里转了一下念头 就又被罩住了 这个罩住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高一叶伸出手 又在玻璃墙上轻轻地敲了敲 就像敲门似的 于是四面玻璃墙刷的一下 又升起来 飞上了天空 马天正慌得不行 圣女 当才究竟是 高一叶 天尊说 你这个倒是很有问题 李道玄这是典型的葫芦话 随便用在什么地方都适合 一句你有问题 你就自己好好反省吧 反正你总是能给自己找点毛病出来 套用这句话的 果然 马天正马上就套在自己身上了 我有问题 我确实有问题 从好几年前起 我就不是一个虔诚的道士了 我心里已经乱了 我一度怀疑 世界上有没有神仙 道心已经快要毁了 被看穿了 天尊 马天正有点急道 弟子只是个三角猫道士 道家典籍未能通读 以前未曾听过道玄天尊的尊号 所以才会对您多次无礼 但是现在弟子已经知道了 还请给弟子一个机会 将功补过 高一叶 嗯 天尊说 看你认错态度还算诚恳 就不与你计较了 马天正重重地松了口气 弟子从小修道 前二世载于 全真龙门派随王真人修行 后二十年游历天下 寻仙访道 然而浮原浅薄 似是余载来 未曾能得见一位仙人 数日前听闻天尊的事情 便寻到城城县的城隍庙里 经一位居士指点 来到了高家村 未曾想到 弟子居然能亲眼见到天尊显灵 实乃弟子的福分 他扑通一声跪下 一个大礼拜了下去 弟子马天正 拜见道玄天尊 马天正很兴奋 兴奋地全身颤抖 他本来都要舍弃道心了 哪知道现在道心 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固起来 他终于寻到了一位真仙 这是他的恩师王真人也未曾做到过的事情 从今天起 他再也不必怀疑世界上有没有神仙 不对 应该说 他再也不必再给别人讲经的时候 心怀愧疚 总觉得自己正在把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交给别人 内心的愧疚感消失了 连灵魂都被洗涤了 高一燕 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寻找真仙 是的 马天正 弟子走遍天下 就是为了见到真仙一面 那你现在看到了 高一燕 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马天正微微一愣 对啊 接下来做什么呢 高一燕微笑 看来你也没想明白 那就随你自己慢慢想吧 天尊有令 想清楚了 再来找我说话 说完 高一燕转过身去 天尊的手掌已经摆在地上等着了 他轻轻地爬到了天尊的手掌上 坐下 脸上荡漾起幸福又骄傲的笑容 李道玄的手轻轻平移 带着他飞过山谷 飞过天空 飞回了高家宝中 马天正仰头看着圣女飞走 心中五味杂陈 久久才清醒过来 捡起自己的清风剑 插回背上的剑鞘里 扫了一眼周围的地面 有龙虾妖怪踩出来的巨大的脚印 也有天尊那个透明的法宝 留下来的巨大凹陷环印 他知道 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切都不是幻觉 是真实发生的 突然一下子精神大战 我找到真仙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哈哈 今后可以理直气壮地 向别人奖金传到了 我没有骗人 我没有骗人啊 哈哈哈哈 他手舞足蹈地 向着高家村奔跑了过去 这时候 高一叶正坐在李道玄的手掌上 缓缓地飞向高家村呢 李道玄不敢把手移动得太快 因为他的手 只要在箱子里移动十厘米 那在箱子里就移动了二十米 如果他的手移动得稍稍快一点 那速度高一叶就无法承受 所以就慢慢来呗 拖着他平缓飞行 高一叶仰起了头 好奇地问道 天尊 咱们为什么要戏弄那个道长呀 看起来 他也不像是坏人啊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坏人 啊 这是为什么 李道玄也不解释 只是微笑 游方道人 走遍天下 那当然是极有用的 李道玄有一个想法 交给任何人都感觉不靠谱 但是像马天正这样 走遍天下的游方道人 却可以做到 再考察他几天 等他彻底变成了自家小人 就交给他一个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吧 李道玄打开自己手机 看了看早就已经备好了 资料的那个人名 宋应兴 明末第一科学家 嘿嘿嘿 他所在的地方太远了 要拉他入火 用正常方法做不到 而游方道士 就是最佳的选择 春三月 万物复苏 是播种的好季节 除了老天爷不赏雨之外 一切都很完美 幸运的是 老天爷不赏雨 天尊赏 高一叶偷偷告诉村民们 天尊又用手 拎着龙王爷的脖子 将他抓来降雨了 王家村的村民们 开始播种高粱 李道玄这才搞明白了 正常年间 这附近村中的农民们 是如何生活的 原来他们通常会在 三月份播种高粱 在秋天收获 然后在九月份 种下秋小麦 再于次年五至六月 收获小麦 这小麦收获得晚了 播种高粱的时间 就会推迟到六月 农民们有着自己的节奏 不断地调整时间 来种植最合时宜的农作物 这是说简单就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反正对于农村孩子来说 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对于李道玄这种 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 盯着看都不一定懂 看不懂就傻了 跟着小人们傻了就行了 行红狼的伤也养好了 就如李道玄预料的一样 和阳县闹贼 行红狼就不能向东 回山西做生意了 他只好向西 去西安府做生意 高初五将他送到了村口 但没敢多说话 他还沉浸在 趁着他受伤 打他的愧疚感中 暂时还没走得出来 这就使得八卦天尊 最近没能好好的八卦成功 相当的郁闷 不过算了 行红狼今后会长期 以高家村为行动中心了 出去转一圈就会回来 这爱情故事 还有得看 高家村最近这些天 多了一个很显眼的显眼包 马天正 这位道长 天天在村子里晃荡 他也不找工作 就每天领救济粮 然后就在村子里左看看 又看看 重点看的 就是各种神物 例如太阳车 这玩意儿 道长天天研究 但以他的知识储备来看 不管怎么研究 都认为这是 卯日新冠的车 错不了的 他还研究了一下 墨盘大的大百米 研究的结果 毫无疑问是仙界神秘 不过 这家伙研究完了仙界神秘之后 倒是突然来创意了 李道玄见到他 拉住了一位高家村的老村民 原班人马42人之一 高拉八 拿手好戏是座陶冠 兼职城头巡逻哨兵 经常拿着一把弓 在城头上旋转 当初趴地兔第一次 来到高家村 就是高拉八招呼的 对了 行风狼第一次来高家村 也是高拉八招呼的 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射牛 今天没有轮到他上班 而是在家里摊着休息 结果就被马天正给缠上了 毕竟马天正也更喜欢和射牛说话 不太喜欢找闷葫芦聊天 马天正道 施主 你们以前是怎么使用仙界神秘的 如此巨敏 你们也没法整颗直接煮吧 高拉八傻乐 当然是用凿子敲呀 敲下来一块 就放在水里煮成粥 马天正痛心疾首 真是暴殲天物 如此神物 怎能这样草率实用 高拉八祈祷 那你说要怎么弄 马天正 凭到于南方游历之时 有幸喜得了一种处理大米的办法 南方人会将大米浸泡 蒸煮和鸭条 最后制成一种叫做米粉的食物 此法用在巨大的鲜米上 正合适 频道就干脆将此法教你吧 高拉八道也来了兴趣 跟着马天正折腾起来 李道玄也饿 做米粉啊 好啊 我一向只会点外卖米粉来吃 却不知道做法 正好看看 结果第一道工序 洗米泡米就要许久 李道玄不想看非静止画面 转头去看别的地方 就把这边的事给忘了数日后 高家村商业街 第一个商店开业了 书局 由三十二亲自下场 做了临时掌柜 还雇佣了两个伙计 来帮忙 张红挂彩 准备隆重开业 这书局一开 高家村的村民们就乐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文盲聚集之地啊 别看已经有了一千多人的规模 十字的人 却连一百个都不到 在这种地方开书局 究竟是要闹哪样 村民们看不明白 但不明白 并不妨碍他们 跑来看热闹 书局开业的当天 门外全是围观群众 里三层外三层 高家村本土四十二人 几乎全部到齐 王家村 郑家村 重家村移民们 也全火到来 还有短公村的打工人们 也围过来了一大片 所有人都在交头接耳 这书局开不了几天 就要倒闭吧 只有几个读书人 和十几个娃子十字 但娃子们的书 都是天尊发的 他们根本不需要买书啊 三管市究竟在玩什么 一片议论声中 王先生却站了出来 身材瘦弱的王先生 平时为一向低调 几乎足不出血景 除了教孩子们 读书十字之外 别的时间都在看书 所以大家 总是忽略他的存在 没想到今天的王先生 却一改平时的低调 站在了最前面 对着议论纷纷的人群一挥手 大声道 统统住嘴 大伙还是很尊敬读书人的 被他一喝 立即停止议论 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王先生 你们看不懂书 就看书局的乐子吗 哼 没有书 就没有文化的传承 这个天下可就毁了 三管市创立书局 乃是未往圣计绝学 在下必全力支持 一会儿书局开了 在下要第一个进去买书 为书局尽绵薄之力 绝不能让他倒闭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 倒是肃然起敬 还真不敢唱衰书局了 只见书局的大门打开 三十二笑咪咪地走了出来 大声道 即使已至 我宣布 高家村书局正式开业了 我要在这里 隆重地推出 本书局印制的第一本书 众人欢呼 王先生激动万分 是什么好书 在下先订一套 三十二 双手举起一本书册 蓝色的书皮 上面还印着一个 骑马横枪的武将 旁边竖着印了一行字 也就是书名了 老百姓们不识字 看着那书名发猛 王先生一眼就认出了书名 碧血青天杨家将 好书 好书啊 他话音刚落 三十二面对着大家 翻开了第一页 没字 一个字都没有 只有一幅画 接着翻一页 又是一幅画 再翻一页 还是一幅画 王先生 老百姓们 哇 看懂了 杨家将正在杀辽兵 好书啊好书 王先生 啊 这才不是书 这分明就是画册 明朝其实已经有很多画册问世了 尤其是繁华的江南地区 各种画册琳琅满目 这些画册十分精美 印刷质量很高 甚至可以称为艺术品 王先生其实也是喜欢画册的 但他只喜欢那些精美绝伦 可称为艺术的画册 但三十二举在手里的 这是什么鬼 这印刷质量可称低劣 也没有上色 全是黑白画 画面也完缺乏优美感 一看就不是大师名作 他这画册 简直就是小儿涂鸦的水准啊 这也拿出来卖 王先生气得不轻 刚刚还说 要买一册支持支持的 现在气的胡子 都吹起来了 但是 他不喜欢 旁边的村民们却喜欢 这画册是在讲故事呢 是啊 每一页画面都是连续的 我一眼就看懂了 一个在县城里听过戏的匠人道 旁边有三个字 我猜得到 那是写的杨六郎吧 三十二微笑 是的 杨六郎 匠人大喜 哈哈 没想到我也有十字的一天 我一看这幅画 就知道这三个字是杨六郎了 我听过这场戏 这是画的杨六郎的故事 村民们颇为欢喜 这个书稀奇 这书有意思啊 哗啦 一把铜钱被丢到了柜台上 众人转头一看 扔出钱的 居然是高家村老村长 靠着卖巧克力 发了大财的老人 标准的老文盲 一辈子和书 不搭编的人 现在出手却财大气粗 我要买一册 哈哈 我要买回去慢慢看 老村长带了个好头 一群高家村老村民们 骑掏腰包 那玩儿一样的小画册 转眼就卖了几十本 王先生一连猛 正经书这些家伙不买 低劣画册 你们拼命乱买啊 三十二走到他面前 拍了拍他肩 王先生 不来一册吗 王先生的脑袋 摇得像个破浪鼓 不要不要 我只要精美画册 才不要这种乱印的黑白画 三十二笑道 王先生还没发现 那些精美画册 没有情节 而我手里这一套小人书 却是有情节到 一直都在讲故事 王先生 三十二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画面质量 并没有故事精彩重要 王先生突然明白了点什么 一一一 这也是一个让没读过书的人 也能学到点东西的办法 三十二见他领悟了 也就不说了 笑着从他身边绕了过去 大声道 大家不要急 这还只是第一册 我们过几天 还要印刷第二册 第三册 等到全套印完 就是一个玩的杨家将的故事了 有耐心的 可以等全部印完再买 杏子级的追更也是可以的 这就叫各取所需 高家村长 催更 速度快点 高三娃抱着母亲的胳膊用力摇晃 母亲 我要一套 我要全套的高三娘 买买买 娘帮着村子缝制了好几套棉甲 咱们家不缺钱 买买买 买就是了 高三娃大喜 母亲太好了 白公子看到高三娃讨到了 也赶紧转身对着白夫人道 母亲 孩儿也想要那个 啪 白夫人甩手给了白公子一个大笔兜 文字版的杨家将 你都看了多少遍了 你还要看这种破话 白公子捂着脸 高三娃都有了白夫人血眼 高三娃还经常吃竹笋炒肉呢 你要不要也吃呢 白公子指着被大笔兜抽红的脸 我用这个和他的竹笋炒肉抵消了 但那 杨家将的图测 孩儿 没有别的东西 可抵 白夫人仔细一想 突然汗如雨下 糟糕了 我还心中暗暗嘲笑过 高三娘的教育方式粗暴呢 动不动就给孩子一顿竹笋炒肉 没想到我自己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对孩子的 哎呀呀 补偿一下孩子吧 买 买买 喂娘给你买 白公子大喜 哇 母亲对我太好了 这时候 人群里有一个人 暗戳戳地走了过来 到了三十二身边 压低了声音 三管事 有一种书 不知道你硬不硬地出来 三十二大旗 转头一看 居然是趴地图 这家伙自从加入名团之后 收入提高了 身上穿的衣服 也变成结的棉布衣服了 祖传的袖件也磨亮了 还花了点钱 请了一个劳改犯 用放风时间 帮他做了个剑鞘 现在看起来人目够样的 只是 他这问话的风格不对啊 这么暗戳戳的问话 感觉不对 三十二马上明白了什么 压低声道 你要哪种书 趴地图 那种 你懂的 三十二黑黑黑地笑了起来 声音里露出一股子 男人才懂的味道 我懂的 春天的 那啥图 对吧 趴地图 不 你说什么胡话呢 本兔也是那种不要脸的人吗 才不要 你说的破图册呢 三十二顿时老脸一红 哎呦 不是啊 那你早点说明嘛 究竟要什么 趴地图低声道 剑法秘笈有吗 三十二没好气地道 这两样东西 有这么见不得人吗 你非要小声小气 神神秘秘地跑来给我说 害我误会了你的意思 趴地图 我知道秘笈是不会公开出售的吗 不然怎么能叫秘笈 他必然是悄悄卖 所以我才悄悄地问 和这个没名堂的兔子 就没有道理好讲 三十二摇头 没有 没有 怎么可能有 趴地图长叹了一声 哎 没有啊 你的书局里连这个都没有 早晚得倒闭 三十二怒 滚 马上滚 趴地图 哎 干嘛要生气吗 生意不成 人意在吗 三十二怒 和你这样的家伙 讲什么人意 再啰嗦一句 我叫何教席来 把你抓去 做个红烧兔头 趴地图吓了一大跳 高家村里 他就怕两个人 一个是圣女大人 另一个就是何教席 赶紧撒腿开溜 一眨眼就消失在了远处 三十二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这家伙 一天到晚 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李道玄看了趴地勉这一轮戏 倒是想起来了一件事 在历史军师论坛求来的 十几个G的军队格斗术视频 其实早已经下载好了 但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交给小人们 程旭最近这些天 一直在叫民团队列 枪阵 弩 还有什么扎营一类乱七八糟 各种行军打仗的基本知识 空闲下来 就指点一下大家关中红拳 老实说 课程排得挺满的 民团的士兵们 每天都训练得疲累不堪 李道玄看到这个情况 就暂时压下了军队格斗术 没有马上塞进去 想等他们打好了基础之后 再放进去 但是看到趴地兔这个 球机若渴的模样 倒是有点触动 也许 只是我觉得他们累 他们自己搞不好 还想拼命地多学点东西呢 干脆还是把这东西提供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自己来决定 要不要练吧 怕累就不练 不怕累就练 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那要怎么交给他们呢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直接交给程序 由他吃透之后 再交给别的士兵 但是总觉得 这样不好玩啊 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办法 更有趣地展开呢 李道玄瞬间从保姆天尊 化身为了恶搞天尊 好 开始恶搞吧 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 不是有一段这样的情节吗 无量山中有一个无量玉壁 月初之时 幸运的人可以看到山壁上 有仙人炼剑 嘿嘿嘿 这个小故事 咱就借用来恶搞了 当天夜里 月明星夕 高家村已经进入了梦乡 只有两个巡逻兵 还在城墙上绕着圈 趴地兔拖着疲惫的身躯 爬上了床 练了一天的队列 红拳 还上了几堂思想课 让他的身心都感觉到了疲倦 但他的心情却很好 以前一直梦想着 做个威武的大将 可惜一直都不得奇门而入 现在加入了名团 每天能跟着和教习学拳 感觉离自己的梦想 又近了好多 想到这里 他不禁对着天花板挥出了一拳 嘿 我这一招红拳 应该算打得漂亮吧 开心 可惜没法弄到 比红拳更厉害的秘籍 红拳虽好 终究是流传甚广的拳法 自己就算学会了 也未必能有多出类拔萃 若是能得到西式秘籍 嘿嘿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拿了个细细的牙签 对着他的窗户 轻轻地戳了戳 趴地兔听到窗户 响起了东的一声响 吓了一跳 刷得一下翻身坐起 谁 无人应答 趴地兔具的一个剑步 窜到了窗边 将窗户推开一条小缝 向外看 外面是安安静静的短公村 虽然他已经加入名团 但品性考察还没结束 还没有获得住进主宝的资格 现在住在短公村里 有一个单独的塑料小房子 他在窗口向外看了半天 外面没人啊 也许是什么野鸟一类的东西 撞到了窗户 算了 回去睡 他又回到了床上 刚躺下 咚 窗户又响了一声 趴地兔刷得一下跳起身 同时抓起了枕头边的祖传长剑 一个闪身来到了窗边 再次向外看去 外面还是没有人 真是见鬼了 李道玄拿起一个 事先准备好的黑色塑料小冰人 用钓鱼线钓着 放进箱子 从趴地兔对面的屋顶上空 飞快地一拉 刷得一下飘过 趴地兔这一下看见了 谁 他掀开窗 刷得一下跳了出来 正想大声示警 突然发现 对面屋顶上的人影已经消失了 心里暗想 万一是我眼花 惊动所有人 大家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 不得把我揍一顿 再嘲笑我疑神疑鬼啊 我得确认清楚 他赶紧开门钻了出来 向刚才那个人影消失的方向 找了过去 找了半天没找着 却看到远处的填坎边 又有个影子一晃 刷得一下 飞向了远处的山谷 趴地兔 咦 那是马道长说的 神仙妖怪打仗的山谷 他赶紧跑了过去 离村子越来越远 不一会儿 山谷到了 这里安安静静 什么也没有啊 趴地免揉了揉眼 不会真的是我看错了什么吧 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发现 山谷一边的墙壁上 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正在打拳 好大的人影 有整片山壁那么大 这肯定不是人类的影子 人类的影子可没这么大 这必定是仙人 只有仙人 才有如此雄壮伟岸的身躯 那仙人一拳一脚 看起来威猛有力 气势无穷 杀意满满 动作干净利落 没有半点多余 招招要命 趴地兔整个人都看呆了 这这是何等厉害的仙家拳 和关中红拳 不是一个路数的 我得我得跟着 做他刷刷刷 跟着打了两拳 但猛然一醒 不对 我不能一个人学 这么好的东西 我应该与民团的兄弟们 分享才对 要是就我一个人学了 我就对不起兄弟了 毫无江湖意气 趴地兔心里纠结起来 我应该去叫他们 但是万一 我去叫他们的路上 这拳就打完了怎么办 一会返回的时候 就看不到了怎么办 好难决断 这是本兔爷 人生最大的困难选择 兔爷 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你要一个人学 还是带着兄弟们一起享受 你是个爷妈妈 啊啊 趴地兔扑通一声 扑倒在地 Oars 一秒之后 双掌在地上一撑 刷的一下又跳了起来 弹跳力惊人 毕竟是兔子 大吼一声 仙人 请您等等本兔 本兔去去就来 他撒开双腿 拼了老命 向着高家宝冲了过去 到了宝墙下 碰碰碰的狂拍宝门 快 放本兔进去 本兔要找何教习 高初五 郑大牛 还有所有民团兄弟 快 快放本兔进 来不及了 李道玄默默地看着他这一番表演 嘴角也不禁弯起了弧度 这兔不错 居然还想着别人 其实你不叫他们 我也会另外找个恶搞的花样教他们 但你这样一叫 我今后倒是要高看你一眼了 民团全火 都来到了小山谷里 此时还是半夜三更呢 大伙被趴地兔叫醒 十分不爽 尤其是程旭 以前可是朝廷正经的九平五官 有官位在身的 虽然最近已经在改了 但以前的一些老脾气 还在身上 一边走 一边对着趴地兔输出 你小子半夜三更拍门 叫醒本壳 本教习 要是一会儿看不到仙人打拳 我把你挂在树上 让大伙练打拳 高初五和郑大牛两人 也迷迷糊糊的 兔爷 你可别闹 要是骗我们 我们打人很痛的 趴地兔举起了自己的剑 本兔对着祖传宝剑发誓 我说的话全都是真的 真的有些人在山壁上打拳 大伙跑快点 别慢吞吞呀 真是急死本兔了 好好好 民团还是迷迷糊糊的走着 一个个眉睛打踩 像是鬼在夜色里飘 到了 到地方了 趴地兔指着前面巨大的山壁 刚才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打的拳 一个好大的人影 整片山壁那么大 在上面打拳众人定睛一看 哪有 不就是黑乎乎的一块山吗 喂 兔爷 哪有些人打拳 程旭第一个怒 青筋抱起 把这兔子 给我挂到树上去 众人 遵命 几个人立即行动起来 将趴地兔捆在了枯树上 程旭捏着拳头 骨节啪啪地想 从哪个方向开始揍你呢 趴地兔委屈地想哭 大伙相信我 这里刚才真的有些人打拳 我没有一个人偷学 拼命地跑回来 叫你们 我真的 李道玄件事情进展到这里 感觉差不多了 故意这样压一下节奏 让大家误会趴地兔 一会儿再解开误会 大家才会明白到 趴地兔的一起 嘿 他伸手到箱子里 在手机屏幕上一点 原来他事先 把手机挂在了 那片山壁上 又在手机屏幕前面 挡了块薄布 调低手机亮度 让画面变得模糊阴暗 这样看起来 好似画面直接出现在山壁上了 手指一点 视频开始播放 这一边 程旭正准备收拾一下 趴地兔 突然感觉到 身后有光亮了起来 猛地一回头 就看到对面的山壁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 画面有点模糊 看不清那人的脸 但见他从端端正正站着的姿势 突然猛地一晃身 开始打拳 动作凶猛凌厉 让人目不暇接 程旭 哎 名团全员 啊 趴地兔大喜 来了来了 仙人又开始打拳了 本兔没有骗你们吧 没有骗你们吧 那人影上蹿下跳 旋转连环出招 每一招都杀起拉满 程旭看得下巴都 差点惊掉了 好凶的拳法 这招招 都要人的命啊 现代军队格斗术 那还真是招招要人命 讲究的就是高效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敌人干掉 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 名团的人不一定能看懂 但程旭却是招招 都看得直抽冷气 心里暗想 我要是和这个打拳的人对上 只要走一走神 就会被扭断脖子 太他娘的凶狠了 趁着人影打拳的间隔 程旭转过头 碰得给了趴地兔一个暴力 趴地兔 为啥打本兔 程旭哼哼道 这根本不是仙人打拳 这是鬼怪在打拳 这一句话 吓了大伙人一跳 鬼怪 程旭道 只有凶狠的鬼怪 才会打出这么凶猛的拳法 众人 哎 那我们不能学 程旭哈哈一声大笑 然后刷得一下马下了脸 严肃地道 废话 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要学 战场上和人生死相搏 就他娘的 得把自己变成鬼怪 要是你跑到战场上 去作乱好人 像三管事那样 这个也不要杀 那个也不要杀 还打个屁的仗 众人尴尬 和教习 这样背地里说三管事的坏话 不太好吧 三管事人挺好的 程旭哼哼 他人确实挺好 但他上不了战场 你们今后 却是要上阵杀贼的 切记不可学他 啪地兔 又开始了 仙人开始打第二套了 程旭将手一挥 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 仔细盯着看 不要漏了一招办事 关中红拳 咱们要学好 这鬼怪的杀人拳法 咱们也要学好 众人齐声应导 遵命 一百多人排排坐 仔细盯着山壁看 剑中还跟着挥舞一下拳脚 只有啪地兔一个人 还捆在树上呢 赶紧大叫 喂喂 你们忘了 把本兔放下来了 快把本兔放下来啊 高出五和正大牛 过来给啪地兔松了榜 大伙在一起认真学拳 这一大群里人 还是程序学得最快 毕竟他基础最好 看了半个时辰之后 已经将好几个招式 学了个七七八八了 李道玄收了手机 差不多了 可不能让他们整个通宵都耗在了这里 今天就只上一个小时的课吧 明天再说了 见到鬼怪收了拳 对面的山壁按了下来 民团的人还不愿意离开 还傻乎乎地瞪着那山壁看呢 又等了好一阵子 见那山壁再也没有亮起来的意思了 程序才叹了口气 可惜了 今天只学了几招 也不知道这鬼怪 明天还会不会在这里打拳 啪地兔 本兔明晚又来这里守着 说不定还有得学 程序 这不废话吗 明天晚上 大伙再来守着 若是鬼怪又来教拳 咱们便学 若是没来 哎 就把今天学的三招两拾练好 当做压箱底的绝招 来用吧 众人齐声应道 遵命 程序带着民团返回 所有人都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 但啪地兔却不愿意睡了 他的大脑还处于兴奋状态 怎么可能睡得着 而且 他并没有住在珠宝里面 是住在短公村的 这边行动也比较自由 他一个人跑到村外空地上 摆了个鬼怪拳法的起手室 哈 嘿 哈地练了起来 虽然就只学了那么几招 他却练得十分有干劲 清晨 王家村的村民们 又乘着太阳车 去种高粮去了 崇家村 张家村 李家村等周围最近的几个村庄 已经有龙王爷降过了雨 可以种田了 村民们虽然暂时没有公交车可坐 但水泥路已经在修建之中 他们的心情极好 扛起锄头 乐呵呵地向着自家的农田出发 平时大清早就会跑出来操练的民团 今天却意外地迟了 全员都被程序推迟了一个时辰集合时间 让他们好好休息 精神了再起来操练 李道玄也一如既往的早起 拿着一个巨大的酱肉包子 啃一口包子 喝一口豆浆 高家村的老村长 正邪躺在自己编制的竹椅子里 手上捧着一侧杨家将 小人书 看得乐呵 这书好 真是好 老村长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精彩 好精彩啊 老爷子年轻时 经常往返县城 在城里听说书的先生 讲过杨家将的故事 还在戏台子下面 偷看了两眼戏班子的表演 只是没有钱给人家打赏 不好意思凑近了去看 所以他所知的杨家将 故事 全都支离破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脉络 现在有了自己的小人书 可看 这故事一下子就连贯起来 看得当真是津津有味 乐无边 早饭都没做 饿着肚子 也要把这书反复看十遍 不过 肚子咕噜地叫了一声 似乎在抗议啊 正在这时候 不远处响起了一声吆喝声 卖米粉啦 稀罕的南方美食 米粉哦 嘿嘿 有没有人想来试试的 一万米粉 只要五个铜钱 老村长听得一愣 李道玄也同样听得一愣 高家村里 居然有人卖这个了 李道玄顺着声音的方向一看 高喇叭 原来是高喇叭 前几天 马天正道长教了高喇叭 做南方米粉的技术 自己当时还去看热闹呢 结果泡米这个环节太费时间 他又不喜欢看非静止画面 就把注意力移开了 没想到 现在已经进入贩卖环节 高喇叭就像个标准的小贩子 挑着一个小蛋 在高家主宝的酒厅十八井里 穿来穿去 嘴里吆喝 卖米粉啦 老村长叫唤了起来 喇叭 是你在卖米粉吗 来来来 来我这边 高喇叭没见到人 但听到声音 就知道是村长 在通道里左拐右拐 一转眼就来到了老村长的面前 从肩头卸下担子 摆在老村长面前 乐呵呵地道 村长 你要来一碗不 老村长乐呵 来一碗 我看书看入了神 懒得自己做饭了 就来尝尝你这米粉 究竟是个什么味儿吧 高喇叭的小胆子里 居然有个大陶罐 掀开一看 里面是刚煮好的米粉 热腾腾的 他从里面挑出一碗来 往里面撒了几粒盐 往村长手上一送 老村长缩了一口 脸上的表情顿时一展 咦 这个东西 意外地好吃吗 高喇叭嘿嘿笑 马道长教我的呢 说是南方人搞出来的 他们有很多处理米饭的花活 咱们北方人不会 老村长对这米粉的味道很满意 心里盘算了一下 这玩意儿 才五个铜钱一碗 我每天吃一碗 吃到老死 都用不了几个钱啊 我干嘛还要天天自己做饭 老胳膊老腿的 又没个老伴帮忙 一个人做饭可累了 老村长 喇叭呀 以后每天早上都给我来一碗 高喇叭大喜 好脸 这是个挺好的开头 高喇叭精神大振 挑起小蛋 满宝乱转 不一会儿就卖出去几十碗 毕竟主堡里住的都是 老村民 各个富的没追求了 吃一碗五个铜板的西汉吃食 根本就没有半点压力的 连高三娃都有一碗 捧在手上嗖嗖嗖 吃得贼爽 高喇叭开张大吉 桃罐里面的米粉卖了得干净 信心大增 暗中盘算着 明天我多准备点米粉 再多赚点钱 不过 米粉这东西 如果准备多了 没及时卖掉 泡久了就会糊啊 这又如何是好 高喇叭只好找到了马天正 把刚才的苦恼讲了一讲 马天正笑道 你应该开个店 等顾客进店来 表明了要吃 再给他们当场煮一碗 南方的米粉店 都是这样做的 高喇叭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可是我到哪里去弄个店啊 建房子很花钱 马天正指了指山坡上的高家商圈 那里有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塑料房子 全都空着呢 那不是天尊 摆下的大市场吗 还有好多空屋 你去找圣女问问看 能不能再求得天尊的恩赐 做给你一个空屋子用用 看到这一幕 李道玄心中暗喜 很好 一个好的开始 高家村商业萌芽 这个是必须要扶持的 只是 我那破塑料房子 不能在里面玩火 塑料房子一烧 就要出问题的 得让高喇叭 自己弄个灶台来烧火 很快 李道玄的命令 就通过高一页下达出去了 给高喇叭特惠政策 前三个月免租 第四个月开始收房租 每个月向征信地收五十个铜钱 今后再慢慢提高 李道玄本以为这家伙 自己要弄的灶台 会很麻烦呢 哪知道这根本不是事 古人大多住的是木屋子 比起硬塑料的房子 更不经火烧 所以 古人们从小就掌握了 在木屋子里摆灶台的药领 找了些泥巴和石头 很快就累了一个简单的灶台出来 在这个灶台里面 不管怎么玩火 也烧不到塑料房子分毫 一番准备之后 高家商圈的第二个店面 拉巴米粉正式开业了 就开在三十二主持的高家书局旁边 来书局里买了小人书的村民 就拿着小人书 走到旁边的米粉店里 一边对着高喇叭来一句 老板 给我来一碗米粉 高喇叭就会好咧地硬一句 抓起一把米粉扔进锅里 不消几分钟就煮好了捞起来 撒上几粒盐端到顾客的面前 顾客左手翻着小人书 右手拿起筷子 缩的一口将米粉吸进嘴里 则 快活似神仙 城城县城 县城的边角里 有一个小小的道琴班子 班主姓张 所以这个道琴班子的名字 就叫做张家班 张家班有两个负责唱的 四个负责跳的 还有四个拉奏乐器的 一共十个人 年仅好的时候 张家道琴班子 也曾经大红大紫过 只要他们一摆开 马上就会理三层外三层的围满观众 一场道琴表演完 怎么也得收上些铜钱来 班子里的人倒也不愁生活 但是 大汉三年以来 张家班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到了今年 道琴班子 已经彻底玩不转了 每一次开台表演 观众只有寥寥几人 也给不了几个铜钱的赏钱了 饭吃不饱 张家班也只好和寻常难民一样 去县领粮食咸摆的几名台 混上一碗面糊汤 这样的日子 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郑愁山前无路之时 张班主在领救济粮的地方 居然碰上了一个老熟人 谭立文 谭立文是张家班的老观众了 以前道琴班子每次开台表演 观众洗礼都会从着谭立文的身影 哪怕旱灾最难的时候 他也会来看 但最近几个月 连他也不来了 张班主一看到谭立文 就不禁流泪 谭先生 许久不见 以前每台戏都能见到 你为我们称场面 但最近数月 不见先生 甚是担心先生出了什么意外 谭立文也叹了口气 多谢张班主挂念 在下屡试不地 自知无才 不再做那科举之梦 几个月前去了高家村 拜了三管事为东翁 做了一名师爷 这几个月 都在高家村里处理杂物 未能再回县城 来看道琴 张班主 高家村 哦 最近经常听人提起这名字 好多人跑去高家村懒活干 好像是个大户人家 在大兴土木 谭立文微笑 对 就是那个高家村 张班主 我这次回县城来 就是专门来找你的 想请你去高家村 表演一台陕北道琴 张班主听了这话 愣了愣 心想 咱们这种道琴班子 通常只能在县城 这种热闹之地表演啊 若是去了小村子 哪有人看 除非那小村子里 有位大老爷 家里办什么红白之事 花钱请班子过去表演 包揽开台的费用 想到这里 他就不禁要问了 是哪位老爷 请我们去表演 谭立文微笑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反正少不了你们的赢钱 你还信不过 谭立文不成 张班主听了这话 低头看了眼手里的面糊汤 轻叹了一口气 心想 也罢 张家班现在就算在县城里 也就是讨饭吃的难民日子 若是去乡村里 给大老爷唱一台 至少也能混上两天的饱饭吧 谭先生是个良善之人 也不会骗我们一个 小小草台班子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走这一趟了 于是 张家班就这样出发了 带上表演所需要的各种乐器 戏服 道具 肩挑手台 识人小戏班跟着谭立文 开始了大冒险之旅 一行人从中午出发 一直走到了傍晚 终于来到了高家村 张班主一眼就看到了 高家宝那巍峨雄壮的家宝 以及周围一大片五颜六色 不正经的小房子 此时已是傍晚 夕阳西下 修路的工地都收工了 仲田的村民也休息了 连劳改贩们都在放风时间 没有干活 所以高家宝周围 到处都是收工回家的人在走动 看起来热闹非凡 张班主吓了一跳 这高家村 居然如此热闹 比得上一个小镇子了 谭立文笑 普通的镇名 可没咱们高家村的村民富有 走吧 我带你们去戏台 他在前面领路 带着张家班的人 走进了高家商圈 这里有一个塑料戏台 仿骨的造型 看起来还真是相当的豪华 大气上档次 张家班只是一个草台戏班 名字里的草台两个字可不是白叫的 他们以前就只能在那种很简陋的木台子上表演 还是第一次看到正经的豪华的大戏台 张家班的十个人全都怂了 有点小心惊 这让我们在这么豪华的戏台上表演 谭立文 是啊 咱们高家村就只有这么一个戏台 张班主有点怂怂地道 这台子我们上不太够格吧 谭立文 嗨 我可是看了好多台你们的戏 你们绝对够格的 我可是极力推荐了你们 天尊他老人家才叫我去请你们过来呢 你们别一副耸包模样 唱走了掉 害我这个介绍人也在天尊面前丢脸 张班主只好振了振精神 多谢谭先生利剑之恩 天尊他老人家事 谭立文 慢慢就知道了 现在别想这么多 赶紧做好表演的准备 今晚就先来一台拿手的道琴戏 给天尊他老人家看一看 张班主抬头看了看夕阳 天色已晚 这这个时候开始准备 等我们准备好表演时 天色已晚 大伙只怕都该睡觉了吧 不妨是 高一夜突然从旁边钻了出来 笑嘻嘻地道 天尊刚刚下了法指 不要管什么 天黑不天黑 他老人家在天上闲得无聊 急需找点乐子看看 你们那个什么陕北道琴 立即准备准备 李道玄还真是够无聊的 箱子里虽然白天很热闹 到处是看点 但是一旦天黑 古人们就日落而漆 整个箱子都会进入非静止画面 但他作为一个现代人 日落就睡觉 根本不可能 必须熬到24点 这中间的时间差 真的是超级无聊的 现在好不容易来了的新鲜玩意儿 岂有不看之理 尤其是 这个戏班子表演的东西 还不是普通戏曲 而是一种叫做陕北道琴的特色戏 李道玄还没见识过呢 一夜 通知村民们 有戏班子来表演陕北道琴 高一夜应了一声 开开心心地去了 有戏看 他其实也挺开心呢 从小只听说过陕北道琴 还没真正看过 走路蹦蹦跳跳 有戏看罗 谭立文对着张班主笑道 圣女大人很开心的样子 你们赶快准备吧 张家班的人一头雾水 一会儿天尊一会儿圣女的 这是闹哪样 但是金主爸爸说了晚上演 他们也就只能照办了 想来金主爸爸 应该会在戏台边上点 很多很多灯笼吧 这样一搞 虽然也不如白天亮堂 但勉勉强强 也就能看戏了 好吧 赶紧开始准备 十个人全都钻进了 戏台后面的小房间里 这里有化妆间 更衣间什么的 还有戏班子生活用的居室 十人赶紧关上门窗 在里面换上戏服 脸上涂垢的他们忙的 看到他们进去了 李道玄便打开抽屉 翻出一串彩灯 就是那种过年过节的时候 挂在树上的小灯 把它拿起来 往戏台子上一挂 绕了一圈 然后插上插头 开灯 啪 整个戏台子 瞬间灯光大亮 五颜六色的灯 将塑料戏台子 映照的花里胡哨 看起来不怎么正经的模样 有点像现代的迪斯科舞厅 奇怪的光 这么多怪灯亮起来 那当然是很扎眼的 远处的村民全都看了过来 一脸惊恶 那边怎么了 突然发出五颜六色呢 这颜色一看就是天尊的风格 天尊最喜欢 搞这些五彩缤纷的东西了 哈哈 就是就是 一看就是天尊搞的 山坡上要弄什么 天尊出手 肯定有原因啊 村民们开始聚集过来了 正好迎头碰上 从高家商圈里 蹦蹦跳跳跑下来的高一夜 高一夜大声道 天尊有令 一会儿有戏班子 表演陕北道琴 哇 有戏看 原来那些五颜六色的灯 是戏台子照亮用的 太好了 有乐子了 村民们欢呼起来 消息开始像病毒式的传播 在娱乐项目缺乏的高家村 有个行红狼和高处的爱情故事 就会吸引来大群人围观 现在有了正经的戏看 那还得了 吃饱了没事做的村民们 有强非常迫切的精神需求 这种需求 是根本压抑不住的 村民们非也似地跑回了家里 对着妻儿大吼 快快快 今晚有戏看 在高家商圈那边 咱们赶紧去站到好位置 去晚了 可能要被挤到最外面 干活不一定积极的人 抢位置 却绝不落人后 大群村民疯狂地 向着山坡上冲来 都挤满了人 但依旧不够位置 于是村民们又爬上了屋顶 很快 戏台前有限的长凳子 全部挤满 村民们开始爬上 旁边的塑料房子里 酒楼 客栈 青楼的二楼 全那真实里三层 外三层 高空中三层 地面上三层三十二 牵着女儿来晚了一步 已经抢不到好位置 在圈子外面 急得直跳脚 大叫道 喂 喂 你们不给敬爱的三管氏 留个位置吗 没人理他 聪明的谭李文 高一叶 程旭等人 早就已经在最前排 站住了四一位 根本不带三十二丸的 白夫人这时候 也带着白公子到了 两人也属于动作比较慢的 到了外围一看 里面挤成这样 这还怎么办 白夫人只好叹道 儿啊 今天就算了吧 白公子小嘴一扁 委屈 都怪娘 出门好慢的速度 白夫人一挥手 啪的 给了白公子一个大笔兜 你身为人子 应当用最快的速度 跑来帮外娘 站到位置才对 反倒怪起 外娘动作慢来了 你自己说 笑不笑 该不该挨打 白公子捂着脸 孩儿不笑 该挨此打 下次孩儿必定力争前排 帮母亲站到好位置 白夫人欣慰地笑了 这才对吗 卖米粉啊 看到这么多人 高喇叭赶紧抓伤机 在旁边使劲吆喝起来 趁着戏巴还没开眼 快来吃一碗米粉了 大伙儿刚刚完成工作 有些人还没吃晚饭呢 现在要他们回家煮 没人乐意 于是顺理成章 就成了高喇叭的客户了 高喇叭数同钱 数了个不亦乐乎 这时候 张家班的人 还在化妆间里 拼命地化妆呢 听到外面人声鼎沸 十个人都有点慌 外面好多人的样子 听起来 起码不下千人 怎么可能的 这里会有这么多人 怪 刚才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里防射很多 看起来不像一个村 倒像是一个镇 能出来一千多人 倒也不起 可是现在大汉年间 所有人都吃不饱饭 县城里人那么多 也没几个人来看 咱们唱戏 这里的人为什么这么热闹 这就不知道了 对呀 吃不饱饭的人 哪来的心情去看戏 而这里有这么多人来看戏 就说明 有这么多人都吃了饱饭 这样反向推理一下 让整个戏班的人都惊了一惊 没时间想东想西了 快化妆 张班主怒吼 外面这么多人等着了 还不赶紧的 一名负责唱曲的 突然举起手 班主 我好了 可以出场了 张班主大喜 很好 你先出去吻个场 那唱曲的点了点头 带上四个奏乐的 穿过戏台后面 长长的塑料通道 向着戏台上 走当他们穿出通道 站到舞台上的那一瞬间 顿时吓了一大跳 甚至有点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整个舞台 被五颜六色的彩灯 包裹在其中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灯 不像油灯 也不是火把 像是一种奇怪的灯笼 散发出七彩光芒 将整个戏台映照得犹如梦幻 这些灯还会闪的 还会转着圈闪 这是什么豪华戏台 我们一个草台班子 居然能在这样的戏台上表演 简直像在做梦一样 在看台下 成百上千的观众 热热闹闹 密密麻麻 三年了呀 三年没有见过 如此热闹的情景了 戏班的人 瞬间泪流满面 台下起哄的声音 响了起来 唱啊 别光哭啊 好不容易等到你们出来 李道玄也一样 正在天空中跟着吆喝 唱啊 唱曲的定了定神 站到C位 四个奏乐的 在两边角落坐下 三弦 四胡 笛子 管子 准备妥当 接着 唱曲的一仰脖子 以平调起音 凉枪 一支眉 十字调 开唱 台下观众大声应喝 唱得好 好啊 娱乐气氛瞬间拉满 唱曲的一曲文场 接着剩下的五个人 也化好妆赶来了 两个负责唱的 四个负责表演的 大戏开演 李道玄认真细看 原来的他们演的是道教故事 讲的是一个道士游历天下 与妖魔鬼怪打架 对御仙元 好像故事还挺复杂的 难怪这种戏的名字叫做道琴 原来是从道家故事里脱胎而来 人群中的马天正道长 听得如痴如醉 而高家村的村民们 个个都信奉道教 他们可是把道玄天尊 当成道教神仙来拜的 现在听到道家故事 当真是个个都觉得亲切 好啊 唱得好啊 跳得也好 这年头的贫苦劳动人民 尤其是非县城的村庄居民 看戏的机会 可以说是极为渺茫 在场一千人中间 看过戏的人 只怕不到一百 第一次看到这种艺术形式 个个都大受震撼 甚至感觉不须此生 老道琴 一般都是悲剧故事 看到后面 游历天下的道士 为了救助世人 与妖魔同归于尽 起码有两三百人当场泪崩 哭得眼泪汪汪 台上的张家班表演完毕 对着台下行了一个礼 谭立文第一个站了起来 他一直都是张家班的老观众 看完之后 当然要为自己心爱的演员们 做出一点贡献了 摸出一块碎银子 对着台上抛了过去 天花乱坠 感动涕零 先生之才当受慈赏 他这一带头 程旭也摸出一块小碎银子 跟着往台上一丢 这一下 别的村民们学会了 看完了戏 原来是要打赏的呀 这应该是规矩吧 是规矩就得守 不然下次人家不给咱们演了 老村长也摸出一块碎银子 向上一丢 接着 各种碎银子 铜钱 像下雨似的 对着台上飞了过去 高家村的村民们 富啊 给新红狼卖了多少 盐糖巧克力猪油 赚的钱又没地方可花 个个财大气粗 拿出一点点小钱 打赏的好看的戏 有啥不敢的 倒是短工们 大多囊中羞涩 尤其是才来高家村 没多久的 也掏不出啥钱来 条件好点的 摸出一把铜钱扔上台去 条件差点的 只听到塑料的台面上 堵堵堵的声音 响得不停 一转眼的功夫 戏台上碎银子和铜钱 丢的遍地都是 张家班的十个人 全都梦了 这是何等豪横的村庄 这里最穷的人 居然也能摸得出一个铜板来打赏 我的个天啊 这要是在县城 想都不敢想这么好的事 张班主流着泪 做了一个螺圈衣 感谢诸位 感谢诸位 张家班出来乍到 得各位相亲如此后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要说这些 再来一场 对对对 再来一场 下一场走起啊 吴明刚才的故事太悲伤了 能不能来个欢喜的 唱 张班主 好好好 咱们在家唱一唱 这第二场 大家可千万别再打赏了 给的已经太多了 我们送大家一号 好演 欢快的气氛再度拉满 李道玄不经玩耳 挺好的 大家都很开心 那就对了 当天夜里 大伙喧哗热闹到了晚上十点 这对于古代村民来说 实在是玩得太过晚了 看完了陕北道琴出来 好多人都已经疲惫不堪 走路都在打飘飘了 但精神却依旧亢奋 吃饱穿暖的生活中 又注入了强大的精神粮食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 生活更加美满幸福起来 李道玄看到不少人的身上 升起了星星点点的光芒 他们飞上半空 汇入了箱子里面 整个箱子再一次金光大亮 待他的光芒消失之时 拯救指数刷刷刷的 又涨了上百点 以前就一百个人的性命 才涨五点 但一场戏曲下来 却能涨上百点 可见果然如他所料 拯救人的生命只是小道 拯救别人的生活 才是大道 我们不能只是生存于世 而是应该生活于世 繁华落幕了张家班的识人 在戏台上打扫着卫生 嗯 准确来说就是 捡钱 把丢得满地都是的碎银子 铜钱 全都捡回来 装在一个袋子里 再由张班主来统一分配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谭立文走上了舞台 站到了张班主面前 怎么样 没有白来高家村一趟吧 张班主赶紧行了一个大礼 多谢谭先生 这一场戏 当真是救了我们的命了 赚了这么多钱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不用饿肚子了 高一夜也跟着站上了台 微笑 天尊有话想和你们说 张班主 谭立微笑 这位是圣女 专门带天尊传话的 张班主虽然不知道天尊是谁 但能猜得到 是此间大人物 大老爷 便赶紧行礼 不知天尊有何指教 高一夜微笑道 天尊想问问你们 是否愿意留在高家村 张班主微微一愣 还以为自己 只是被谭立文请来演一场就走的 没想到 对方居然开口挽留 留下当然是愿意的 在这里演一出戏 能得如此多的赏赐 谁愿意走啊 张班主喜悼 我们可以留下的吗 当然可以 高一夜 高家村有许多彩色的民居 可以租借一间 给各位居住 前三个月免租金 三个月后吗 适度收取一些租金便可 至于戏台 你们可以低价租用他的使用时段 例如 租用日落之后的一个时辰 只需要五十个铜钱 张班主大喜 如此豪华的戏台 五十个铜钱用一个时辰 那实在太太感谢了 高一夜微笑 天尊说 你们如果留在这里表演 一开始肯定得到的赏钱多 五十个铜钱不成问题 但是如果长期只会演几个戏 观众们只怕会审美疲劳 用不了多久 就没人来看你们了 到时候租戏台还会亏钱呢 这句话说得张班主心中微微一惊 所以吗 高一夜道 天尊希望你们晚上表演 白天则努力创作新戏 通过不断地推陈出新 抓住观众们的心 同时将陕北道琴这一种艺术形式 进行更高维度的升华 张班主听猛 什么叫艺术形式 更高维度的升华 高一夜贪手 我也不懂 我只是个传话的 天尊的法指 我有很多都不懂的 你们自己好好领悟吧 张班主心中暗想 天尊还真说中了 我们张家班 会演的戏也就几十个 如果是在县城那种人多的地方 我们这几十个戏反复演 总有没看过的观众 但在这个奇怪的小村子里 村民就这么一点数量 我们每天演一个戏 几十天之后就演完了一圈 到时候再演 还有谁来看 难道又夹着尾巴回县城 县城那边的人 吃饭都成问题了 谁还看我们的戏 又去领救济粮吗 不 绝对不要 好不容易在这里演戏 能赚到钱了 死也不要再回县城 张班主内心 有一团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得编新戏 立即编 马上编 正巧 他的眼光扫过散场的人群 有一位道长混在其中 马天正 张班主大喜过望 一个剑步就窜了过去 道长 请留步 马天正几手 施主有何指教 张班主 刚才你也看了 我们表演的陕北道琴吧 马天正微笑 演得真棒 是我教的故事 张班主 陕北道琴 主要都是用道教的故事来编成的戏 而我肚子里没什么墨水 知道的故事也不多 想请道长给咱多讲些故事 我想 将他们编成陕北道琴 马天正心中暗喜 道士也是要传教的嘛 本来就很喜欢给人讲道教故事 既然这位有兴趣听 还打算编成戏来唱给老百姓听 那当然是大善啊 双赢零亏 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是 当然是瞬间达成共识 也不用等明天了 就今晚 马上开始 挑灯夜话去 见到所有人都离去了 李道玄这才关掉了彩灯 将他们从箱子里拿了出来 这玩意儿带电可不敢一直放在箱子里 万一哪个调皮小人手剑 往电线上斩一刀天兔断霸剑 那就说不准闹出什么事来 刚收完彩灯 就见到高家商圈的角落里 有一群人正在懊恼地离开 垂头丧气 与周围欢庆的人群不是很大调 定睛细看 原来是一群劳改犯 这下子 李道玄来了兴趣 干脆紧紧地盯着这群人看 一开始周围还很喧闹 他们说话的声音 李道玄听不清 但等他们走回到劳改村前 周围没有人喧闹了 就能听得清楚了 一个劳改犯信心地盗 哎 别人都在给戏班子打赏 就咱们没钱 是啊 另一个接口道 哪怕我有一个铜钱 我也赏过去了 但是我一个也没有 感觉好没面子 咱们是劳改犯 哪来什么面子 一个人常叹道 都怪咱们当初攻打高家村 那是要人家命的恶行 人家没杀我们 还给吃的已经是天恩 现在也没法抱怨什么 我知道 我也不是要抱怨什么 先前说话的人郁闷地道 只是看到后来的难民做短工 都比我们过得好了 我有点难过 要是当初没跟着重光道乱来就好了 原来你是种家村来的呀 嗯 我叫种高梁 你这名字 种高梁探道 我真的不是抱怨 天尊和高家村的人 带我们不薄 三管事也是个良善人 经常偷偷给我们加餐 我只是 悔恨自己当初走错了道 若是没走错那一步 凭我的力气赚得肯定不比短工们少 哎 是啊 不知道这样的劳改 什么时候是个头 一群劳改犯摇头叹息 钻进了劳改村的塑料房子里 李道玄默默地听到这里 心中默算了一下 嗯 时间不短了 这些劳改犯是1627年农历八九月间 攻打高家村 被抓进劳改村的 现在已经是1628年的农历三月底 他们已经当了半年的劳改犯了 当然了 这个时间对于抢劫杀人未遂这种罪名来说 其实关的还算很短 按现代法律 至少也得关个十年八年的 但是 现代和明末 毕竟还是有些大环境上的差别的 不能完全照搬现代量刑时间 差不多是时候 开始给他们安排一些树立劳改标兵 减刑提前出狱一类的活动 给他们一些希望 提高他们的干净 让他们对生活重拾希望了 第二天大清早 三十二早早地起床了 最近他都起得很早 干活也干到很晚 因为他正在研究一项大事 那就是调整工钱分类 上次行红狼就给他说过之后 他就一直在计划这个 将高家村现在所有的工种都列出来 然后每个工种发放不同品种的物资 如此一来 领到米却没领到油的人 就得用米去换油 领到油却没领到盐的人 就得用油去换盐 整个高家村的物资 就会在内部循环起来 这样才是比较健康的 这可不是个简单事 他得先自己核算一下 每种物资大致值多少钱 然后在发放工钱的时候 才能发出一个合理的数量 免得工人们觉得自己的工钱被刻扣了 正算的头痛呢 高一夜在外面敲门 三管事 醒了吗 天尊让我来给你说点事 三十二精神一震 赶紧过来开了门 不知天尊有何吩咐 高一夜 劳改村那边的杂物 一直都是你在负责的吧 三十二点头 大方向是我在负责的 细节则是交给谭立文去管的 高一夜 那就好办了 天尊说 他记得有五个新来的劳改犯 他们犯的事并不大 好像是 抢了十老四的东西 这事过得还不久 是趴地兔来了之后才发生的 三十二当然也记得 是的 那是发生在大年初一的事情 那五个汉子 打了十老四一棍子 抢了他的食物 后来被趴地兔带人抓回来 就丢进了劳改村里 至今 已有三个月 李道玄心中按赞 这家伙不愧是搞了多年群众工作的 这种破事也记得清楚 我都忘了是大年初一发生的事了 他还记得 一夜 你告诉三十二 这五个人犯的是很小 三个月的劳改 已经算是偿还了自己的罪念 让三十二去搞个隆重点的刑满释放大会 当着所有别的劳改犯的面 把这五个人放了 安排他们到短工村里住下 今后干活工钱照发了 三十二 听完高一夜的转述 脑门一醒 马上就明白了天尊的意思 劳改犯们确实需要一些激励了 一开始 他们吃饱就开心 但短工们到来之后 不光能吃饱还能赚工钱 劳改犯们就开始有点李道玄笑 有点摆烂是吧 可惜明朝没有摆烂这个词 你形容不出来 哈哈哈哈 刚想到这里 就见到三十二摆出了标志性的嘴脸 语气夸张地总结到 安平手道 李道玄道抽了一口凉皮 我擦 这样形容也行 原来古代就有了形容摆烂的成语 可惜我是个大文盲 对不起老祖宗嘛 晚辈今后一定多读点书 为网胜记绝学 三十二 天尊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 该怎么处理 我也有了个想法 马上就去把这是办得妥妥的 高一夜突然压低声道 我偷偷告诉你啊 天尊的表情 好像很难过 三十二 哎 高一夜 就是在你说出安平手道四个字之后 天尊的表情 一下子就变得不好看 似乎有一种痛心 很惋惜的感觉 三十二表情一沉 我明白了 天尊悲悯是人 见不得有人失去生活的希望 所以才对安平手道这个词感到难过 我受天尊大恩 无以为报 只能在这个地方 为天尊多出典礼了 劳改犯们就由我去安抚 绝不能让天尊难过 高一夜点头 那就最好了 三十二精神大阵 干净出来了 这件事居然让天尊感觉到难过了 他身为天尊的头号狗腿 今日必定要拿出浑身解数 让天尊重开笑颜 谭立文 三十二扯开嗓子大叫起来 带上所有帮贤 召集所有劳改犯 本管是要给他们开个大会 谭立文的声音在隔壁响起 东翁稍后 在下马上去坐 没用多长时间 三十二带着师爷谭立文 加上三十几名帮贤 来到了劳改村里 此时还是大清早 劳改村的人也刚刚起床 刚吃完早饭 正打算开工 三十二扯开嗓子 大声吆喝起来 所有劳改犯集合 有重大决定宣布 这一声喊过 劳改犯们倒是来了劲 在高家村劳改了几个月了 从来没被人正眼瞧过 三十二和谭立文 都是偶尔过来 甩一下具今天砍树 今天做家具 来个人砍竹子这一类的话 便扬长而去 没想到 今天居然要开大会 劳改犯们轰的一声就围了过来 李道玄早已经忘了 那五个新来的劳改犯小人 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三十二居然还记得 伸手在人群中一指 你 你 有你 你们五个 初恋 那五人被点到名 一脸猛 甚至有点害怕 怯生生生地走了出来 脸上满是疑惑 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好在三管市为人一向和蔼 并不是那种很凶很恶的坏人 这才让他们心里没那么虚 三十二的语气尽量温和 你们五个 已经做了三个月的劳改犯了吧 五人被问道 赶紧回答 是的 三十二 知道错了吗 知道 五人赶紧道 小人们出到高家村 没有搞清楚 这里是个良善人家的地盘 就拿棍子出来 打人了 抢东西吃 犯下大罪 多亏了天尊人善 高家村的人也人善 在这里 混了三个月的饭吃 我们已经明白了 自己当初的行为 有多么愚蠢 真的不该打人抢东西 只要老老实实进村 老老实实干活 就会有吃的了 三十二 嗯 你们知错了就好 天尊有令 你们经过三个月的劳动改造 已经用劳动 偿还了自己犯下的罪面 现在开始 取消你们的劳改犯身份 恢复为白身 五人听了这话 整个人一猛 随即大喜 恢复白身 就是说 我们干活 不但包吃包住 还能有工钱了 三十二微笑 是的 有工钱了 哇 五个人同时跳了起来 喜不自胜 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只好把旁边的同伴 一把抱在了怀里 三十二道 短工村里 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住宿的房间 你们从今天开始就搬过去吧 至于今后接什么活 做什么事 有多少工钱 那就是 你们自己来决定了 五人欢呼雀跃 被帮贤的领出了场 带着去了短工村 场中剩下的 还有近两百名劳改犯 这些就是 最初攻打高家村的 总光道和郑彦夫的手下了 看着五个刑满释放人员 那开心的样子 这两百人的眼睛 都羡慕得红了 三十二转向剩下的人 你们很羡慕 劳改犯们沉默不语 许久之后 总高粮开了口 是的 羡慕得要死 三管事 我们这些剩下的人 要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自身呢 三十二 你们当初攻打高家村 抱着沙光村里的人 抢光这里粮食的念头 罪孽可比那五人大得多了 这话一出口 近两百名劳改犯 都羡愧地低下了头 总高粮赶紧到 三管事 您误会了 我们并没有把高家村的人 都杀光的念头 正二当家和总三当家说 这村子里面有个 很有钱的大老爷 我们抢那大老爷的钱粮 把普通村民带着一起造反 他们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才会跟着他们一起 进攻高家村 三十二 那王二呢 你们背叛王二 一点意气也不讲的 不少人又羡愧地低下了头 总高粮脸上也有惭愧之色 捏紧了拳头 我们被正二当家和总三当家给骗了 他们说 王大哥被有钱人收满了 偏帮有钱人 直到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才知道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有钱大老爷 只有人善的天尊 还有一群和我们一样的高家村民 这里所有的钱粮 都不是大老爷给的 是天尊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的 我很后悔 真的很后悔 劳改犯们 各个脸露惭愧之色 低着头 不好意思说话 这大约就是王二当初说的 休杀当场吧 见到这伙人确实有后悔的样子 李道玄也决定给他们剪点刑了 一夜上台去 说几句 高一夜应了一声 从场外看戏的站位 刷的一下跳上了台去 站住了C位 虽然你们有悔过之心 但犯的罪孽太重 也不能现在就让你们恢复白身 天尊给你们一个机会 今后谁表现好 力功多 就给他剪刑 剪刑 劳改犯门愣了愣 剪刑就是减短劳动改造的时间 高一夜道 天尊说了 你们犯的罪名叫做抢劫杀人未遂 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一般来说 要劳改至少十年 十年这个词 吓了劳改犯们一大跳 高一夜接着道 但是念在你们 是出犯 受人蛊惑 没有造成高家村的实质损失等 多项情有可原的状况 天尊决定 只让你们劳改一年 众人大喜 一年 我们已经劳改了半年了 也就是说 再有半年 我们就能恢复白身 是的 高一夜道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别的表现 再劳改半年 就可以恢复白身 但若是有人表现突出 立了大功 或者为高家村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就可以酌情减短劳改的时间 太好了 劳改犯们欢呼起来 高一夜转头 对着三十二甩了个表情 然后又退到了后面 换成了三十二 重新站在C位上 三十二举起手 压住了欢呼声 你们都听到了吧 圣女大人亲口转述的天尊命令 你们好好表现 好好劳动 争取早日恢复自身 劳改犯们再度欢呼起来 好好干活 生活一下子就有了希望 看不见尽头的劳改生活 现在有了尽头了 那还不赶紧拼命干起来吗 一大群劳改犯 冲出了劳改村 砍树的砍树 修路的修路 到处都呈现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气氛 三十二心中暗喜 这下好了 大家都有干劲了 这就不算 安平守道 了吧 天尊应该不难过了 他转过头 低声对高一夜道 一夜 看得见天尊吗 他老人家现在开心不 高一夜点了点头 压低声道 天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就像看着自家的孩子长大了一般 三十二大喜 那可真是太好了 能让天尊开心 我顿时感觉 不须此生 与此同时 西安府 行红狼带着自己的部下们 来到了西安府 上一次来西安府是几个月前 当时还好 却没想到几个月过去 这里的情况也大变样了 府城外面的田野里 到处是衣衫褛褛的难民 这些人 应该是连入城睡 都交不起的 所以只能在城外的田野里 横七竖八地躺着 行红狼心中暗惊 西安都这样了 不知道我带来的糖 猪油 巧克力一类的东西 还卖不卖得掉 他走到城门 交了入城睡 那守门的士兵 想来检查他的货品 对不对路 行红狼手腕一翻 一块银子递过去 守成兵就翻了翻最上面的糖袋子 挥手放行 是卖糖的正经商人 放 行红狼一行人 便轻易地进了西安府 走进城里 情况依旧不乐观 大街小巷上 到处是难民 沉重压抑的气息 在整个城市上空飘荡着 行红狼心想 这次完蛋了 我的货多半要卖不掉了 来到了熟悉的市场里 绕过前面那些卖正经货的商人 到了市场一个阴暗的角落 每天固定的时间 这里都会有一些 在等着稀罕货物 或者不合法的货物的人 通常都是来自 各个有钱人家里的管事 行红狼一到 这群管事就激动起来 瞧瞧谁来了 勇记行红狼 嘿 等你好些日子了 上次的巧克力还有货吗 上次那种白色的金糖 我家主子很喜欢 爷 我这里要一百斤 批发商也来拿货来了 一群人轰得一声围过来 准备抢货 行红狼心中暗想 外面难民遍地 我还以为奢侈货不好卖了 没想到你们这些人 还是一样的 有钱人和穷人的悲喜 并不相同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赚有钱人的钱 行红狼可是一点 也不会心思手软的 金糖和巧克力价格 直接拉高两倍 喂 你这报价 怎么比上次高了这么多 一个小商人家的管事 扛不住了 行红狼翻了翻白眼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老娘跑这一趟 或是拿命跑的 老娘的命 不得多值得钱 秦王府的小财买大笑 说得对 外面兵荒马乱的 还能送来这些好东西 那肯定该贵一点 买不起的滚一边去 这些好货 咱们秦王府要了 好一阵子闹腾之后 行红狼的 火出了个七七八八 从市场里钻出来 精神头还挺好 让38名部下 继续卖尾货 他一个人溜达向了官方 他还有天尊给的任务 在身 要弄一个火要做回去 西安城的布局 是典型的方格子布局 一格一个功能 而西安城的官方工匠们 都聚在一个方格子里 那里也就是官方工房之所在 这里的管理很严 整个方格子 只有两个出口 都有人守着 行红狼只瞥了一眼 就感觉出来了 想把火药座 从这里带出去 只怕不容易 正巧一个轮班将 从方里走出来了 行红狼赶紧跟上了去 到了小巷里 先扔出一把铜钱 老兄 我想和你打听个事 那轮班将收了钱 大喜 大妹子 你有什么事只管问 行红狼压低声道 老娘要做一把鸟枪打鸟 想找个火药做帮忙 这话一说 就吓了轮班将一大跳 马上就明白了 眼前这女人 可不是什么正经路数 转身想走 行红狼横身挡在她面前 左手扶在了腰刀上 右手又递上了一块碎银子 这意思就很明显了 帮忙就接钱 不帮忙就接到 自己选吧 轮班将赶紧收下钱 表示了态度 这才压低声道 自从京城发生了一次大爆炸 咱们西安这边 对火药的管理变得非常严 轻易不让人碰到火药 大妹子 您这事 只怕很难做得成 行红狼皱起了眉头 不让人碰火药 那火药座呢 轮班将低声道 火药座还是能接触到的 只要他手里没火药 要出来逛的街 溜个弯什么的没问题 但出不了城 这几年著作将逃亡的太多了 官府怕火药座也逃了出去 将他们看得很紧 行红狼这下明白了 碰不到火药 出得了方 出不了城 是吧 轮班将点头 是的 很好 明白了 行红狼又摸出一定碎银子 摆在他手心里 还想赚钱步 轮班将猛点头 想 非常想 行红狼摸出一定无两重的好银子 在他面前晃了晃 把火药座从方里 请出来和我见个面 这定银子就是你的了 轮班将大喜 这么点小事 给我这么多银子 大妹子 你可别说话不算 行红狼冷笑 你看老娘这样子 像是说话不算的人吗 跟你讲 凡是说话不算的人 被老娘碰上 一刀一刀 都送去见阎望远 这话够凶悍 但却让轮班将感到安心 那好 大妹子你到前面 拐脚那茶楼等会 我去把火药座拉出来喝个茶 他转身要走 行红狼突然叫住了他 对了 你是个什么匠 轮班将有小点尴尬地抠了抠头 我是个灯匠 没啥用的废物 行红狼明白过来 哦 做灯的呀 圣堂之时 长安繁华 接上灯红酒绿 灯匠还真是挺牛逼的一种匠 有很多活可做 但是到了现在 长安已经改名叫西安 不再是盛世模样 反而像个末世一般 灰暗沉重 灯匠已经落寞许久了 行红狼低声道 想出去闯一闯 赚更多的钱吗 灯匠摇头 我哪来这本事 行红狼刷得又扔给他一块银子 拿去交了接下来十年的匠班营 然后跟老娘走 老娘带你 去那热闹繁华的花花世界 狠狠地赚一票 灯匠大喜 大妹子 茶馆等我 我去交了匠班营 然后请了火药座来 就随你去闯一闯 行红狼去了茶馆里 坐下 有一口没一口的喝茶 不一会儿 那灯匠还真带了的男子过来 看起来约莫三十几岁 衣衫破烂 满脸皱纹 看来这个就是火药座了 到了茶馆里 两人随便找了一桌坐下 火药座一脸好奇的表情 老哥 你突然在哪里发了财 居然一口气交了十年的匠班营 恭喜你 这接下来十年 你就快活了 唉 你还有钱请我喝茶了 真是厉害 灯匠摊手 我带你来这里 是要带你见个人 他话音刚落 行红狼就碰得一声 坐在了两人旁边 他块头很大 坐下来这一下 差点把板凳给坐塌了 只嘎一声响 吓得火药 坐差点向后跳开 直到看清是个女人 他才稍稍松了口气 行红狼一身的陆林气息 说话可不拐弯抹脚 直接道 老兄是做火药的 火药座见这女人不是普通人 得罪不起 赶紧道 小人名叫徐大福 是个火药座 生活过得如何啊 行红狼道 吃得饱饭 穿得暖衣吗 这是一上来就捅到啊 徐大福整个人一僵 脸上表情难过 想跑步 行红狼说话一向很直 这些年 著作将的 逃亡情况很严重 你有没有想过逃跑 徐大福吓了一跳 眼神中飞快地闪过一抹警惕 低下头道 不想逃 小人从来没有想过逃 只想安安稳稳做个火药座 为官家出力 行红狼乐了 江湖走得久了 像他这种细微的表情变化 哪里逃得过行红狼的眼 这人很明显想逃 但可不会随便对着什么人 都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自己是官府的人 派来试探他的 他要是说 想逃 搞不好立即被拖回去暴打 行红狼 不瞒你说 老娘不是正经人 这话又吓了徐大福一跳 灯将其实也吓了一跳 但他早有猜测 倒是比徐大福好一点 行红狼 老娘是个卖丝严的 而且是带刀 要拒捕的那种 带刀 会拒捕 那就不是普通小丝严犯了 而是严肖 这可不得了 杀人都不带眨眼的 两个工匠吓得不轻 行红狼 告诉你们这个 只是想说 老娘不是官府的人 你不用怕 可以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徐大福一生胆小甚微 哪会这样就轻信于人 胆子不小的人 不够慎重的人 可做不了火药做这工作 早就因为粗心大意被炸死了 他摇了摇头 我真的不想逃 行红狼 行 明白了 跟我来 带你们去看个乐子 他站起身来 迈步就走 两个匠人在背后对视了一眼 互相甩了个询问的眼神 然后怯生生地跟了上来 行红狼没有看错 他们虽然 不敢相信他 但却不想放过能翻身的机会 硬着头皮 也要把这件事跟进下去 行红狼 带着两人左拐右拐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市场 又钻到市场角落 他的38名部下 正在这里轻尾货呢 雪白的好盐 正在用低于官盐 两成的价格出售 行红狼一过去 就问道 我们的盐卖得如何了 一名部下笑道 快清空了 行红狼点头 很好 他转过头来 对着两个匠人道 看到了吧 我是做什么的 两位工匠再一次对视了一眼 徐大福他突然扑通一声 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求各位好汉 带我逃出西安 现在的日子 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行红狼黑黑黑地笑了起来 就等你这句话呢 徐大福 城门看得极紧 小人很难出去的 不知女好汉有什么好办法 死 行红狼黑黑笑道 死一死 就能出得去了 徐大福大惊 哎 行红狼道 城中这么多难民 要找一具饿死的尸体不难 今晚 咱们伪造一场抢劫杀人 你徐大福被贼人在小巷里给杀了 连也被砍懂了吗 徐大福恍然大悟 懂了 我全懂了 当天傍晚 西安城中的一条小巷里 发生了谋杀案 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 被人砍死在小巷中 凶手非常凶残 在苦主身上砍了几十刀 尤其是脸部砍得最凶 整张脸都砍得稀烂 巡城的打根人发现了尸体 赶紧报官 官府不知道死者身份 只好清查城中居民 寻找苦主 最后听说 官方里有一个叫徐大福的火药做不见了 赶紧请匠师来认尸 匠师一眼就认出了 那尸体穿的是徐大福的衣服 在他衣兜里 还摸出了徐大福的钱袋 当然 钱袋是空的 于是苦主确定了 捕快开始寻找线索 抓捕凶手 不过 这苦主是个一穷二白的火药座 他还懒得为了他的事拼命去破案呢 随便走个流程 就滑掉滑掉吧 就在城里玩破案游戏的同时 行红狼带着38名部下 一个灯匠 一个火药座 正准备离开西安 两位匠人也穿上了和他的部下们一模一样的衣服 看起来就像跑上了商贩 一行人穿街过巷 向着城门走去 走着走着 行红狼突然看到 路边有一个人正在卖一柄巨大的后备大砍刀 这刀比普通的大砍刀长了一截 不宜和大多人使用 行红狼的脑海里 飞快地闪过了高出五那巨大的身躯 你这刀多少钱 三罐 我要了 行红狼谈好了生意 付了钱 将刀拿过来往背上一背 再转过身 就发现38名部下 全都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行红狼怒 你们看什么看 老娘买把刀有什么好看的 你们这古怪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老猪开口道 老大 这把 您来说 会 碰 行红狼一拳 累在了老猪的头顶上 将他累得抱头蹲了下去 谁再提一句这把刀 我打得他妈妈都认不出来他 38名部下 琪琪捂住了嘴 老大脸皮薄啊 开不起玩笑的 静声静声 行红狼一伙人 无惊无险地走出了西安府城的大门 徐大夫很害怕被盘问 但实际上 守门的老兵根本没来理会他 最近这些天 难民太多了 进城出城的人多得像在逛菜市场 老兵根本没心情来一个一个的查验身份 后来问了一句 从行红狼手里 接过一块碎银子 便立即放行 徐大夫这才发现 逃亡没他想象的那么难 原来 官府的力量已经弱到这个地步了 或者说 官府早就已经对他这样的人 无暇顾及了 这一辈子 还没走出过西安府一步 当他走出城门的一那瞬间 只感觉天高任鸟飞 有了一种解脱的快感 就和半年前 铁匠李大走出城城现实的感觉 一模一样 出来了就不安全了 行红狼大笑 陕西全境 到处是贼 你们可要做好思想准备了 我们说不定得一路杀回去 这一句话 又吓了两个匠人一大跳 出了西安 先过为难 在这里还算平静 但当他们 走到大立县时 前方山道响起鼓嗓之声 一伙人数过百的山贼 挡在了路中间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行红狼扬刀怒吼 老娘是永济行红狼 不怕死的 就挡在前面 永济行红狼 山贼们一听这名字 就吓得顿作鸟兽散 哼 一群鼠辈 行红狼道 走吧 继续前进 两位将人这一下 也算是开了眼界 这女人只甩名字出去 就能吓退上百贼人 在江湖上鸣声这么响 感觉抱到了粗大腿啊 跟着她混 说不定真的能发财 一行人小行夜宿 飞快地过了大立县 继续向北 前面就是城城县 与大立县的戒备了 眼看要过境 前方呼啦啦又跳出来一队官兵 为首一人 正是新任巡检方无上 骑在马上 跃马横枪 指着行红狼一伙人道 你们是什么人 行红狼 我是唐商 唐商 方无上斜眼 我看你们这伙人 各个凶悍 不像唐商 倒像是严商 这一句话 吓了大伙一跳 不少人的手 再往刀柄上移 行红狼随手从手下肩上 取了一个担子过来 递了上去 官爷 我们带着刀剑 那是为了自保 你也知道外面不太平 至于我们卖的什么东西 还请明察 这担子里 还有残留的糖粒 方无上用枪挑起担子 滑到面前 伸手在那竹篓的边角里 挑起了一粒白色的精力 放进嘴里尝了尝 甜的 行红狼又递了一定银子上去 拿开 方无上推开了行红狼的银子 哼了一声 别把老子和那种坑蒙拐骗 吃拿卡药的闷耸混为一谈 老子是靠本事打天下的 说完 让开了道路 郑郑津津做生意 别动歪脑筋 行红狼收起银子 带着手下经过 方无上在他们背后又吼一声 若是有贼寇的消息 立即上报官府 老子好去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行红狼回过头来 深深地看了方无上一眼 抱了抱拳 这一次抱拳里 多了一分敬意 一行人继续向着高家村前进 老朱凑上前来 那心愿巡检 好像是个实在人 行红狼低声道 人还算实在 就是太粗了 这种人活不长的 你看 他只检查了 我们一个担子 尝到了糖 就放行了 若是再多查两个 就会查到盐 老朱点头 老大所言 即是 这人活不长的 不死在贼寇手里 就会死在官府手里 嘿 进入城城县了 大伙也算松了口气 这里的治安状况 还真是比周边别的县城好得多了 这大约就是高家村不断地通过粮食咸 来向外发放粮食带来的好处吧 老百姓只要有一口吃的 就不会铤而走险地 去搞那些造反杀头的事 行红狼走的路多了 对这天下的形势也越来越清楚了 天尊守护了一方 保住了他们的平安喜乐 但是天尊没有庇护道的地方 却是一副地府景象 这是高家村里面 那群快乐的村民 根本想象不到的 扭过头 看了一眼跟在队伍中的火要座 心想 天尊指明典性的 要火要座 应该就是为了打出来 要让高家村的快乐 覆盖整个世界 必须要打出来 将这世间妖魔鬼怪 一扫而空 行红狼不禁捏了捏自己的拳头 若是天尊真的干 小女子愿笑全马之力 三十二遍 作家说 刚才公公对了一杯柠檬水来喝 那柠檬切开来看 里面的纹路 居然摆成了一个家号 此乃天意 只好加羹了 清晨 李道玄早早地坐在了箱子前 手上捧着一龙蒸饺 刚把一只饺子丢进嘴里 就听到降警的方向 响起了欢呼声 成功了 我们终于成功了 寻着声音看过去 就见到三个小人正在降警中间欢呼雀跃 很兴奋的模样 李道玄拿出放大镜 对着他们的脸看了半天 却不认识这三个小人 叫不出来名字 正在考虑 要不要去叫高一夜来问问 就见到降师高一一 走了出来 对着那三个人嘟咙道 大清早的 你们三个鬼叫什么呀 三人一脸兴奋 降师 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 天尊上次 交给我们的仙尼配方 我们终于做出来了 这一句话倒是让李道玄一醒 对了 上一次行红狼感叹说 水泥路很好 要是全天下都铺满 很方便跑伤 李道玄就拿出了水泥配方 让小人们自行研究 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就成功了 好吧 古老水泥的配方本来就不难 只需要石灰 黏土和水 这三种材料 自己又直接提供了制作方法 难怪小人们搞定得这么快 高一一祈祷 先你成了 我看看 那三人是三个泥水匠 捧出一个小盒子来 盒子里装着一块 已经凝结干燥的水泥 高一一伸手敲了敲 不错 果然是成了 他有点高兴 但却不像李道玄那么高兴 因为他受限于时代 还不知道搞定一个科学发明 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三位完成了天尊给予的任务 应该重赏 高一一拿出了点降师的职权来 回头我会向三管市汇报 给你们一人发一百斤猪肉 三个泥水匠大喜 一百斤猪肉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很厚重的赏赐了 十分满足 李道玄心里却在想 这可不够 虽然自己提供了配方 帮他们做了币 但三位泥水匠 依旧算是 做出重大科学发明 可不能只讲一百斤猪肉就了事 得给他们超级厚重的重赏 才能树立典型 让所有村民知道发明创造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可太重要了 西方科学在一段时间内突飞猛进 超越了东方 就是因为西方的科学家受重视 一个发明创造 就能发大财 还会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被人尊重 而东方的科学家 发明出新东西 却不受重视 别说发财了 甚至连毛都捞不到一根 那双方的科研积极性 当然不一样了 这就使得西方完成了弯道超车 在后面很长时间内 都在科技一项上遥遥领先 看来 又得出动自己的大银链子了 银链子上取下来的那一枚银环 现在还没剪完呢 请教书的王先生时 剪下来了两小粒 后来买书局又剪了几小粒 但消耗甚小 那大银链子上 才只剪了很小很小的一个缺口 咔嚓咔嚓三剪下去 又剪下来了三颗很小的银链 这才将视线移到望楼上方 一夜 起床了吗 呀 天尊叫我 高一夜从屋子里啪哒啪哒地跑出来 冲上了阳台 仰头看着天空 李道玄感觉到 他脸上怎么有点花 把摄像头 画面放大 结果就看到高一夜 居然顶着一双黑眼圈 一副熬夜没睡觉的模样 你这是怎么回事 高一夜 嘿嘿 小女子昨晚熬夜画画了 李道玄 高一夜 看了天尊赐下的杨家将 小人书之后 小女子感觉 那个好有趣啊 然后就想 自己也画一个故事 昨晚点着灯画呀画呀 一不小心就画到天亮了 李道玄哑然失笑 原来如此啊 这种事倒也正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嘛 喜欢画画 也算是正经爱好 自己倒是不必过多干涉 还有精神办事吗 有精神 少女跳呀跳 跳给李道玄看 您看 我可精神了 随时都能完成 天尊教给我的任务 那行吧 这里有三个营求 你让三十二来搬去 一会儿高一一会来找三十二汇报泥水匠的工作 就让三十二重赏三个泥水匠 并且将他们封为科研镖兵 传遍全村 今后若是有人做出重大发明 都可得到重赏 高一夜系好了 又啪哒啪哒地跑下楼 找三十二去了 这小妮子 还真是精神 李道玄心里突然有点好奇 小妮子在画什么画呢 有点想偷看 别 偷看别人的东西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不一会儿 高一夜传完话了 三十二充分领会上议之后 也来了精神 通知所有村民 今天的工作完成之后 傍晚时分 都来高家宝大门前 开表彰大会 行红狼带着徐大福 灯将 还有三十八名部下 小型夜宿 辛苦跋涉 傍晚时分 终于回到了高家村外 私盐贩子们也走得累了 看到前方远远的高家宝墙 不禁欢呼起来 终于到了 又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 行红狼也有点小开心 伸手摸了摸背上的后背大砍刀 嘴角微微翘起 但马上又压下 转头对两位工匠道 到地方了 在这里 你们的记忆 肯定能帮你们发大财的 两位工匠一路上 已经见识了行红狼的本事 对他说的话 有了一定的信任度 但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 却不太信任 区区两个匠人 真能发财 徐大福向前眺望 这个村子好大 灯匠也点头 看这一大片房子 人口少说也上千 不过 两人毕竟他们来自西安府 那可是超级大城市 对于热闹拥挤的人潮什么 早就见怪不怪 就算这里人口上千 两人也不觉自己有多少发财的机会 一对修路工人 从大伙身边经过 工人们还对着行红狼挥起了手 女好汉 您又回来了 太好了 这些天我又存了不少盐 就等您回来收呢 行红狼黑黑笑 最近卖言不好办了呢 新来的巡检方无上 查得可言了 我下一趟只卖堂 那工人大惊 啊 别理他 他钻前眼里去了 另一名工人笑了起来 女好汉 你回来得正好 三管市通知了所有人 今天傍晚十分收工之后 在主宝大门前开表彰大会 您正好能赶上这个会 行红狼大骑 表彰大会 什么东西 工人们摇头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去看看就知道了呗 这倒也是 看了就知道了 行红狼对身后的两位工匠 和部下们招了招手 走走走 都去凑个热闹 一行人便和修路工人一起 向着主宝而来 此时主宝大门前 已经无比热闹了 从短工村和劳改村过来的人 在主宝前站了个里三层 外三层 行红狼一伙人到来时 根本没位置给他们立足 只好站在外围 抬头眺望着宝墙 只见宝墙上站着三十二 还有顶着一对黑眼圈 明显没睡好的圣女高一夜 旁边还站着三个穿着工匠服装 一看就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普通人 灯匠和徐大福出来乍道 什么也不懂 看着身边欢快的人群 心里有点慌 这个村的人怎么回事啊 西安府那边难民满街都是 整个城市都灰暗压抑 这个小村子 怎么人人脸上带笑 气氛热烈 太奇怪了 他们游目四顾 借着夕阳 能看到高家村周围大片的麦田 已经到了快要收获的时节了 麦穗饱满 显然是要丰收 看来是因为这里没遭旱灾 庄稼长得好 他们才笑得出来 就在这时候 墙上的三十二举起了手 做出了一个向下压的动作 村民们马上会议 瞬间停止了议论 整个场面安静了下来 徐大福和灯匠两人 也赶紧拉长耳朵 提高警觉 神经细胞 全面戒备 看看这个表彰大会 究竟是个什么鬼 三十二扯开了嗓子 大声道 今天早上 三位泥水匠 为咱们高家村 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他们终于调制 成功了仙泥 从今以后 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仙泥了 仙泥意味着什么 高家村的村民们 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们中不少人 都参与过修路呢 连现在名团里 耍宝的趴地兔 都曾经参加过修路队 众人短暂地愣了愣之后 一起欢呼起来 我们居然能自制仙家秘宝了 太厉害了 徐大福和灯匠两人 听得一脸猛 仙泥又是什么东西 什么自制仙家秘宝 扯什么蛋呢 三十二岛 现在有请三位泥水匠 出来给大家说两句 三个泥水匠 怯生生地站到了C位 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匠人 平生还没参加这么大的场面 看到宝墙下面上千村民 心里就慌得不行 有两个人话都不敢说半句 只有一个胆子大点 向前走了一步 一开口说话 第一个字就破音了 大哑咳 吞口水 重新调整情绪 再来 大家好 那个 我们本来只是 很普通 很穷的泥水匠 承蒙天尊看得起 收留我们在这里吃得好 睡得香 还赐给我们仙泥的配方 我们照着天尊给的配方 调制出了仙泥 其实 我们也没什么功劳 一切都是天尊所赐 徐大福低声道 是三个泥水匠啊 灯匠低声道 虽然不知道仙泥是什么 但似乎是一种很厉害的泥 徐大福 做出厉害的泥 有什么厉害的 还不是上面的人随便点点头 随便给点残羹冷饭 这事就过去了 灯匠低声叹道 是啊 五年前我做了一盏很漂亮的灯 秦王府的管事很满意 当时就夸上天哪 然后 赏我了二十个铜钱 徐大福叹道 你是轮班匠 给秦王府做事 还能有额外的赏钱 像我这种助作匠 做多做少 都只有那点死工钱 这时候 高一一上台了 带着一群帮贤 抬着三大盆猪肉 三十二大声道 鉴于三位泥水匠 做出的重大贡献 由匠师高一一 亲自给他们三位 颁发匠景特别奖 每人一百斤猪肉 哇 台下观众惊呼起来 一百斤 这个数字是真的不得了 一百斤肉要吃多久啊 吃不完做成腊肉 那也不得了 徐大福和灯匠两人 更是听得整个人 都要发红眼病了 这村子什么情况 泥水匠发明了一种好用的泥 居然就给一百斤肉 额得个老天爷啊 我们在西安大繁华的大城市里 做出了上面的大老爷 满意的东西 也不过区区几口饭的赏赐 三个装满猪肉的大盆子 摆到了三人面前 三个泥水匠 没完呢 三十二又开口了 刚才颁发的是匠景特别奖 接下来 还要再颁发天尊特别奖 天尊老人家亲口说了 凡是为咱们 做出重大的科学贡献 重大发明的人 今后都有机会得到这个奖 赏他们一人一枚大银球 三枚人头大的银球 被摆到了三个泥水匠的面前 白花花的银子 闪亮亮的光 瞬间亮瞎所有人的眼 这他瞄的是银子啊 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比猪肉震撼得多 这赏赐一出手 所有人都惊恶莫名 虽然早就知道 天尊重视工匠 但现在 看到三个原本贫穷的工匠 一下子得到三颗巨大的银球 转眼间就成为了超级富人 他们这才知道 天尊重视到了什么地步 三十二大声道 大家都看到了 若是有人做出了重大的发明创造 就有机会得到天尊特别奖 一个发明创造 就能让你 负劣淘白 众人没有欢呼 但不少人却暗暗地捏紧了拳头 原来还有这样的发财之路啊 那我可得想想办法了 新来的徐大福和灯匠 惊得下巴都 差点掉到了地上 人群中的李大 默默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弹簧 他的弹簧研究还未成功 天尊那个巨大的仙家弹簧 一旦减下一劫来烧红重新断打 就会失去弹性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进度死死卡住 颇有点崩溃 几度想要放弃 但现在看到泥水匠的成功 他心里倒是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 我得努力 拼命 一定要成功 一旦成功了 可不是摆脱 降级这么简单了 我也会得到大赢球 变得比以前遥不可及的大老爷 更加富有 逆天改命的机会就在面前 必须紧紧抓住 李大从人群中退出去 返回了自己的铁匠铺 站到了炉子前面 再次拿起了弹簧 左看 右看 旋转着看 我的亲爹 要怎么才能让你恢复弹性呢 表彰大会结束了 帮行们帮忙 抬着泥水匠的后上 帮他们送回屋去 看热闹的村民们开始散去 哦 不对 并不是散去 而是开始向着山坡上的高家商圈涌去 高家村现在已经开始有夜生活的雏形了 日落之后 村民们不再马上睡觉 而是会跑去高家商圈里 看一场陕北道情 李道玄也出手了 又把彩灯从天上放了下来 搭在了戏台上 打开开关 彩灯立即开始闪动 将整个高家商圈映照的五颜六色 仿佛敌视科武厅 白公子一马当先 跑得飞快 要给他母亲占位置呢 不然母亲的大笔都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三十二也赶紧牵着女儿的手 向着山坡上狂奔 大群村民向着山坡上狂涌 跑得越快的 越能站个好位置 这种狼奔使徒的场面 让新来的徐大夫和登将 再一次看得满脸猛逼 这村子怎么回事 天黑了还玩赛跑吗 你们对着山坡上跑个什么劲 行红狼和四眼贩子们 其实也猛了 他们上一次离开高家村时 张家班还没来 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干嘛 身边不断有村民跑过 仿佛被怪兽追赶似的 这画面就很有喜感 行红狼转头看了一下 闪着五彩怪光的高家商圈 发生了什么 面前跑过一条壮汉 正是高初五 对着他咧开了大嘴 啊 行姑娘回来了 来得正好呀 走 咱们一起去看戏吧 看戏 行红狼心中暗骂 你就这样直接地 邀请一个女子去看戏 你到底知不知道 邀请女子去看戏 是什么情况 她正在想东想西呢 高初五一把抓住她胳膊 拉着她就往山上狂奔 来不及了 好位置要被别人占光了 那家伙脚步贼大 一步就能跨出别人两步的距离 行红狼被她一拉 整个人都差点频频飞起 这一下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赶紧迈步跟上 生怕自己脚步慢了 被她真的拉得飞了起来 那可就丢人了 江湖上谁不知道 她勇计行红狼的大名 只有她拉着别人飞 没有别人拉着她飞的道理 这下子有点斗气成分了 行红狼迈开双腿 跑得飞快 一眨眼功夫居然跑到了高出五前面 高出五 咦 行姑娘这么快的 那我可不能输了 她也使出全力狂奔起来 两人这一下都拼了 那速度简直可怕 仿佛两辆动力拉满的火车头 轰隆隆的 带着一路烟尘 冲上坡去 跑在最前面的白公子 瞬间就被超过 气得她直跳 抢得堪戏位置 至于吗 我答应过 母亲要给她站个最好的位置 你们怎么能这样 呀呀 气死我了 行红狼就这样跑掉了 一群丝颜贩子 当然要跟上 结果徐大福和灯匠两人 居然没人理会了 两人出来炸到这个奇怪的地方 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甚至不知道在哪里找饭吃 哪里找地方睡觉 茫然站在汹涌的人群里 手足无措 发了好一会儿猛之后 两人还是决定 跟上人群 反正人群去哪里 我们跟着去哪里 应该不会错吧 这时候 李道玄已经挂好了彩灯 正看热闹完呢 从她的视角能清晰地看到小人们的流动 大群小人已经围在了戏台前面 但是有两个小人没有紧跟上前面的人流 远远地拖在后面 不敢凑得太近 似乎正在尬聊些什么 李道玄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两个是野生小人 他们背着包裹 看起来风尘仆仆 很明显 是才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来的 出来乍到 不知道高家村的规矩 所以显得格格不入 兴趣来了 想听听他们在说啥 但是高家商圈里太吵 小人们的嘈杂声汇聚在一起 想单独听某人说话 还真不容易 李道玄拿了个钮扣式小麦克风出来 摆在了两人身边的街道上 徐大福和灯匠两人 正站在商圈的路中间发呆 突然听到身边似乎有什么响动 转头一看 却只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奇怪东西 靠在墙边 别的什么也没看到 两人把注意力又转回来 这里最惹人眼球的 就是戏台上 那不断变换着 颜色的五彩灯光了 灯匠远远看到那怪灯 不禁惊叹 这些灯好厉害 怎么做到一闪一闪 还轮流闪动的 我虽然能做出彩灯 却不能让他们闪 李道玄听到这里 心里疑了一声 这个人会做灯 灯匠吗 有点用啊 高家村刚刚开始萌发夜生活 现在全靠着我的五彩灯来点缀商圈 每天晚上都要我来挂灯 挺烦的 如果天黑了 小人们自己点灯 那就方便多了 徐大夫道 这个市场好奇怪 除了戏台周围一圈五彩灯之外 别的地方都没灯呢 黑漆漆的 灯降点头 确实挺怪的 如果是我来给这条街安排灯具 我会在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这几个地方都点缀上灯笼 还有这个地方 要挂起死风灯 这里要挂彩灯 嗯 哇 这里有个青楼 这青楼的门口 起码应该挂六盏彩灯啊 李道玄听乐了 很好 非常好 看来我的彩灯离退休不远了 正想喊高一夜过来传话 突然发现 高一夜正和三十二的女儿坐在一块 两个小姑娘 很开心地看着陕北道琴啊 现在把她拎过来传话 会很可怜吧 先不急 徐大夫和灯降两人 在高家商圈里转起圈来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 这个街区 其实没几个店在营业 只有一个书店 一个米粉店 已在正常营业了 别的店面全都没有人在使用的样子 最后转来转去 还是转回到了戏台前 站在劳改犯们的后面 远远地看着戏台 一场戏表演完 欢呼声四起 村民们又开始向着看台上扔赏钱了 两个工匠吓了一大跳 这里的村民好有钱 给赏钱给的好多啊 碎银子和铜钱 像下雨似的往台上落 转眼功夫 戏班子就大赚特赚了一票 徐大夫不禁低声道 这里不对劲 刚才三个工匠赚疯了 现在小小戏班又转风了 这里的穷人 好像活得很不错 灯将蒙点头 我也发现了 陕北道琴表演完毕 散场了 喧哗热闹的人群 开始退去 行红狼一天到晚忙于跑伤 还真是很少有坐下来看的戏的时间 这一场戏曲 看得他还挺开心的 也跟着人群往台上扔了一小定银子 等到结束了 还有点意犹未尽 站起身来要走 才想起来 身边还坐着个憨憨 两人居然 还真的肩并肩地坐着 一起看了一出戏 搞得像在那傻一样 行红狼突然生气 老娘可没答应 高初五 你没答应啥 行红狼 哼 哼完之后 又想起了什么 反手摘下背上悬挂的后背大砍刀 这把刀 感觉很适合你 给你用吧 咦 高初五大喜 行红狼又怒 你在瞎开心什么 这把刀 不是你想的意思 高初五 我刚才想了什么吗 行红狼 尴尬 诡异的尴尬 好几秒后 行红狼发现 完全没必要尴尬 这憨憨根本没想歪 也没看出来 自己在尴尬什么 所以不需要尴尬 他哼了一声道 这把刀 是你上次帮了我 我给你的谢礼 没有别的任何意思 懂了吗 高初五咧开大嘴 懂了 但是我不能要 行红狼怒嘲瞬间续满 为什么不要老娘送的东西 高初五 我送你巧克力 你都不收的 所以你送我大刀 我也不能收 行红狼咔嚓一声 捏响了手指骨 明天单挑 这把刀 我输了你就付钱 高初五吓了一跳 你不会还有伤在身吧 行红狼 老娘的伤早就好了 明天公平决斗 高初五 好 两人在这边闹腾得开心呢 另一边 高一夜看完了戏 正打算回去继续画他的小人书 突然听到天尊的呼唤 一夜 高一夜赶紧仰头 天尊有何吩咐 李道玄 跟着散场的人走 外面的街道上 有两个新来的人 正茫然不知所措 你去找他们聊聊 高一夜笑道 好脸 我马上去 他在散场的人群中 蹦蹦跳跳 穿梭起来 三十二的女儿 今年十二岁 跟着高一夜后面像个根屁虫 也蹦蹦跳跳地跑 两个女孩子一转眼 就跑到了两个工匠的面前 这时候 徐大福和登匠两人 还在可怜巴巴的东看西看 想在人群中找到行红狼 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他们乃知道 行红狼正在前面和高初五约架 根本就没走过来的意思 两人正六神无主 就见到两个女孩子 前面一个大点 后面一个小点 笑嘻嘻地跑到了两人面前 前面一个女孩子 还顶着一双黑眼圈 看起来熬了好几天夜的模样 找到你们了 两个工匠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姑娘 你找我们 高一夜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是啊 找你们 两个工匠好奇地看着他 先打量了他的衣服 虽然不华丽 却是棉衣 比穷人身上穿的粗麻布衣可好多了 而且衣服也很干净 不沾泥 说明这个女孩子 并不需要下地劳作 这至少也是富户的女儿 两人不敢造次 赶紧对着高一夜行礼 姑娘有何指教 高一夜揉了揉黑眼圈 你们中间有一个灯匠 灯匠移了一声 小人就是灯匠 您是怎么知道的 高一夜 当然是天尊告诉我的了 两个工匠心里都想 天尊 就是刚才给三个泥水匠 发了天尊特别奖的那个天尊吧 好像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大老爷 被他看中 马上就能赚大钱的样子 想到这里 灯匠一下子就开心起来 我被点名了 哈哈哈哈 我被点名了 赶紧摆出讨好脸 姑娘 不知道天尊有何吩咐 高一夜指了指高家商劝 你也看到这条街 现在是什么模样了吧 到处都黑漆漆的 也没个漂亮的灯 天尊需要大量的灯 把这一片全都照亮 灯匠精神大振 原来是这事 嘿嘿嘿 高一夜侧耳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笑道 天尊说了 包吃住 三两银子一个月 为高家村做灯 你要干嘛 三两银子 灯匠听到这个工钱 差点当场跪下磕头 他一个区区灯匠啊 玩竹子和纸的破工种 以前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什么时候见过三两银子的巨款 听到这个数字 甚至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用力在耳朵里挖了挖 挖出来好大一块时 这一下子 感觉自己的听力通透些了 再问道 三两 真的三两 高一夜笑道 还能骗你不成 咱们高家村的工匠 工钱一直都不低 你若是答应了 便去找三管市报道 三管市 就是先前在宝墙上发奖的那位 是的 灯匠欢呼一声 撇腿就向着主宝的方向跑去 把徐大福都给忘了 这下子 尴尬的就是徐大福了 不知道该不该追着灯匠去 还是留在这里寻找行红狼 当真是左右不是人 李道玄见到这个人 彷徨无助的模样 倒是有点小兴趣 一夜 问问他是干嘛的 高一夜如实转述 徐大福被问到职业 心里有点慌 他可是著作将 而且是朝廷看得很严的火药座 自从京城发生大爆炸之后 玩火药的人都被官府看得很紧 在这里自曝身份的话 会不会被扭送官府啊 玩火药 让他养成了谨慎小心的性格 还真是不敢轻易自曝家门 犹豫了半想 嘟嘟浓浓地说不出来 正在这时候 行红狼来了 旁边还跟着个高出五 两人一边走 一边大声商量 明天什么时候约假 走到高一夜和徐大福身边 行红狼一了一声 一拍脑门 呀 徐大福 我把你们两个给往这里了 灯匠呢 跑哪儿去了 徐大福苦笑 灯匠找到了活干 去主堡找三管事了 行红狼笑 你苦着脸干嘛 你不用害怕找不到活干 你可是天尊指明药的人 他转向高一夜 笑道 圣女 麻烦你告诉天尊一声 这个人是火药座 我从西安府弄来的 李道玄一听这话 顿时大喜 原来是火药座 火药座的到来 真是让李道玄精神大振 终于 准备许久的鞭炮 派得上用场了 一夜 让他住进降警里 先向高一一报个道 按工匠标准 给他安排个临时房间 先好好休息一天 明天我再给他安排工作 高一夜 应了一声 带着徐大福 走向主宝 徐大福有点忐忑 但见到对方 似乎是要收留自己了 心里倒也有点小期待 刚才灯匠得到了 三两银子的工钱 让他现在对自己 也有了信心 很快 降警到了 白天的降警很热闹 各种工匠都在天井里干活 但今天天色已晚 工匠们大多睡了 只有铁匠铺里 还亮着炉火 李大拿着弹簧 坐在炉子边发愁 这画面 让降警看起来 多少有点阴森 三十二刚刚才来过 把灯匠带过来了 匠师高一一 刚刚安排完灯匠的房间 一转头 又看到高一夜 带了个人过来 高一一笑 又来个工匠呀 这位是 高一夜 火要做 这话把高一一吓了一跳 同时 铁匠铺里的李大 也猛的一下 抬头看了过来 高一夜 天尊让你给他 先安排个零食房间 高一一大旗 零食 不让他住在降警里吗 李大在旁边开口道 天尊的想法 我大致能猜到 这大约是因为 京城大爆炸的事吧 消息闭塞的高家村们 听不懂什么是京城大爆炸 但是李大这种县城铁匠 却知道 徐大福这个火药 做更清楚 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 我要是在这里玩火药 确实颇有些不妥当 这是大老爷的家宝吧 要是火药在这里炸了 那可就 高一一这下明白了 行吧 临时找个房间先住着 回头再看 天尊怎么安排 他把火药 做暂时安排在了 灯匠的房间旁边 当天晚上 两个新来的工匠都跟兴奋 聚在一起 叽叽歪歪又聊了几个时辰 兴奋得根本睡不着 全新的生活已经展开 而他们已经依稀感觉到了 这新生活 比起他们的旧生活 将会快乐万倍 清晨 顶着一对熊猫眼的高一夜 敲响了两位工匠的房间 然后就看到了 顶着一对熊猫眼的徐大福 两对熊猫眼大眼瞪小眼 高一夜 早饭还没吃吧 徐大福可怜巴巴地点了点头 他其实醒了一小话了 灯匠已经被匠师高一一拉走 安排工作去了 而他另有安排 不能跟着高一一走 肚子饿了 又不敢出去 找人要吃的 只好一直饿着啥的 高一夜笑 我也没吃早饭 最近忙得要死 好几天没做饭了 我带你去吃碗米粉 然后等天尊的法指 徐大福大骑 米粉 什么东西 很快 他就被高一夜 带到了商圈里的腊巴米粉 才大清早 这里的生意就报好了 高腊巴忙得团团转 不停地米粉下锅 米粉出锅 村长 王先生等有钱 又不想自己动手的人 正在店里挤着 有人已经有米粉缩着了 有的人 还在等自己的米粉下锅 急得不行 高一夜拿出十个铜钱 付了两碗米粉的钱 便招呼着徐大福坐下 你好像也没讨个媳妇 今后忙起来 可能也没时间自己做饭 可以来拉巴叔这里吃米粉 这个东西很好吃哦 听说是南方人的特色美食 徐大福心想 五个铜钱一碗 我哪里吃得起 不敢这么嚣张 怕是在西安府里 也没多少人舍得吃啊 若是卖一个铜板 或者两个铜板 兴许还有些人愿意试试 但这村子是怎么回事 有这么多人吃得起 他看到挤得快爆的小米粉店 脑子里满是疑惑 就在他和高一夜缩米粉的时候 李道玄却在做着 高家村火器局的准备工作了 火器局 今后肯定是高家村 非常重要的部门 因为它必然会淘汰 大部分冷兵器 让所有的高家村民 都用上火器 那火器局里 将会堆着大量的火药 这个玩意儿的安全性 真是不容忽视 一不小心 就会引发天气大爆炸 所以 高家火器局 必须与主堡之间 有一定的距离 也要远离老改村和短公村 最好是在山谷里面 独自形成一个小格局 就像后世的军事基地 大多在山里一样 李道玄在箱子的 东南西北上面 一阵乱点 西北方向两里外 有一个小小的山谷 谷中没什么树木 全是石头 这倒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 拿出一块金属刮片 在高家村与那个山谷之间 刷刷刷来回刷了几下 一条最基本的黄土官道 就这样刮好了 以后再安排村民 铺水泥便是 然后就是火器局的 主体建筑物了 后世的军事基地 大多采用坚固的 钢筋水泥建筑 李道玄仔细想了想 跑到阳台上 将自己 种花用的一个小石缸 拿了进来 这个小石缸 是扁平的椭圆造型 足足有几十厘米长 用厚厚的石材做成 用钻头在石缸边缘上 钻出四个大口子 来做东南西北四门 再钻一圈小口子做窗 然后将这个石缸 反手往山谷里一扣 齐活了 一个超级巨大的 纯石质大型建筑物 就这样成了 只是这个建筑物 显得有点简陋 光秃秃的外壳 没有任何的装饰 这样就对了 军事建筑物 就要这样光秃秃的才对 李道玄这边 刚刚做好准备 另一边 高一叶和徐大福 也做完了米粉 两人从商圈里走出来 李道玄也正好 把视角切回来 低头吩咐道 一叶 带他出村 向着西北方向走 马上就会看到 一条新修的道路 顺着道路一直走 高一叶赶紧带路 徐大福刚走上 那条黄土官道 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这条路 感觉是刚刚才修的 泥土都还散发着 才从地底下翻出来的 那种土腥味 道路两边 还能看到 刚刚才被翻开来的 新土痕迹 他为人谨小甚微 也不敢问 就一直跟着高一叶走 走了两里 前方出现一个小山谷 只见山谷之中 出现了一个庞大的 光秃秃的石头建筑物 占地面积好广 规模庞大 几乎有半个高家榜那么大 高一叶微笑 徐大叔 这座房子 今后就由你来管了 徐大福看了一眼 那庞大的可怕的石头房子 吓了一大跳 这么大 给我管 李道玄也不解释 从春节买来的鞭炮中 拿了一个出来 拆掉外面的纸皮 一圈一圈地绕开 摊出里面的火药 鞭炮里面的火药 主要成分是 硝酸鞍 硝酸钾 硫磺和木炭 其实也就是明朝的黑火药 配方略有差别 非常接近 一个鞭炮里的火药并不多 小小的一撮 他把包火药的纸卷起来 对准火气局的小窗户 倒了进去 一叶 带徐大福进去看看吧 高一叶带着徐大福 走进了火气局里 庞大的反扣着的石缸 里面的空间极大 高一叶和徐大福 两人走进其中 就仿佛走进了一个 超级巨大的体育馆 站在这样的空间里 游目四顾 会有一种自己很渺小的感觉 徐大福本来就胆小甚微 站在这么巨大的房子里 更是耸成了一团 有点放不开手脚 高一叶指着窗边那一堆火药 你看那边 徐大福随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 啊 一大堆奇怪的小圆球 高一叶点头 那是天尊提供的仙佳火药 仙界的东西都很大 咱们人间界无法直接使用 所以需要你来动手 将它研磨细碎 仙界什么的 徐大福听不懂 他飞快地走到那一堆火药前面 一个小鞭炮拆出来的火药 在他面前却是好大一堆 伸手从里面抓起一颗小圆球来 在鼻子前闻了闻 这是一个硫磺球 又拿起一颗小球闻了闻 这是一个木炭球 消失 他很快就摸清楚了 这一堆小圆球的成分 脸上露出迷惑之色 这其实就是调配好了的火药 只是 每一个颗粒都太大了 不知道为何不磨细些在调配 高一叶 这不就你的工作了吗 徐大福精神一震 对啊 女好汉拉我来此 不就是为了让我做这个吗 我还提问 真蠢 他赶紧行了个大礼 圣女大人 小人已经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 我会将这些火药的球形材料 研磨细碎 然后重新 按比例调配成火药 高一叶 天尊说了 你一个人不够 你还得带些徒弟出来 否则火药的产量是高不起来的 你也不用担心 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 今后会升你为火器局的局长 负责管理所有的火药座 工钱比你亲自动手时更高 徐大福心中大喜 天尊看来 是个很会照顾人的大老爷 连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都考虑到了 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还许诺我 今后可以当局长 加工钱 在这一瞬间 徐大福感觉整个人干劲满满 李道玄心中却在暗想 古代人太天真了 要是现代人听到生殖加薪的许诺 肯定是第一时间进入警惕状态 因为 那个就叫做老板花的饼 谁敢拿这种饼来冲接 现代人上班 现在都不用吃饭的 老板花的饼 同时给的瓜 自己摸的鱼 分分钟让你吃得饱饱的 为了不让傻白甜的古代人 感受到现代人的恶意 我就做个好老板吧 到时候 真的给他生殖加薪 不化饼 高一叶 你这个火气局 现在空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连门窗都是没有的 需要置办很多用具 你也不用客气 需要什么 只管向谭师爷汇报 师爷会优先保证 火气局的物资供应 你自己再去去短工村里 招揽几个学徒 务必要保证火气局 尽快开始运转 天尊等着火药 可是等了很久了 徐大福赶紧行了一个大礼 小人明白了 定不负天尊所托 安排好了事 两人也没必要再 留在这里了 返回主堡 徐大福赶紧去找谭丽文 高一叶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向着望楼走去 他看来已经非常疲倦了 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走着走着 突然打了个盹 身子向前一扑 险些倒下 好在李道玄早就感觉到 他状态不对 做好了准备了 赶紧将手伸了下去 竖起一根食指 往他前面一放 高一叶扑在了李道玄的手指上 精神一醒 哀悠地叫了一声 赶紧用双手在他的手指上一撑 退了两步 重新站稳 看了一眼李道玄收起的大手 小脸微红 多谢天尊 李道玄 天天熬夜画画 所以撑不住了 高一叶低声道 嗯 李道玄现在如果借是问他一句 你究竟在画什么 那高一叶肯定不会隐瞒 会乖乖地向上汇报 但是李道玄感觉到 少女并没有想要主动说出来的意思 如果自己用天尊的威严来问的他说 似乎有点不太好 便将那句问话给压了回去 只是换了个方向 成果如何了 高一叶开心地笑了起来 马上就要完成了 等我全部画好 拿出来给大家看 吓他们一大跳 把自己熬成这样 也要吓大家一跳吗 李道玄笑了 果然是高家村最调皮的女孩呢 高一叶 哎嘿嘿 好了 快回望楼去睡一会儿吧 高一叶 我不能睡 还要等着帮天尊下法旨呢 那倒不用 李道玄温言道 如果高家村离了我的指示 就无法运转了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就算一天不下令 又如何呢 你也别老是熬夜画画了 就白天画吧 晚上好好睡觉 白天好好画画 我等着看你画出来的 是个什么精彩的东西 好 高一叶揉了揉黑黑的眼圈 那我可真的要去睡觉了 天尊要是有法指需要我下 一定要叫醒我啊 去吧 少女啪哒啪哒地跑回了望楼 倒在床上 没几分钟的时间 就呼呼大睡 进入了梦乡 李道玄还真不打算再下什么法指了 在少女睡醒之前 就做个单纯的观察者吧 正想到这里 就见到高家宝门前的空地上 大群村民正在汇聚 圈子中间 高出武和行红狼正在摩拳擦掌 准备单挑了 单挑又要开始了 思严贩子们很自然地加入了行红狼的拉拉队 而高家村民们也自觉地成为了高出武的拉拉队 不过 高出武的拉拉队明显有一部分叛变了 居然转到了行红狼的拉拉队里面 一个思严贩子就感觉到了不对 转头一看 站在自己身边帮老大扎肠子的 居然是一个高家村的女人 她还牵了个孩子 思严贩子大齐 大姐 你是高家村的人吧 怎么帮我们的老大 不帮高出武了吗 那女人正是高三娘 牵着的孩子是高三娃 这可是高家村元老42人的成员 但母子俩说 叛变也就叛变了 高三娘嘿嘿笑道 行姑娘也不是外人了呀 我现在 把她当自己人看 两个自己人打架 我当然帮看得更顺眼的呀 说完 她还扯开嗓子吼了一句 行姑娘 打 把高出武那憨憨打扶 今后让她知道 家里谁才是当家的 众人大旱 南村民们也跟着起哄起来 高出武 不能弱了男人的威风 一定要把媳妇打扶了 行红狼大怒 谁是她媳妇 众人赶紧捂住嘴 白夫人和白公子 也来到了圈外 白公子 正打算往高出武那边走 白夫人突然拉了她一把 我们去给行姑娘助威 白公子 哎 可是我想给出武哥助威啊 啪 白夫人一个大笔 都抽了过去 不笑子 想和自己的亲娘唱反调吗 白公子很认真地 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 突然趴给了自己一个大笔兜 母亲 你说得对 孩儿不笑 须得打清醒 说完 她趴的又给了 自己一个大笔兜 但是清醒之后 还是想帮出武哥 所以 我再帮母亲打我一下 母亲恕罪 孩儿去了 说完 她刷的一下 对着高出武的拉拉队 窜了过去 白夫人 哎 大不由娘啊 啊 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包围中单挑开始了 还是行红狼先出手 进红拳三十六排手 一出手就凶猛异常 但高出武也非昔日无下阿蒙了 陕西关中红拳三十六排手使出 虽然还有点声色 但凭着他强大的力量与敏捷度 这一路拳法 也使得像模像样 两套红拳相差不大 只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打起来 就像师姐与师弟切磋同门武艺 看得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然而 将终究还是老的辣 二十几招之后 高出武的拳法已经乱了 但行红狼还依旧稳得一匹 拳法里不见半点混乱 抓住高出武的破绽 刷得一下闪身上来 一套让人目不暇接的连击 拳拳打在高出武身上薄弱之处 人影豁然分开 高出武那熊一样巨大的身躯 再一次缓缓倒下 轰的一声 砸得灰尘扬起 行红狼拍了拍手 从手下那里接过后 被大砍刀 往高出武身边一扔 哼 收下吧你 众人齐齐鼓掌 行姑娘 打得好啊 高家村民们 刚刚还在给高出武打气呢 现在突然一下子全部叛变 哈哈哈哈 出武又被打翻了 哈哈哈哈 笑死 今后在家里抬不起头了 天天挨戏腹奏 哈哈哈哈 郑大牛从圈外钻进来 扶起了高出武 趴地吐过来 捡起了后背大砍刀 三人赶紧撤 行红狼听到周围的村民们 善意的笑声 真正地感受到了 自己在这里被当成自己人了 也不禁有点小开心 挥手对部下们笑道 去 把五两夜拿一弹出来开了 今天好好庆祝庆祝 眼见一片热闹喧哗的气氛 突然 一个村民从山坡上狂奔下来 大声吼道 不好了 不好了 快来救人啊 众人齐齐一愣 李道玄也不禁疑了一声 那村民满脸黄疾之色 张老武 掉到山沟里去了 快来救人 大伙一听这话 赶紧向山坡另一边跑 报信的村民 跑在最前面 一边跑一边讲 原来就在村民们 看高出武和行红狼单挑的时候 另一群村民可没闲着 他们还在西北边的山坡上 修一条通向张家村的道路呢 张家村离高家村十里远 也是李道玄 已经收入了视野的村子 在那边当然也降过雨了 张家村民们 正在努力修住一条 通向张家村的水泥路 但一个叫张老武的中年人 在山沟边上挖石开路时 不小心滑倒 翻滚 结果就掉到了旁边的山沟下面 落差倒也不大 十几米 但是顺着十几米的山坡 一路翻滚下去 受了不惊的伤 自己是无力气爬上来了 那附近干活的村民不多 剩下的人无力救援 就只好回来求援 李道玄听了这话 赶紧点了几下箱子外面的溪 北岸 顺着去张家村的道路寻找 很快 箱子的视野来到了山沟上面 只见沟顶上有一群村民 正对面沟 下面嚷嚷 他想沟下看 果然看到一个中年村民躺在沟底 浑身是伤 李道玄的手 马上就探了下去 准备像捏蚊子似的 将张老五从沟里捏上来 这个动作可得小心 如果手上的劲儿 稍稍用大了一点点 就会把小人捏死 就在他的手探下去一半的时候 旁边突然响起了喧哗声 一个男人顺着山坡滑了下去 动作很敏捷 看来伸手不错的样子 转瞬间滑到坡底 一把扶起了张老五 然后将他背在了背上 再仰头看向山沟顶 他仰起头来 李道玄看到了他的脸 居然认出来了 这是个劳改犯 名叫种高梁 很特别的名字 所以李道玄记得很清楚 种高梁 一只手反手托着张老五 另一只手抓着山坡上的树藤木桩 艰难地向上攀爬 李道玄将手悄悄地护在了他的背后 若他也滑落 便打算将两人一起接住 但是这个叫种高梁的劳改犯 伸手还不错 把张老五背得稳稳的 没用多长时间 就爬上了坡底 将张老五往张家村民们手上一地 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传起气来 受伤的张老五 马上就被村民们送回了村里 短工村里 现在已经有了大夫 原本是个走方郎中 结果走到高家村来 就走不出去了 傻子才出去 这位大夫的医术还很厉害 他用传统的中医方式 为病人诊断 诊断出病因之后 就用李道玄提供的先药 来对症治疗 那效果还真是杠杠的好 普通小病小伤 在他那里都是药道病出 张老五经过诊断 都是些皮肉伤 涂了药 养一养便好 大伙都松了口气 就在别的人都关心着张老五时 李道玄却在注意着肿高粱 这位劳改犯 在看到张老五没事之后 长长地松了口气 拍了拍手 又向着劳改犯们的工地走了过去 没有人注意到他 做好事的人 总是那么容易被人遗忘 李道玄的眉头 轻轻地皱了起来 有点想去叫醒高一夜 来处理这事了 正在这时候 远处跑过来一道人影 正是三十二 听到张老五的伤势不打紧之后 他一把抓住了一位张家村的村民 张老五是谁从沟里救上来的 村民道 好像是个劳改犯 长得还挺壮的 至于究竟是 也没看清 三十二皱起眉头 嗨呀 这怎么能不看清 村民 当时都只记得看张老五了 三十二 帮我问问别的人 我也一起问问 一定要查出来 究竟是谁救人的 李道玄的嘴角 慢慢地牵起了一丝笑容 挺好 原来还是有人记得 要寻找做了好事的人啊 不错不错 村子里不断地招揽 各方面的人才 可不就是为了在任何时候 都有人来处理对应的情况吗 可以让高一夜 再好好的睡一会儿了 三十二在人群里问来问去 终于问到了 种高粱的名字 这名字 他也有点印象 毕竟太他喵的有特色了 当天傍晚 夕阳西下的时候 所有的劳改犯 都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了劳改村里 他们准备放下劳动工具 洗把脸 煮个饭 然后就要去高家商圈里 看陕北道情 这可是每天一劳累的工作后 唯一的未解 可惜他们没有收入 无法给戏班子赏钱 这成为了劳改犯们最大的遗憾 种高粱和几个工友一起 扛着锄头 一边尬聊着 一边走进村 正打算顺家做饭 突然见到三十二 谭师爷 还有好几个帮贤 一起走进了劳改村 帮贤们大声吆喝起来 所有劳改犯 集合了 三管事有重大事项要宣布 劳改犯们赶紧围了过来 种高粱也混在其中 一夫打算看乐子的表情 见人都聚好 三十二清了清嗓子 大声道 今天我来劳改村 是想说说 发生在白天的一件大事一转眼 三十二把张老五受伤 种高粱救人的事 详细地讲了一遍 劳改犯们 现在分在各个地方干活 其中有不少人 还真不知道白天发生的事 听三十二讲了 大伙才一起将种高粱 推到了最前面 不少人还在笑骂 高粱哥 原来你白天做了这么件好事啊 高粱哥厉害啊 背着一个人 还能爬陡坡 有几把刷子 种高粱被夸了 乐呵呵地笑 毕竟是人嘛 被人夸那 肯定是很开心的 心里不惊暗想 三管事选在这个时候来说这是 莫非是要给我今晚加餐 给我发一块肉什么的 那倒是挺不错呀 他正想到这里 就听到三十二大声道 种高粱不顾自身安危 英勇救人 所谓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使为大善 有着非常重要的表率作用 大善可抵大恶 我根据天尊上次颁布的法旨 为指导精神 决定为种高粱实施减刑 这句话一出 所有劳改犯齐齐呆了 种高粱是最呆的一个 他还以为自己加个餐 吃顿好了就完事了呢 没想到 三管事居然是跑来宣布减刑的 这可真是乖乖不得了了 种高粱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不知能减多久 一个月 两个月 三十二 你原本还有半年刑期 但张老五的一条命迷足珍贵 抵消你半年的刑期绰绰有余 所以 我现在宣布 种高粱当场刑满释放 恢复自身 此话一入耳 仿佛五雷轰顶 种高粱足足呆了十三次眨眼的时间 然后哇的一声大吼起来 我恢复自身了 旁边的劳改犯们 奇奇欢呼起来 高粱哥 恭喜恢复白身 种高粱的身体颤抖 以后干活 可以有工钱了 三十二微笑 是的 种高粱继续抖 我在种家村的农田 也可以回去耕种吗 三十二继续微笑 是的 那些田地 你可以随时去种吗 天尊已经请了龙王爷 给种家村降过了雨 那边也挖好了灌溉用的大池塘 天尊施法将池塘里装满了水 种高粱大喜过望 突然迈开大步 对着种家村的方向狂奔去 我要去看看我家的农田 哈哈 我可以种高粱了 哈哈 现在才三月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种高粱 劳改犯们目送着种高粱远去的背影 眼神颇为复杂 有羡慕的 有嫉妒的 但最终都化为了憧憬 对未来的憧憬 还有半年 我们也能和种高粱一样 获得自由 也许用不了半年 只要我们积极做好人 做好事 也许我们也能减刑 三十二转向剩下的老改犯 脸露微笑 各位 多的话我就不说了 你们的表情已经说明 你们想清楚了 天尊人善 大家不要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老改犯们 齐齐对空航了一个大礼 然后七嘴八舌地嚷嚷了起来 天尊 请您看我的表现吧 天尊 小人今后定不负您所望 这辈子 绝不再做坏事了 李道玄露出了欣慰的姨妈笑 很好很好 这才是老改真正的意义嘛 自己一句话都没说 小人们自己就领会了这一点 是极大的进步啊 就在种高粱 正为了恢复白身 而欢欣鼓舞的同时 北方 清剑县 一个名叫赵胜的书生 正在石油寺里挑灯夜读 赵胜屡事部中 一直无法取得功名 没当上官 但他人品还不错 附近的乡亲 但凡要请他写封家书 帮忙读读榜文什么的 他都会帮忙 有空闲的时候 还会讲点书上的故事 给附近的村民听 深得百姓爱戴 这天晚上 他正在石油寺里 看书看得入迷 一个小和尚溜了进来 急切地道 赵先生 快跑 赵胜 小和尚低声道 官府派人来拿你来了 有人鹅传先生 夜间点灯鱼姑寺 是像平话中描绘的皇朝那样 造兵书谋反 赵胜大吃一惊 何来此言 小和尚 怎么来得不重要了 快逃啊 官府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原来 青剑县这边的风头 已经很紧了 陕西各县 到处都有人起兵作乱 官府的神经崩得紧紧的 一听说哪里有人要造反 官府马上就会出动 不问青红皂白 将人抓回去 驱打成招 赵胜咬了咬牙 该死 我只是想好好读书 下一次参加科举 金榜提名 光宗耀祖而已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赶紧收拾了 一下自己的书本 从石油寺的后门逃了出去 一路逃到谢家沟 大群牙役从后面追了上来 赵胜指示的文弱书生 四肢不擒的那种 哪里跑得过牙役 眼看就要被抓住 突然听到四爷里喊声雷动 大量的老百姓举着锄头 木棍等东西杀了过来 该死的官府 不准对赵先生下手 赵先生是好人 你们不分青红皂白 污蔑好人 老子今天反了 赶死这群牙役 大量老百姓狂勇而出 瞬间将牙役们碾为鸡粉 崇祯元年 四月底 清晨 李大从铁匠铺里冲了出来 手上捏着一根小小的弹簧 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这东西的弹性终于恢复了 哈哈哈哈 我成功了 刚刚起床 正坐在箱子边啃糯米团的李道玄 也不禁被李大吸引了注意力 赶紧看了过去 只见李大飞快地跑到了望楼下 不敢上去 仰头对着三楼上狂呼 圣女大人 您起床了吗 快看 快看这个 看到高一叶从阳台上弹出了头 李大立即把弹簧放在双掌之间 用力向中间一压 再松开 那弹簧标的一下 又弹了开来 看 我成功了 哈哈哈哈 我成功了 高一叶没有黑眼圈了 最近些天 李道玄尽量少叫他 让他白天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绘画 这样晚上就能好好睡觉了 他笑嘻嘻地看着李大表演完 开口道 李大说 你给我看这个也没用呀 我看不懂 不过你放心了 天尊已经看到了 李大对着天空大声道 天尊 您看到了 我成功了 我把这东西烧红 然后快速地放进冷水里 他就恢复了一点点弹性了 虽然还没有以前那么弹 但至少不会一压就扁了 李道玄心中暗想 你在无意中发现了冷却法 很好 不过他这个办法还很粗糙 冷却法还有更细的步骤 李道玄早就查好了 但是并没有急着给他 想让他自己多思考 你知道为什么烧红之后 再放入冷水中急速冷却 就能恢复一定的弹性吗 不 不知道 李大摇头 李道玄心里叹了口气 就和大多数我朝古代的科技一样 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哎 你知道 水烧开了会变成气 但你不知道水被加热时 水分子的热能增加 使得水分子的平均动能增大 所以 哪怕你知道 水烧开了会变成气体 也依旧啥也不懂 你知道了 弹簧烧红之后 快速冷却 会恢复弹性 却不知道 冷却法会使得原子间距变小 内部硬力增大 从而使弹簧恢复弹性 你懂了 其实你不懂 这都是因为基础科学的缺失 李道玄低声道 一夜 去把马道长叫来 不一会儿 马天正来了 他和普通村民可不一样 一听说天尊召唤 马上红光满面 到了望楼前 普通就是一个道教的最高大礼拜的下去 弟子马天正 再次听命 李道玄 李大 把弹簧放到马道长的手上 另外 再去拿一袋水泥来 交给马道长 李大赶紧照办 马天正拿着一袋水泥 一根弹簧 左看一眼 右看一眼 对自己两只手上的东西 一脸的茫然 不知天尊有何吩咐 弟子参悟不了 有一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李道玄 带上这两样东西 去一趟江西凤心县瓦西牌楼里 那里有一个名叫宋应兴的文士 屡次科考不重 有点怀疑人生 你找到他之后 将这两样东西放在他手上 先把弹簧的弹性展示给他看 然后再教他怎么使用水泥 马天正道 只是去一趟江西 难不倒弟子 实在算不上艰巨 弟子这就出发 李道玄 嗯 去吧 一路小心 马天正道 弟子用性命 也会保护好这两件神物 李道玄摇头 保护好自己 这两样东西丢了 还能回高家村来拿 你的性命若是丢了 那可就没了 马天正感激涕灵 天尊人善 弟子这副皮囊不值一提 他赶紧收拾好行装 扎好绑腿 带上干粮 将一小袋水泥和弹簧 郑重地藏好 这才离开了高家村 向着江西去了 李道玄这才将注意力 又转回到李大身上 先给他发了一粒银球 作为赏赐 然后道 你这个弹簧研究得非常棒 接下来可以继续攻克 下一个难题了 在研究新式火枪的同时 别忘了带几个徒弟 教他们 做你现在已经会的火虫 我们的火药已经有了 是时候造一批 过度用的火虫了 李大赶紧应命 喜滋滋地返回了降警 就在这时候 外面的官道上想起了人声 李道玄转转头过去 一眼就看到了县令梁士贤 巡检方无上 两人身后 还跟着大量的牙医与士兵 官府又来访了 梁士贤每一次来高家村 都没好事 不是来借粮 就是来借供他 这一次来高家村 脸上又带着尴尬的笑容 光看那笑容就知道 又是来讨东西的 三十二第一时间赢了上去 高一叶也赶紧回望楼 换那身端庄的衣服 李道玄 则摆好小板凳和瓜子花生 准备看热闹了 梁士贤和三十二两人一见面 就是一通乱七八糟的客套话 绕得人脑袋都发晕的那种 旁边的方无上 和天上的李道玄 都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听得反好伴想之后 两人才讲到重点 梁士贤 这一次来访 又要 借一些工 说到这里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尴尬地想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 三十二点头答应下来 反问道 贼寇又闹过来了 梁士贤常常地叹了口气 是的 而且还是 咱们的老朋友 洛川布詹尼 三十二 哦 这家伙在咱们城城县 两度吃败仗 他还赶来 梁士贤 这就不得不给你们讲一讲 北方的形式了 他语气沉重地讲了起来 原来 数日前 白水王二从宜军县北上 进入洛川县内 洛川巡检 立即率军与王二一场激战 本以为胜券在握 却不料大败亏输 洛川巡检大败 只能狼狈地退回了县城 这一下 就使得整个洛川县 彻底脱离了官府的控制 王二是想去哪 就去哪 直接穿过洛川 继续北上 从黄龙山里钻出来的布詹尼 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他本来就是洛川人 在洛川拥有很好的声望 一出山来 立即又会合了多谷义军 声势大震此时的布詹尼 兵强马壮 手下汉匪如云 共计七个分队 一对眼前 二对点灯子 赵胜 三对李靖王 四对蝎子快 五对老张飞 六对乱世王 七对夜不收听到梁士贤 爆出这个列表 李道玄心里也不禁暗叹了一声 现在才七对啊 等到第八对加入 那可就乖乖不得了 因为布詹尼的第八对 正是大名鼎鼎的李自成 现在他暂时还没入火 第八对空缺梁士贤继续道 这洛川布詹尼声势越来越浩大 在洛川县横行霸道 手下七对贼寇 分多路进军 其中有两路 又冲着咱们城城县过来了 三十二祈祷 聚在一起 不是更强吗 为何还要分城多路 巡检方无上冷哼了一声 七对贼寇若是合在一块 人数多达数万 所需粮食巨大 他们又攻不进县城 只在乡村里抢点粮 怎么够数万人分时 当然只能分散开来抢 三十二这才恍然 脸上表情难看 这分路来乱抢 岂不是导致老百姓更加艰难 梁士贤叹了口气 洛川老百姓苦啊 可惜本官只是城城县令 洛川那边的事也无权过问 但贼寇要来城城县 本官就得好好管一管了 他拿出一张官方的地图来 画得还挺细致 伸手在地图上点了点 一对眼前 估计会从冯元镇攻过来 而二对的点灯子 进入了黄龙山 所以 他们很有可能从白家宝打过来 三十二 县尊大人的意思是 梁士贤 冯元镇和白家宝 两路都得守 本官的想法是这样的 冯元镇 由本官率领县城和冯元镇的民团抵挡 而白家宝这一边 由白家宝和高家村的民团一起抵挡 方无上补充道 我在冯元镇与白家宝之间驻扎 贼军攻打哪一边 我就救援哪一边 李道玄也不禁微微点了点头 这个战略构图还是挺靠谱的 梁士贤 所以 本官想请高家村派出民团 前往白家宝 与白家宝民团一起共遇贼军 那白家宝的民团交袭白冤 是个良善人家 本官去找他谈谈 让他答应 接纳你们的人 住进白家宝里 想必白渊也会卖本官这个面子 他刚说到这里 就听到马蹄声 竖旗快马 飞一边来围首一人 白衣飘飘 正是白渊 后面跟着竖旗家丁 跑得好不威风 刚进高家村的范围 白渊就在马背上 双手抱拳 对空航了一个大礼 拜了天尊 毕竟他对礼 这一意 可是很讲究的 纵马冲到宝前 翻身下马 扑通一声站到了梁士贤 和三十二的面前 咦 这不是县尊大人吗 还有方将军 白渊礼数极为周到 赶紧又给两位行礼 在下有幸能在这里 与几位偶遇 真是不胜之喜啊 梁士贤笑 白先生 本官正与三管事谈起你 不沾泥兵分两路 再度来袭 我想请高家村派出名团 到白家宝助你防御 正说到这里 你就来了 白渊 在下也是为此事而来 山中猎户传了消息过来 黄龙山上又有了贼军 特意来通知高家村一声 黑说到最后 他突然黑地笑了一声 从马背上的行囊里 拿出一卷书册来 正是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 在手里晃来晃去 顺便来收拾一下 我那望自尊大的逆子 李道玄一看他动作就明白了 他已经学完了全部十二册 小学数学 所以才会拿着六年级下册 在这里得梁士贤祈祷 这是何书 白先生的逆子 为何要到这里来收拾 白渊哈哈一声大笑 此乃数学说完 他又转头 对着墙头上的哨兵道 速去叫我那逆子过来 告诉他 为父要和他好好比一场数学 这次定要杀他的片甲不留 梁士贤 数学 有意思了 本官也擅长这个 白渊大旗 献尊大人也擅长 那可就有意思了 来来来 先来做做这道题 有智兔铜龙 上有三十五头 下有九十四足 问智兔各几何 梁士贤立即在脑海中 打开了算术模式 一大群鸡和一大群兔子 在脑海中翻飞 三十五个脑袋 和九十四只脚 像走马灯一样 在脑海中旋转 中间有无数线条 把鸡兔的头与腿之间连接起来 绘制成他们的身体 当整幅画都绘制好之后 叮的一声 画面定格 并且变得渐渐清晰 梁士贤在按下了暂停键的世界里 指着画面一只一只地数了起来 终于数了个清楚 画面上 有鸡23只 兔子12只 梁士贤骄傲地道 鸡23 兔12白鸢 咦 没想到宪尊大人 也是个算术高手 梁士贤微笑 本官所学博杂 而且学的都是 金氏治国之学 才不是那些银师作对 无病身淫之人可比 他不装逼还好 这一装逼 倒是把白鸢给激了起来 白鸢捏了捏手上的数学课本 身上仿佛有一股 看不见的斗气生了起来 哼哼 居然敢说自己学的博杂 你能有多杂 君子六亿 你会了几亿 若是比四书五经 硬式的那些东西 我白鸢肯定比不过 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 但是你非要来我面前 吹算术 那就是找死了 呵呵呵 干脆把你这家伙 连同我的逆子一起收拾了 好好好 宪尊大人 既然您也是此中高手 那咱们一会儿 一同比试比试如何 有何不可 梁士贤也来了近 在这西北偏荒之地的 一个小县城里 学术氛围比起江南那边 要差得远 梁士贤平时 想找个肚子里有本事的人交流一下 都不行 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白鸢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岂有不接招之理 方无尚怒 我们不是来讨论战略的吗 你们为什么突然闹起算术来 三十二赶紧从旁边过来 拉了方无尚到一边 方将军悟怒 那应付贼寇之事 焦宇再下来 处理便是 在下这就去安排民团前往白家堡 方将军只管去自己的驻地 方无尚哼了一声 算了 贼寇也不是马上就要来 估摸着还得好几天才会压境 他也懒得凑这些文人的热闹 带上自己的兵 向着白家堡与冯渊镇之间的方向去了 这一边 白鸢和梁士贤一起走进了高家堡 既然要以文会友 那当然得去书井了 坐在书井学堂之中 环视周围一圈字画 书桌 笔墨 梁士贤心情也挺好 他这样的文人 还是挺喜欢书井这环境的 不禁老怀大唱 这个家属办得很有模样吗 白鸢笑 这可不是家属 而是面向着村子里所有老百姓的孩子 无偿开放的公书 只要愿意读书识字之人 都可以来这里免费读书 这句话听得梁士贤一棱 随即大为感动 善举啊 大善举啊 本官早知这里家是良善人家 却没想到良善到如此地步 两人聊到这里 白公子和白夫人来了 先是一番见礼 略过不提 白公子一听说 父亲又要来和自己比数学 也不经精神一振 父亲 孩儿自从担任了数学科代表 每日里钻研数学 实力已经突飞猛进 虽然孩儿尊敬父亲 但数学一道 可不想输给你了 白云哈哈大笑 你也只能现在嚣张了 马上为父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你爹终究是你爹 旁边的梁士贤哼哼了一声 你们两父子 怕不是把本官给忘了 有本官在此 你们两父子都输定了 三人居然针锋相对 谁也不怂 李道玄大乐 给自己倒上一杯雨前龙警茶 看戏看戏 白云一副很大方的模样 就请梁大人先出题吧 梁士贤 好 本官就先来吧 经有田广十二部 从十四部 问魏田几何 他刚把题列出来 话音还没落呢 白云父子几乎同时开口道 一百六十八部 梁士贤心中一惊 答得这么快 白云笑 区区两位数的惩罚 梁县令出这个题 是手下留情了吧 白公子也笑 梁大人 您这题 考小学二年级的孩子 都考不倒啊 梁士贤虽然不知道 小学二年级是什么 但猜的肯定是很低级的水平 心里有点小不服 哦 那你们倒也出个题来看看 白云笑 好 那我来 仅有十八分之十二 问约之德几何 这题一出 梁士贤就乐了 分数 嘿 想用分数考住本官 你也太小看 本官了吧 且让本官好好想想 学富五车的梁士贤 立即脑海中打开了算术模式 九张算术 周壁算金 五金算术 等学术点集 四走马灯一般 在脑海中划过 突然叮的一声 定格在了九张算术上面 九张算术 大广田书记载 分母各成其余 分子从之 梁士贤哈哈一声笑 三分之二 说完这句话 他才发现 旁边的白公子 居然早就已经在纸上 写好了一个三分之二了 这白公子书法还不错 梁士贤大吃一惊 这小孩子比我算得快 怎么可能 本官这走马灯 转得不慢了呀 这小孩子的脑子 怎么可能转得 比本官还快 白公子黑黑笑 你们都出过题了 接下来该我了 白公刷的一下 在纸上画了一个圆 以至一个圆形的田地 其直径为石杖 求这片田地的面积 梁士贤听得心中一惊 这题好难 这小小孩子 一开口出题 就是这么难的吗 这是挑衅大人 这绝对是挑衅大人 本官和你拼了 学富五车的梁士贤 再一次在脑海中 打开了计算模式 平生所学 各种算术点击 再一次似走马灯一般 在脑海中划过 突然叮的一声 定格在了九张算术上面 九张算术 方田章 圆的面积为周径相乘 四而一 意思就是 用圆的周长和直径相乘 再除以四 就可以得到这个圆的面积 但是 这个小孩子出题的时候 只说了直径十丈 并没有说周长是多少 梁士贤开口道 你这个题 没出全吧 圆形田地的周长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旁边的白云哈哈一声道 这片田地的面积 是七十八点五平方丈 梁士贤 为什么 白云怎么算出来的 题都没出全啊 究竟怎么做到的 这时候 白云居然又继续出题了 已知一个圆筒 底面直径为一尺 高两尺 求这个圆筒的体积 梁士贤脑子里的走马 刷刷刷 猛地旋转了好一会儿 转来转去 灯的每一面 都是一片空白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扑通一声 扑倒在地桌子上 本官 输了 白公子爷脸色大变 圆筑体的体积 糟糕 这个 我还没学到 白云哈哈大笑 我赢了 我就知道我能赢 天书十二册在手 君子六一中 竖这一亿 谁能敌我 哈哈哈哈 白云大胜 终于挽回了父亲的尊严 将自己的儿子踩在了脚下 志得一满 哈哈大笑 笑完之后一回头 就见到梁士贤 一脸热切地看着他 白先生 你刚才说了一句 天书十二册 不知为何物 白云正想拿出 小学数学 突然心中一动 不对 这是天尊恩赐给我的天书 没经过天尊的允许 我不可以乱给别人 他正犹豫呢 就见到高一叶 站到了梁士贤背后 对着他点了点头 白云看懂了 天尊通过圣语 给自己传训 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了 他刷的一下 拿出了一本 小学数学 亮给梁士贤看 现尊大人 这本书 是天上的神仙赐给我的天书 一共十二册 刚才那些数学题 在这十二册书中 应有尽有 梁士贤对那个神仙赐的四个字 自动选择性忽略 他可是知识分子 子不与怪力乱神 尽鬼神而远之 当然要假装听不见了 但这书嘛 那可是 要好好看一看的 结果 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 翻看了几页 一开始也是认不了 阿拉伯数字和符号 但这不难 半炷香之后 他就翻得极快了 一本一年级上册刷刷翻完 精神大振 白先生 此乃神书啊 白冤孝 都说了是神仙赐的 梁士贤 如此好书 英广为 他本想说广为传授 突然话音一将 从兴奋状态 又变为了沮丧 可惜 算术一道 并未被纳入科举 大多数读书人 是不屑于学知的 倒是本官那绍兴师爷 也许对这个东西更感兴趣 白冤瞥了一眼高一叶 见他又在对自己蒙点头 心中有了计较 将一整套十二册的 小学数学 往梁士贤面前一推 现尊大人 且不管这东西 有没有纳入科举 既然您觉得这东西有用 或者说 师爷那样的人用得上 那就肯定是有人会学的 这套天书 便赠予您了 您可责选一些 愿意学习之人传授 梁士贤精神大振 如此神书 居然送给本官 白冤好书送与之音 岂不快哉 梁士贤欢喜得不要不要的 赶紧将自己的官袍翻起来 拖住那十二册书 小心翼翼卷好 那本官就确之不公了 得了神书 他在这里也没有心情久待了 急于回去翻阅呢 还得回去组织民团相拥 助手冯元镇 梁士贤行了个礼 白先生 既然您与李家相熟 那一起派出民团 抵挡黄龙山贼寇的事情 便由你们自行协商吧 本官先回县城了 白冤抱拳为礼 卷着神书走了 白冤和三十二一起送了梁士贤离开 带他走远 白冤脸上才露出古怪之色 没想到这个梁士贤 居然喜欢玩算术 我以前见过的大多数官员 都将算术视为小道 不肯用心学习的 三十二微笑 他在我认识的官员里 确实算是比较另类的 仔细想想 若非他比较另类 又怎会在这个时间 被安排到这个地方来做官呢 白冤心中一惊 明白过来 梁士贤走马上任之时 城城县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瞎子都看得出来 那种情况下派他上阵 明显是阉党要坑杀他 难怪 难怪 三十二 天尊将神书赐予他 应该是想借他之手 将京士治国的实用学问 交给更多的人吧 白冤当然猜得到天尊的意图 点了点头道 可惜到了现在 愿意学习这些杂学的人 已经不多了 读书人个个都只知道 学四书五经 一个个地读成了傻子 还得看咱们的先贤 君子六义 每一亿都是实用性的本事 三十二写眼 本想吐槽 但仔细一想 也对 君子六义确实都是实用技艺 他说的也没错 这一次就不吐他的槽了 白冤 好了 正式做完了 该处理些小破事了 在下这次来高家村 又是来求援的三十二微笑 你看天上 白冤抬头一看 先加投尸机 巨弩车 积木导弹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又一次从天上降落了下来 宝门外 太阳车三号 运载行的超级大车 已经准备就绪了 另外 一百多名高家村民团 也在整装待发 为首一个猛面的民团教习 白冤看起来 感觉有点眼熟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白冤奇道 这 三十二笑道 最近这几个月 咱们高家村 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团 这次就可以派出民团 增援白家宝了 那民团教习 是天尊亲口亲点的 白先生碰上 打仗方面的问题 不妨听听他的意见 白冤点了点头 既然是天尊亲点 那必定是个能人 在下遇上什么难题 都问问他好了 程旭还不知道 自己被人讨论了 正挥着手 指挥着民团 做战前准备 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铠甲 穿起来 检查装备 手弩 长矛 腰刀 箭矢 还有天尊特别主妇的 一小包金创药 少带了一样 我罚他围着白家宝跑 二十圈 民团一百多人 全都在手忙脚乱的 亲点装备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大群老改犯 正在往太阳车三号上面 搬运物资 手弩 箭矢 长矛 铠甲 面粉 奶粉 油盐糖等等 白冤只看了一眼 就吓了一跳 哎呦 这些违禁的武器铠甲 也往白家宝搬 有点 三十二笑道 别怕 天尊说了 官府根本没空来管这个了 白冤仔细一想 也是 官府现在 对着遍地的流贼 都收拾不过来 哪里还管得了 民团用什么违禁装备 还记得当年倭寇之乱 江南沿海的民团 纷纷撕造火器藤甲 用以迎战倭寇 朝廷一开始 还收拾了几个胆大妄为的 但后来发现 管不了 根本管不了 沿海地区的老百姓 如果不把自己武装起来 不等朝廷的官差来抓他们 就要先被倭寇的屠刀杀个干净 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管火器甲咒违法不违法 先用违法的武装铠甲 把自己武装起来 保住性命 再来和你慢慢掰扯 大名律 朝廷想明白之后 干脆就放人不管了 直到倭寇之乱结束 朝廷再来管 但这时候 民间私藏火器 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朝廷也就干脆睁只眼闭只眼了 其实别说古代了 就算现代 如果僵尸杀过来了 李道学能弄到枪的话 立即弄一把 才不管他违不违法 白渊带上了一大包 初中数学 共套六册 这一次的天书少了六本 但白渊随手一翻 就发现头晕脑胀 这六册的难度 比先前那十二侧难了不是一星半点 他也就不敢弃张地 说多要几侧了 将六册数学小心地藏好 跳上了自己的马 他带来的家丁们 也纷纷翻身上马 跟在了太阳车的旁边 好几辆太阳车一起发动 领头的 当然是最厉害的太阳车三号 大型运载货车 接着是两辆公交太阳车 送运民团的一百多名士兵 车马大队 一起向着白家宝出发 刚出高家村的一节道路还不错 车子开得稍快点 但是离高家村稍远一点 路就不太好了 所有太阳车的速度 都放慢到三十公里以下 窝素前进 白渊看到 旁边的大货车顶上 坐着那个新来 蒙面民团教习 忍不住搭话 贵姓何 何教习 程旭N了一声 白渊微笑道 何教习以前在哪个村任教习啊 在下总觉得何教习的身形 有些眼熟 却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程旭 我是何家村的 就在城城县最南边的小山谷里 白渊 哦 何家村的何教习吗 我想起来了 我们在县城聊过天 我记得很清楚 程旭一阵无语 朕也记得清楚 好想对着你脸盘子 正中间来上一拳 白渊 我上一次去高家村时 高家村还没有民团 没想到才几个月 民团已经搞得有声有色 看来何教习的实力很强啊 程旭 黑 雕虫小记 都是天尊 给的物资丰富 民团 才能搞得这么好 若是以他赶紧打住 这只能在心里想了 以前朝廷不发想 自己手底下那一百个渣渣兵 练起来别提有多难了 很快 白家宝到了 白渊纵马先到宝里 立即吩咐白家宝的人 出来搬运物资 先加投尸机 巨弩车赶紧架上 先加积木导弹 也赶紧让人拼搭起来 整个白家宝 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程旭指着车上的一大堆 多出来的手弩 长枪 妖刀一类的特品 对白渊道 这些都是天尊叫我们多准备的 你的名团也把这些东西用起来 铠甲以后也会有的 只是现在还不够数量 白渊大喜 赶紧对着天空做了一个一 多谢天尊 各种兵器 米面油盐 大量地搬进了白家宝 这一下子 白家宝可谓声势大壮 白渊也信心满满 自从得到了天尊的庇护 他这白家宝是怎么看 怎么吻 贼子们 放马过来吧 黄龙山 深处 不沾泥挥下的第二队队长 点灯子赵胜 带着三千多人 正在树林里艰难地跋涉着 赵胜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在石油寺里点灯看个书 就被诬陷为要造反 全靠他平时为人不错 经常帮助乡亲们 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牙役们眼看要抓住他时 大量的老百姓一涌而来 杀死了牙役 将他救了 接着 大伙攻推赵胜为首领 拉起了反旗 赵胜明明是想考科举当官的 这样一搞 却被逼上了梁山 不想做反贼也不成了 做贼就得取个匪号 免得连累族人 赵胜是因为点灯被诬陷造反的 于是就给自己起名为点灯子 老百姓们救了他 他当然也不能不管他们 带着三千青剑线的老百姓 向南边逃跑 没过多久时间 他就与布詹尼会合了 作为造反界的新人 赵胜什么也不会 一见到造反界的老前辈 当然要立即抱大腿 布詹尼 见到有读书人愿意加入 布经大喜 将点灯子 编进了自己的大军中 担任第二队的队长 接着布詹尼采用了分散出击 打量的战略 挥下七个队长 向着七个方向散开 一队队长眼前 走的是冯元镇 二队队长点灯子 走进了黄龙山 至于另外五队 则在洛川县和宜军县那边闹腾 赵胜走累了 他只是个文弱书生 可不是什么汉匪老大 在黄龙山里一走 就是几十里山路 整个人都不好了 只好对身边的老乡亲们问道 兄弟们 我们到哪里了呀 黄龙山难挤了 一名猎人回报了过来 从这里翻过去 就到城城县递界 赵胜 终于要进入有人烟的地方了 真是太好了 这一下应该能找到吃的了 旁边凑过来一个乡亲 低声道 赵先生 咱们进了城城县之后 就像布詹尼那样 见人就抢吗 这话一问 赵胜的脸就黑了下去 他可不想抢 他不是汉匪 是个书生 而且是青剑县十里八乡 都闻名的老好人 经常帮乡亲们写家书 读榜文 乐于助人 路不时宜 他可没有凶悍到 见人就想抢的地步 但是 跟着他一路从青剑县 逃亡过来的乡亲们 已经没东西 可吃了 这可如何是好 他要对这些乡亲们负责 赵胜决定发表一篇演讲 选了一块高高的石头 往上爬 但这石头太大了 又滑 爬上去的过程中 好几次险些摔下来 好不容易才上了石头顶 他心中不禁暗响 做个肥手也不容易 光是爬上高处 给所有手下喊话这一条 就很辛苦 站在石头顶上 清了清嗓子 乡亲们 我有句话得和大家说 我们现在很饿 没有食物 但我们不能见人就抢 尤其是那些小山村里面 贫穷的老百姓 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怎能狠得下心杀死他们 抢他们的吃食 众人沉默 赵胜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被坏人逼得造反的好人 所以我们 不能把自己的屠刀施加在别的好人的身上 当我们进了成城县之后 只抢坏坏的有钱人 一名老百姓问道 要怎么知道 一个有钱人坏不坏呢 赵胜仰起头考虑了许久 叹道 我去和对方谈 谈上几句 我就能大致地看出来 对方是好人 还是坏人了 报 一名脚成快的猎人 从前面返回 赵先生 前面山脚下就是成城县了 山脚下有个白家宝 看起来像是大户人家 贼来了 一名赤后飞也似地跑回了白家宝 这名赤后名叫时间 是高家村民团的一员 就是上一次战斗中 跟着私盐贩子老朱和老张去学习 怎么做赤后的二人之一 经过上一场战斗的学习 他现在也有那么一点赤后的模样了 程旭从宝墙上探出头来 翔说 时间赶紧会到 布沾尼挥下第二队队长点灯子 率领大约两千 三千 反正差不多这个数的人 已经到了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了 程旭哭笑不得 这赤后还是菜了点 报告得可谓一塌糊涂 好在自己大致也能猜到敌人的位置 他抬头对着山坡上看了过去 就在视野所及的那片山顶上 隐隐约约看到了几个人影 白渊站到了他的身边 也指了指同样的位置 应该就在那里了 嗯 程旭点了点头 白渊黑黑直笑 和布沾尼上一次来的路线一模一样 等他们下山到了导弹射程 我就用仙家导弹打 他们的稀巴烂 程旭不禁想起了 上一次在这里作战的场景 嘴角也牵起了一丝笑容 可惜被蒙面精给挡住了 他盯着山坡 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 坡上 树后 石头后面 没有一个地方能看见太奶奶 没有 完全没有太奶奶这一次没有来 哈哈 此战必胜 咦 有人下山了 白渊道 你看 只有三个贼人下山了 程旭定睛一看 还真是 下山的只有三个贼子 为首一人 居然还穿着长衫 走路跌跌撞撞的 看来不太走得灌山路的样子 全靠旁边两人扶持着 才能勉强从山道上滑下来 白渊和程旭 不禁对视了一眼 其道 这是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 当然没法 直接喊打了 先加捣弹 投尸机 巨弩车 全都安安静静 不发一旦 所有人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三个贼子 慢吞吞地走 走着走着 为首那穿长衫的男子 还险些摔了一跤 旁边两人赶紧扶了扶 那人才重新站稳 又继续走 终于走到了白家宝下 程旭和白渊哭笑不得 这家伙耍宝呢 那穿长衫的人在宝门前站定 扬起头来 大声道 在下不才 斗胆相问 这里是城城县哪一位大老爷的家 白渊伸出头去 在下姓白 单名一个渊字 那穿长衫的人拱了拱手 原来是白家宝的白老爷 在下点灯子 在这里有礼了 众人齐齐一愣 点灯子 这不是匪首吗 赵胜爆出了匪号 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不敢当中报本名啊 干大地道 非常抱歉 打扰了白老爷 只是 在下身后有三千兄弟 走了很久很久的路来到此处 大伙都没饭吃 饿得快要不行了 远远看到这白家宝 像是位很有实力的大老爷的家宝 在下便斗胆前来 求些吃食 救救我那三千兄弟 还请大老爷高抬贵手 助我们一助 承煦黑地笑了一声 他是在威胁我们呢 先说他身后有三千弟兄 接着要凉 若是我们不给 那就三千弟兄一起杀过来了呗 白元仔细一想 可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只是 这个叫点灯子的人 说话的语气显得很诚恳 并不是那种穷凶极恶地 威胁别人的家伙 何教协 你的意思是 不理他 当然要理 还要狠狠地理 承煦摸了摸腰间的刀 他只带了两个部下就来了 胆子也推大 我现在杀出去 轻易就能将他拿住 只要拿住了肥手 那余威便不足为虑 看他还敢不敢威胁我们要粮 不妥 白元摇头道 在下怀疑 此人根本不是肥手 而是肥手抓了一个书生来做传话筒 我们若是对这书生动手 贼子正好找到了攻打咱们白家宝的借口 承煦 咦 有理 贼人要打谁 还需要借口吗 逻辑在这个位置卡住 有点绕不过去 就在这时候 宝外的点灯子又发话了 白老爷 切磨误会了在下的话 在下没有半点威胁的意思 真心诚意前来求助 我那三千兄弟 都是良善人家 不愿抢劫百姓 从清剑县一路来到此地 带得干粮早已吃完 还吃了许久的树皮草根 真的快要撑不住去了 饥饿会将人变为鬼怪 终有一天 他们会在饥饿的驱使下 挥刀砍向别的平民老百姓 到那一天 在下也就不了他们了 还请白老爷伸出援手 就上他们一救 现在大家还没犯下大错 还就得了 他这一番话极为诚恳 眼中饱寒热泪 承煦不禁皱了皱眉头 白元听完 却将手一挥 大声道 开宝门 送给他食食粮食 承煦 咦 白先生 他这应该是在骗我们吧 你这也信 我看此人 不似恶徒 白元道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如果天尊在此处 也会先以人善对之 若对方真是恶徒 再以兵器向之 承煦嘖嘖地叹了两声 他见过的坏蛋可多了呢 三年大汉之前 他就与各种走 蛇虫鼠道的家伙打过交道 对歹徒的话 那是半句 也不敢信 但既然白元选择相信对方 承煦也没有再出言阻止了 因为白元刚才那句 若是天尊在此处 让他想起了 天尊一直以来的人善作风 不就是一点粮吗 天尊一向都是先把人救了 再说对错的事 跟着天尊的想法 走是不会有错的 白家宝的大门打开了 十时粮食被挑了出去 摆在了点灯子的面前 点灯子惊恶莫名 他也没想到 对方几粮给得如此痛快的 他只带了两个人下山 这十时粮食 甚至都搬不回去 赶紧转身 对着山坡上猛招手 来十个人 别来多了 千万别下来多了 就十个 来把这些粮食挑回山上去 山坡上下来了十个 还有力气的青壮年 挑起十时粮食 黑幽黑幽地上了山 十时粮食 对于三千人来说并不多 就算省着吃 也吃不上几顿 但在这灾年 已经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 点灯子对着白家宝 长长的一一 白老爷必有好报 得儿得儿的马提升中 一骑快马 冲进了高家宝 马上是一名白家宝的家丁 翻身下马 将一封军情急报 递给了三十二 三十二展开一看 原来是白渊发过来的军情报告 里面详细讲了点灯子 到白家宝起粮的事情 还说他已经自作主张 将天尊赐下的粮食 拿了食食给贼寇 关于此事 还想请示一下天尊 自己做的是否妥当 三十二不敢怠慢 赶紧拿着军情报告 来到望楼 很快 高一夜就停下了绘画 与三十二一起站到了 望楼的三楼阳台上 李道玄正好在箱子边 扒着皮蛋瘦肉粥 见两人一脸严肃的模样 便将脸凑到了箱子前 下面的高一夜 马上就看到他了 天尊来了 高一夜转头对三十二道 你快汇报吧 三十二把军情报告 仔细地读了一遍 李道玄听完 倒是陷入了沉默 打开电脑 输入点灯子赵胜 查找资料 很快 赵胜的资料出来了 但是史书记载的资料 极少 聊聊几句 便将他平生事迹说完 里面并没有说到 赵胜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只记了他被诬陷造反 被迫起义的事情 再说了 就算史书 写他是个好人 你敢信他真的好 以史观人 被人坑死一亿次都嫌少的 李道玄考虑了三秒 点叉 那史料不看也罢了 还是回到箱子里来吧 三十二 去叫几个司机来 再给白家宝运些粮食去 三十二听了这话 也不禁有点小惊讶 天尊这次一反常态 要帮贼了 并不是帮贼 而是帮难民 李道玄心中暗叹 如果赵胜没有说谎 他后面那三千人 都是些良善之人 不愿意抢劫别的老百姓 那这三千人 就必须救 如果他骗了白渊 也骗了我 只是想弄些粮食 去让贼人吃饱 有了力气 再去抢劫更多的老百姓的话 我早晚都会赏他一个 从天而降的长法 普通人害怕受骗 是因为普通人被骗之后 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代价不是经济上的 就是生命上的 被骗一次 就会伤痕累累 甚至失去性命 但李道玄不一样 别说实时良食了 就算再来一百十良食 也就是李道玄 随手抓一小撮面粉的事情 用不到他几毛钱 经济上基本不会受损 而生命上更不可能受损 所以他不害怕受骗 付出一点点 几乎不算成本的成本 如果能用来看清一个人 或者说看清三千个人 那值得去试一试 再拉两车粮食 去白家宝 李道玄吩咐道 另外 修书一封给白渊 告诉他 尽量与赵盛多接触 多聊天 如果那三千人 真的都是良善的老百姓 不得已而造反的话 就将他们接下山 送到高家村来 我会安置他们 三十二赶紧行了一个大礼 天尊仁慈 李道玄 嘱咐白渊一下 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与赵盛接触的时候 也不可放松了警惕 如果对方突然变脸杀过来 要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反应 别中了贼人的计 三十二 遵命 三十二赶紧修书去了 李道玄则俯视着高家村 心里暗自琢磨 如果真的将赵盛部都吞下来 那是足足三千多人口 高家村本身 只有一千多人口呢 突然一下来 自三千多外来人口的话 很容易造成蛇吞象 消化不良 破坏了高家村 现在好不容易形成的精神面貌 看来要给这些人 另外安排一个聚居地 他们不需要从事农业 可以全部用来打工 那就不需要给他们安排农田 可以给他们的聚居地 安排在一个土地平均的地方 也无所谓 李道玄马上就想到了 那个神仙与妖怪打架的山谷 最近这些天 他每晚给民团放一个 时辰的军队格斗术 已经放完了一整圈了 程序已经学会 接下来 就是他慢慢交给别的人了 那这个山谷 也可以利用起来了 简单的规划一下 山谷里如果摆满塑料房子 就能轻松地接纳三千人 然后就是打工仔们 每天上班通勤打工的距离问题 小山谷离离家村 足足有六里路 这距离 让他们全部甩火腿不太好 但是用公交太阳车 接不了三千人往返 看来得出动更牛逼 更先进的交通工具才行 其实这个交通工具 李道玄早就在构思了 只是以前人口少 大家又聚聚在一起 他就没有把它拿出来 现在人口多了 还要分散到另一个板块去住 两个板块之间 就肯定用得上这个好玩意儿了 打开某网 搜索电动小火车 刷地一下就找到了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电动小火车 李道玄挑选了一款 可以自由拼接轨道 使用五号电池的小火车 特意看了一下 轨道还可以单独购买 那当然是刷刷刷的 给轨道多下了几单 一台小火车 配个十五米长的轨道 放进名墨就是六里 刚好从高家村 铺设到小山谷 下完单之后 还得改装 第二天小火车寄到了 李道玄立即带上小火车 向着蔡新子的玩具店来 老蔡 我又来找你改玩具了 蔡新子这时候 又坐在店门的柜台后 喝着一瓶营养快线 一看到李道玄 立即笑着站了起来 好些天没见了 最近又在玩啥 李道玄递上两个小火车的车头 我在玩这个 需要改装 蔡新子一听改装 就感觉到了情况不对 心里有点小慌 你又要弄什么奇怪改装 这次简单 我保证 李道玄笑道 我需要给这个小火车的动力系统 加一个电阻 把它的速度控制到10厘米每秒以内 蔡新子道 小问题 火车头还挺大的 很容易改造 比你上次拿来那个3厘米的太阳能小车 可好弄多了 李道玄 另外 还要把开关也改一改 把车顶上这个波动开关 改到火车头里面去 开关做灵活一点 用一点力气就能波动 同时加一个刹车卡扣 只要一关了电源 它就立即卡住轮胎 让小火车很快减速至停下 蔡新子斜眼 这次的改装 怎么这么简单 一点难度也没有啊 没吃菌子了 李道玄探手 我什么时候吃过菌子 第二天大清早 几辆负责送货的大卡车 向着白家宝缓缓缓地去了 而李道玄 则开始着手 准备用来安置点灯子一伙人的流明骨 首先在山谷的中间挖个坑 埋一个塑料盒子进去 在里面装满水 这样山谷里就有池塘了 接着在两端出口 摆上两个塑料小城堡 刚刚好掐死了山谷两边的口子 将谷内完美地保护了起来 然后在山谷中 摆下大量的塑料小房子 将整个山谷都铺得满满的 当然 为了小人们的身心健康 空间不能太压抑 街区里面 还留了几个街心花园的位置 摆上几棵塑料小树 塑料小花什么的 让整个山谷里春意迎燃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开始铺设小铁轨 全是十几厘米长的小短节 非常的灵活 可以自由组合 有直道 有弯道 甚至还可以上坡下坡 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 可以将小铁轨摆不成任何样子 李道玄小时候 可想完这个了 可惜小时候 没钱 当他有钱购买小时候最想要的玩具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 玩具在手里 也不会再有小时候 得到他那么兴奋 人生就是如此 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全力去争取 千万不要告诉自己 等他降价之后再买 或者等 自己有钱之后再买 因为 你无法确定到那时候 还如同现在一般地憧憬他 李道玄咔嚓咔嚓 一阵组合 将铁轨不断地连接在一起 从刘明谷的门口 一直连向高家村 一开始周围没人 他的操作还没人看到 但是越接近高家村 看得到他操作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那些在高家村外围工作的 老改犯和短工们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一幅奇景 五彩鲜艳的奇怪轨道 从天空中不断降下 落到地面上 与地面上已经摆好的轨道连接在一起 还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就这样不断落下 组合 落下 组合 那五彩的轨道 就向着高家村不断地延伸 只要脑子没坏的人 就知道 天尊又在玩什么稀奇的仙家秘宝了 老改犯和短工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转过头来看热闹 铁轨不断前进 在铁轨延伸道路前方的村民们 很自觉地让开 然后就看到铁轨从自己旁边不远处的地面上 继续铺设过去 穿过两片麦田之间的空地 一直延伸到了高家村的村口 村民们看着这一条长长的 奇怪的轨道 脑门上全是一排一排的问号 接着 天空中刷的一下 降落下来 一辆古怪的大车 落到了轨道上 这车比公交太阳车大得多了 甚至比太阳车三号那辆大型货运车还要大 而且并还不止一截 而是一个车头后面挂着一截又一截的车厢 连续挂了十几截车厢 最后居然又挂上一个车头 村民们看得更猛了 两个车头的车 这是什么情况 接着高一夜就从主堡里跑了出来 笑嘻嘻地叫道 天尊有令 小火车需要两个司机 轮班至工作 工钱与公交太阳车的司机一样 有人愿意来坐吗 我 我 短工村里 立即就冲出来了一大群人 争先恐后地来抢这份工作 看到应聘人数众多 师爷谭李文 只好出来处理了 先淘汰掉几个反应慢的 又淘汰掉几个 一看就做事不认真不细致的 最后留下两个脑子灵活反应快的人 这两个人 小心翼翼地走上了火车头 高一夜一边倾听着李道玄的指示 一边教两个人 怎么打开开关 怎么关闭开关 开车时 要注意前方的铁轨上 有没有人或者动物等等 一系列基本的安全要素 全部讲完之后 两位司机就要开始是驾驶了 李道玄坐在箱子边 随时打算伸手进去救援 一位司机打开开关 小火车发出污的一声响 模拟蒸汽火车的汽笛声 很好听 接着还发现了 矿吃矿吃矿吃的声音 车子通了电 以每秒8厘米的速度 沿着铁轨 缓缓地行驶起来 这速度 在李道玄这边 看起来是很慢的 但箱中每秒8厘米 在明末却是每秒16米 也就是每小时57.5公里 速度也不算慢了 小火车顺着铁轨 刷的一下就驶向了刘明谷 两位新手司机 吓得哇哇大叫 但也就只吓了一跳而已 一两分钟后 两人的紧张心情就缓解了下来 他们发现 这车子虽然跑得快 但一直沿着铁轨在跑 并没有跑偏 还挺稳的 甚至比公交太阳车 坐起来还要稳 很快 刘明谷就再忘了 高一夜笑道 前面快到终点站了 你们看到前面 那个火车站的房子 就要准备好停车了 两位司机应了一声 做好了停车的准备 高一夜一声令下 两人赶紧关掉动力开关 小火车支嘎一声 刚刚好停在了站台前面 好了 高一夜笑道 这时候 小火车就要开始上下乘客了 你们两人也可以下去了 锁好这一边火车头的门 不要让闲杂人等跑进来 然后你们用最快的速度 移动到另一边的火车头里去 两位司机一开始没听懂 但是很快 他们就想通了 到了车尾的另一个火车头去 不就可以让车子 又沿着轨道跑回去了吗 原来如此 难怪这个奇怪的小火车 有两个车头呢 两人和高一夜一起 跑到了另一边的火车头 然后用同样的办法 启动了火车 那小火车又发出呜的一声 响吃响吃响吃地跑了起来 两位司机大笑 这个叫火车的东西 用起来还挺简单的吗 高一夜将脸一沉 严肃地道 天尊说了 这东西一旦出了车祸 后面十几节车厢里的人 全都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作为他的司机 必须非常小心 绝不能允许有任何失误 切记不可以觉得 他驾驶简单 就不注意观察路况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只要看到前方的轨道上 有任何不明物体 就要第一时间停车 观察清楚了 再继续前进 明白了吗 两位司机赶紧应声 明白了 不过 这火车究竟是什么人 会来乘坐啊 那个山谷里 根本没有人吧 高一夜微笑 也许 很快就会有人呢 两位小火车司机 开始反复练习起来 李道玄要求他们 必须练习到无比熟练 在什么距离下 刹车能停下来 要心中有数 要对前方的路况 无比认真的观察 稍有风吹草动 立即停车 同时 还要在村子里 做常识普及教育 要任何人不得在轨道上逗留 破坏轨道的人 抓到直接丢进老百村 如果造成严重事故 致人死亡 就以命偿命 没得商量 而就在李道玄 准备着流明谷 和小火车的同时 白家宝 白云一脸严肃地 看着北方的黄龙山 食食粮食送上去之后 点灯子果然没有下山来作乱了 那三千人 就在山顶的树下窝了起来 他们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迹 站在白家宝的宝墙上 就能依稀看到山顶上的流贼们正在到处寻找野菜 挖草根 包树皮什么的 树道炊烟生起 他们在用白云送他们的粮食 拌上野菜草根一类的东西食用 程序道 这些人没有要进攻白家宝的意思 白云点了点头 目前看来是没有 但那十弹粮食分给三千人食用 管不了几顿 一旦吃完了 他们又会做些什么 那就未尝可知了 两人正说到这里 太阳车三号的轰鸣声响起 两人转头看过去 一辆大货车又载着大量的粮食到来了 司机停下车之后 冲进了白家宝 摸出一幅信件递给了白云 白老爷 这是三管事给您的书信 说是天尊的指示 白云精神一震 赶紧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拉直了衣服 这才用双手恭敬地接过了信件 理这一意 他可是很重视的 打开信件 认真阅读 看完 眉头微微舒展开来 天尊下了法指 让我们试着接触一下山上的流贼 若是感觉对方还有得救 就将他们转下山来 天尊会安置他们 程旭听了这话 也不禁精神一震 但震完之后 马上又有点虚了 和流贼接触 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若是派手下的人去 这些人大多没啥见识 说话也不会说 做事也不会做 好事也能做成坏事 若是自己亲自去 深入贼营 那可是九死一生 想到这里 他抬头看了山顶上的流贼们一眼 马上就看到了一个太奶奶 从山顶上飘起 飞上半空中旋转飞翔 白渊转过头 发现身边的何教席 虽然蒙着脸 但眼神中明显露出了巨异 不禁笑了 何教席 你留在白家宝中 待我指挥便是 我上山去和流贼们接触接触 程旭心中一惊 这白渊居然 白渊一脸严肃地道 数月前 我出到高家村 首次得蒙天尊保佑 大败无上名王 事后天尊便交给我了一个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 要我拯救更多受苦受难之人 使他们不再为生活所苦 不再为刀兵所伤 而眼前 这些流贼 并未斩露恶行 若真是良善之人 实是天尊所说的那种 应该被救之人 程旭 白渊傲然道 在下一向自诩君子 君子以意为上 尊贤而荣重 家善而经不能 现在眼前摆着一个 能救三千人的机会 君子 岂能因害怕危险 就畏缩不前 程旭心中暗叹 你比我勇敢 白渊挥了挥手 来两个人 跟我一起上山 两名忠心的家丁 立即凑了过来 跟着白渊 一起走出了白家堡 向着黄龙山而去 走出了十来不远 程旭突然趴到堡墙上 对着白渊喊道 白先生 在下听过一句话 叫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不知道你怎么看 白渊脸色一僵 大汗淋漓而下 有点想退回来 但现在回转 面子上未免有点挂不住了 只好将脖子一挺 咬了咬牙 继续向前 哼 君子有三位 魏天命 魏大人 魏圣人之言 没有哪一位 是魏贼人的 你在这里等着 再下去去救回 那个 和教习 你见到情况不对劲 立即带人来救我了 众人 白渊终究还是上山了 一步一步 小心翼翼地走向贼营 他只带了两个手下 就像上次点灯子 来白家堡一般 也是三个人 山顶上的贼兵 马上通知了点灯子赵胜 赵胜这时候 刚吃了一碗粥 填了点肚子 正在赶上这一路走来的 颠沛流离 听闻手下作报 赶紧趴到山边来看 就见到一袭白衣的白渊 正带了两个人 从山下上来 他心中一惊 那不是白家堡的白老爷吗 他居然只带了 两个人上山来了 不怕我们的 手下有点慌 他来做什么的 点灯子 对方既然只来了三个人 那定是 要和我们谈谈的 有什么好慌的 我去和他谈谈 他也整了整自己的长山 这一路行来 长山已经破破烂烂 肮脏不堪了 但点灯子 还是很认真的将扶平 顺着山道迎了下来 双方在山道上照了面 点灯子立即一个长衣 白老爷大驾光临 在下只觉彭壁生辉 刚说完就有点小尴尬 彭壁生辉 是用在家里接客人的词 但他现在哪里还有家 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 用这个词来招呼客人 未免有点聊斋 白渊倒是不在乎这个 别人有礼貌 他就要更有礼貌 一个大礼就给点灯子还了过去 在下不请自来 叨扰了 看 我对着一个 贼都这么有礼数 那六一钟里这一项 给我夹回来夹回来 这一次上山来 是想来和好 汉聊上几句的 看着点灯子 这个文弱书生的模样 好汉两个字 说得有点迟疑 中间有个微妙的言耻 点灯子 当然听得出 这个言耻里的意思 不禁苦笑起来 我哪算得上什么好汉 我不过是一个 挑灯阅读的穷书生 莫名其妙 被逼上了梁山而已 白老爷 叫我一声点灯子即可 白渊 哦 听起来 兄台似乎有些苦衷 他不问这句还好 一问 顿时问的点灯子 泪流满面 委屈啊 真的委屈啊 这份委屈 又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说 好不容易来了的白渊 这种看起来知书达理之人 他实在忍不住要一诉中常 点灯子和白渊 两人躲到一边 到一个没有别人能听到的地方 偷偷说话 这时候点灯子 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起了故事 把他在清剑县石油四挑灯阅读 被诬陷要造兵书谋反的事 详细地讲给了白渊听 白渊听完也不禁一时哑然 大明朝啊 真的是爱一个地方管理的好坏 太看地方官的能力了 若是碰上梁世贤这样的县令还将就 若是碰上上任城城县令张耀才 或是县任清剑县令这种官兵民反的县令 那真的是老百姓的灾难 兄台白渊道 你本非恶人 没必要铤而走险 去做那造反杀头的勾当 听再下一句劝 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的 点灯子 瞥了一眼远处的三千步下 低声道 在下倒是无妨 但这三千乡亲 他们把我从厄衙一手里救下 杀了官差造了反 现在也回不了清剑县 我可丢不下他们 白渊微笑 要安置他们又有何难 只要你们有向善之心 在下就有办法能保你们平安 真的 点灯子大写 白渊 君子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 在下从不骗人 见他一脸诚恳的模样 点灯子信了个七八成 如是甚好 我去与那些乡亲们商量一下 且看大家如何说 他回到清剑县的乡亲们中间 找来几个村庄里 能画室之人 低声商量 大伙听我一眼几位村长听完 面面相去 有人远远地看了白渊一眼 低声道 这个人我们不太熟悉 天知道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若是官府派来转我们下山的 带我们到了平原 官府扶兵进出 我等死无葬身之地 另一名村长也道 这种乡身世家之人 十有八九 都是鱼肉香里的恶徒 我们如果亲信于他 搞不好就完了 是啊 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 可是 我们已经没食物了 谢家沟的老村长低声道 他送我们的实时粮食 也就够咱们三千人吃几顿而已 吃完之后 咱们该当如何 去抢富人 咱们不一定打得过 去抢穷人 各位吓得了手 这话一出 众人齐齐沉默 点灯子 我们想要活下去 只能试着相信他 各位乡亲 你们留在山上 我随他下山 去听听他 究竟有什么安置我们的办法 若是他说不出来的一二三 拿不出什么妥善的办法 那就定是骗子 到时候 我们再攻打白家宝也不迟 商议停荡 点灯子 又回到了白渊面前 白老爷 你说 有安置我们的办法 在下能否亲眼去看看 当然可以 白渊心中暗想 只要你肯下山去看 那便一切都好办了 看到天尊的法力 不愁你不信 于是 两边的形式又调转过来 白渊安全下山 点灯子 则带了两个汉匪 小心翼翼地 跟着白渊下了山来 这就叫礼尚往来 你冒一次险 我冒一次险 点灯子 心里还是有点慌的 但他必须冒这个险 忐忑不安地跟着白渊 刚走到白家宝门口 就听到白渊大声 对着堡里的家丁们吩咐道 再送食食粮食过去 摆在黄龙山的山坡下面 让点灯子的人下山来取用 一对家丁 挑着粮食走了出去 将装粮食的担子 摆在黄龙山下 然后拍了拍手掉头回来 点灯子见到白渊如此有诚意 心中倒是放宽了不手 白渊走进堡里 对着承煦露出了笑容 和教习 在下信不负天尊之命 成功请到了点灯子下山 现在打算带他去高家村走一趟 黄龙山这边 还请和教习多担待了 承煦倒是有点佩服白渊了 这家伙还真的进贼营 又平安回来 还把贼囚也拐带回来了 这份胆气倒也惊人 点灯子回来之前 山上贼军应该不会有什么动静 你放心去吧 白渊请了点灯子 和他的两名手下坐上马车 自己则坐到了车夫的位置上 双手一甩 驾 点灯子大骑 白老爷 你居然亲自驾车 我还以像你这样的有钱人 都有车夫代劳呢 白渊哈哈大笑 那君子六亿中 欲质一亿 我可是很讲究的 岂能让给别人 哈哈 坐稳了 夕阳西下之时 李道玄正坐在电脑前 上传视频 上次拍摄的陕北道琴戏 他已经剪切好了 视角从高空降下 拉近到舞台 然后锁定舞台上的张家班子 看他们用古老的技术 演绎着道家典故 顺便小黄车挂个塑料系台卖 弄完视频 点了个上传 外卖娇言 牛蛙到了 左手戴上个一次性塑料手套 抓起一只牛蛙 砍得嗨皮 突然见到一辆马车从村外驶了过来 驾车之人 正是白渊 李道玄心面一动 看来白渊有点进展了 不错嘛 白渊这人 办事还是靠谱的 真想请他吃个娇岩牛蛙 可惜我这蛙蛙放进箱子里 怕是能直接把白渊吓死 一夜 去叫三十二和谭立文出来 马车驶到村口 白渊停下车 笑道 好了 到地方了 兄台请出来吧 车帘开了 点灯子和两个手下跳下车来 眼前的大家宝 让他们吓了一跳 家宝的宝墙高达三丈 比县城的城墙还高了 可见 这里住的大老爷 身份非凡 再看补子周围 大片麦田 已经到了快要收获的时节 麦穗长得极为饱满 一看就让人心生喜意 有麦田 长得好棒的麦田 两个手下一看到麦田就欢喜 毕竟他们也是专业的农民 只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麦田的长势极佳 别说这大灾年了 就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他们也没见过长得这么肥的麦子 两个手下的眼睛都看红了 游牧四顾 只见周围到处是收工归来的村民 其中很多人手上没有拿农具 可见他们并不是种田的 这倒是让他们有点惊讶 就在这时候 高一夜 三十二 谭李文三人 微笑着迎了过来 白云赶紧介绍 这位是布占尼的二队队长点灯子 这边的是高家村的圣女 三管事 谭师也 双方见过了李 转入正式 点灯子抱拳道 白老爷待在下来此地 说是能收容三千清建县的乡亲 再次生活 在下便来此地看看 高一夜微笑 天尊已有安排 你们且随我来吧 他当先领路 点灯子和两名手下 白云 三十二 谭李文等人都跟在后面 很快 一行人就来到了高家村火车站 这是一幢刚刚才摆下去 不久的塑料小房子 五彩缤纷十分好看 当然 售票厅里面是空的 并没有人卖票 一条空荡荡的轨道 摆在火车站前面 小火车正好不在站里 看到这奇怪的彩色房子 和奇怪的彩色轨道 点灯子有点猛 这位姑娘 你带我来到此处 究竟异域何谓高一夜道 不忙 且稍后片刻 白云上一次来高家村 小火车也还没有呢 但他已经猜到 这是天尊赐下的鲜物 倒是忍住了不问 耐心等着 很快 远处响起了一声 屋的模拟汽笛声 这是李道玄强行定的规矩 小火车在进站之前 必须鸣笛提醒 免得有人像二货一样 在轨道上玩 一声屋之后 便是旷吃旷吃旷吃的声音 一辆五颜六色的巨大火车 拖着十几个车厢 驶进了站来 这超长超大的车 连白云这个有心理 准备的人 也看得张大了嘴巴 半天合不上来 更别说点灯子 和他的两个手下了 三人全都看成了呆瓜 呆得能流口水的那种 车子在众人面前挺稳 两个司机从火车头里 跳了出来 锁好火车的门 然后对着高一夜 三十二等人行了个礼 圣女 三管事 你们在这里等火车 高一夜微笑 村子里来了客人 天尊安排客人 坐火车去流明谷 你们赶紧准备吧 两个司机 赶紧向着火车 另一端的车头跑去 钻了进去 做好了开车的准备 高一夜对着呆瓜中的 点灯子三人道 三位 请上车吧 点灯子 这才猛的一醒 姑娘要我们 这个车 高一夜笑 是啊 看到这么可爱的车 你们不想搭乘一下试试吗 点灯子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如此威猛恐怖的巨车 您居然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 是否 用错了词 高一夜哈哈笑了起来 可爱两个字 是天尊亲口说的了 他说这个叫做可爱的小火车 天尊都这样说了 我可不敢乱给他改词 他们这边正聊得开心呢 突然听到旁边响起扑通一声 只见白鸢趴在地上 十一体前驱 ORS 三十二大骑 白先生 你干嘛突然跪下了 白鸢趴在地上 一脸难过的表情 看到眼前这辆巨车 才发现自己的预车之道 还不值一提 那君子六亿中的预知一亿 化掉化掉 众人 白鸢突然刷的一下跳起来 对着火车头冲了过去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 两位司机 让在下跟着你们学一学驾驭此车 他跑得贼快 刷的一下冲上了火车头 和两个司机挤一块去了 众人 算了 和这个没名堂的家伙 就没有道理好讲 大伙上了车 在车厢里坐下 那车厢里的塑料椅子 坐得非常简陋 但对于点灯子等人来说 却根本不会在乎椅子什么的问题了 三人都趴在车窗 一脸惊讶地看着外面 火车屋的一声发动了 旷吃旷吃地 驶出了高家村火车站 向着刘明谷火车站驶去 很快 火车就穿过了一片麦田 饱满的麦穗在车窗外飞速滑过 六十麦的风刮在脸上 让人感觉到神清气爽 点灯子和两位手下 瞬间就感觉到 自己的心灵 都被这车给孵得平静了下来 好棒啊 这辆巨车 真的是好棒啊 这究竟是什么神仙地方 不一会儿 火车再次鸣笛 到刘明谷了 门也只好恋恋不舍地下了车来 车子停下 高一夜带头走下了车去 点灯子感觉还没做够呢 还想再坐一会儿 但是主人家都下车了 他高一夜伸手 对着旁边的小山谷一指 看这边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居所 点灯子 快步跑到谷口 向里面一看 乖乖不得了 整个山谷里都是 五颜六色的房子 中间还有大池塘 有鲜花和树木 山谷两端 还有两个灰色的大城堡 将山谷腹部的民居护在其中 如此好地方 除了没有田地之外 没有任何毛病 高一夜微笑 你们是外来之名 田地实在难以安排 但无需担忧 天尊会为你们安排一些活迹座 保证你们生活无忧 点灯子 已经被眼前这一片山谷居住区给折服 但他心里还有一点点疑虑 我们三千人一下子涌来 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 不知道贵村是否后面一句话 说出来实在丢人 他犹豫了几秒 还是探到 有没有这么多粮食与我们分享 是的 现在是灾年呢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粮的问题 如果没有粮食 就算有再漂亮的房子 再漂亮的巨车 再安全的山谷 再多的手工活儿可做 再多的金银铜钱 最终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高一夜笑道 你去山谷中那个一看 就是粮仓的建筑物看看 点灯子文言 赶紧带着两个手下 跑进了山谷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很显眼的 看起来像个巨大草垛子的建筑物 打开他的塑料门 向里面一看 里面堆着满满的一仓库粮食 这么多 点灯子 感觉自己的大脑遭到了暴击 这一仓粮食 够他那三千乡亲 吃上许久许久了 高一夜微笑 赵先生 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 咦 点灯子大吃一惊 我明明没有介绍过 我姓赵 他不想连累青族 隐姓埋名 取了个点灯子的混号 出来走江湖的呢 只有亲贱的乡亲们 知道他的本名 却没想到 这个少女一口就叫出了 赵先生三个字 着实吓得他不轻 高一夜 赵盛先生 天尊是天上的神仙 知道你的真名 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在点灯子 赵盛在高家村里观摩的同时 黄龙山 点灯子的手下 又从山坡下面 担上来了食食粮食 大伙不禁欢喜莫名 这白家宝的白老爷 是个好人啊 我先前还说 有钱人都是坏人 看来是我错了 这下明天的粮食 也有着落了 清剑县的乡亲们 欢呼雀跃 正在开心的 不要不要的时候 一名猎狐飞快地跑回来 大叫道 不好了 西坡又上来了一支队伍 是第七队的叶不收 他这一声喊过 清剑县乡亲们 顿时吓了一跳 布詹尼的第七队队长 叶不收 据说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他以前是严随边军的精锐赤后 因为边军连连不发军响 叶不收就逃离了边军 跑出来落草为扣了 这家伙虽然排名第七队 但却是个超级狠角色 比前面六队都还要狠 奇怪了 叶不收明明和我们走的不同的方向 为什么也跑上黄龙山来了 他这不就成了挤我们吗 糟糕了 赵先生不在 他和那个白老爷下了山 去给咱们找活路去了 这时候叶不收来了 我们如何应对 清剑县乡亲们一阵混乱 好一会儿 大家才推举出了谢家沟的村长 来暂时代替赵胜处理事 村长年龄已经不小了 今年五十有二 看起来垂垂老朽 身材干瘦 他迎到了西坡边上 就见山上一面大旗扬起 叶不收三个字 在旗上扎眼得很 一支人数只有1500的小队伍 顺着山路向上而来 果然是七队 七队人数不多 但老弱妇孺比较少 比我们这三千人还要强 谢家沟的村长 心里也慌得不行 但只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 七当家 您怎么来黄龙山了 大当家明明安排好了 有我们二队走黄龙山 叶不收是一个精悍的中年汉子 身材说不上魁梧 但却像豹子一样敏锐灵活 身上穿着一套大明边军的铠甲 还背着弓 腰间挂着刀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角色 你这老头是什么来头 叶不收有点不满 二当家呢 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谢村长赶紧道 二当家下山去找吃的去了 叶不收作为边军精锐斥候 一眼就能看出来 山顶上差不多有三千人 这是七队的全部兵力了 不禁皱起了眉头 二当家 下山找吃的 不带上你们一起去 那要怎么找 谢村长有点小尴尬 这个他可不敢说 二当家和本地的乡生 混到一块去了 这要是说出来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叶不收冷哼了一声道 罢了 我在这里等着他回来吧 谢村长心里有点慌 只想赶紧把这人送走 七当家 你有什么事也可以问我的 不用非要等二当家 回来叶不收哼了两声 和你有什么好说的 谢村长 叶不收的眼光 在清剑县乡亲们身上扫过 很快就双眼一亮 看到了刚刚抬上山的实施粮食 哟 你们二队还挺富有吗 居然有实施粮食摆在这里 从哪个地主老爷家弄来的好货 谢村长甘大的笑 那个 我们 抢了一个大豪恩恩 抢一个为富不仁的有钱人 叶不收道 你们倒是好运 抢到好货 我连打了几个土佬财的宅子 都没弄到多少粮 哎呀 我的兄弟们都 饿得不行了 大家都出来造反的 是兄弟 你们的粮食 分一点给我们 也是可以的吧 谢村长额头见汗 这个 这个小老儿 不敢擅自决定 还是等二当家回来 再说吧 叶不收有点想翻脸硬抢 但他再转念一想 还是别乱来吧 二当家点灯子 是个读书人 在文盲如云的起义军中很稀罕 很得不詹尼的重视 我若强抢二队的东西 回头搞不好 要被不詹尼收拾 现在我的实力还不强 要是被一二三四五六队围攻 那只有死路一条 还是得等点灯子回来 若是他不肯给我粮 我再翻脸动手 说他不顾兄弟情谊 这样闹到老大那里 我也有话可说 他强忍住不快 挥手道 既然如此 我就等等二当家吧 他带着七队的人 走到了旁边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 坐下 谢村长心里乱慌 退回到清建县乡亲们里面 叫来一个猎户 低声吩咐道 从草丛里偷偷滑下山去 去白家宝找赵先生 把山上的事告知他 白云遇着马车 带着点灯子三人 从高家村归来了 一路上白云神采飞舞 哈哈 那巨车的驾驭一点也不难 只要打开开关 他自己就会沿着轨道跑 再下一下子就学会了 哈哈 欲这一意 给我加回来加回来 点灯子也同样神采飞舞 自从被逼造反之后 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 三千相亲的未来而担忧 在他的眼前 他和三千相亲 只有一条死路 前路迷茫 每天都在彷徨中度过 但在刚刚 他终于从迷雾中走出来了 未来终于有了 迷雾散开 展现了一条生路 只要大胆地走上去 所有人都能活 两个开心的人一起 返回到白家宝 还没来得及站稳呢 一个家丁就飞快地迎了上来 急速地道 老爷 大事不好 黄龙山上又来了一股贼寇 这句话说的白云和点灯子 同时一惊 两人赶紧进了宝 来到宝墙上 程旭已经在这里酒后多时了 一见白云就到 就在不久前 一股新的贼军上了山 与点灯子部会合在一起 那股新贼军大约一千五百人 上山之后并没有妄动 点灯子有点慌 一千五百人 莫不是七队的夜不收 只有七队的人数比较少 夜不收 程旭听到这个混号 双眼不由地微微地瞇了起来 这名字 不是军中斥后的绰号吗 他正想到这里 宝外 就跑过来了一个背着弓的猎人 躲躲闪闪地到了宝门口 仰头对着哨兵大叫 我是点灯子的人 快放我进去 我有事要向当家的报告 猎户被放进了白家宝来 见到赵盛赶紧跑过来 他还真有点担心 赵盛在山下遭遇什么不测 见到他还 全须全已地站在白家宝里 倒也松了口气 先生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赵盛 怎么了 猎户道 七队的夜不收 突然带队从西坡上了黄龙山 谢村长跑去和他说话 问他来干嘛 他也不肯说 还盯上了白老爷送咱们的粮食 叫我们分给他吃 白云的眉头深深皱起 程旭则哼了一声 赵盛低下头 想了想 所以本不应该上黄龙山 突然跑来和咱们一路 定是在别的路上遇了挫折吧 他来了也好 我刚刚跟着白老爷 寻得了一个绝佳的所在 可以供咱们安身立命 不妨叫上七当家一起 说吧 他就打算出宝回山去 程旭凑到白云深 此人在高家村 去看过了 白云点头 看过了 他愿意留下 天尊也给他安排妥当了 程旭 我看他可能活不到去高家村了 白云惊了一惊 为何 程旭 那七队夜不收 听名字就知道是个狠角色 白云皱起了眉头 你的意思是程旭轻轻点头 夜不收 是军中精锐赤后的称号 做赤后的人 各个聪明伶俐 杀法果断 心狠手辣 点灯子这个弱智书生 上了山去 邀请那夜不收下山 来过安稳日子 你猜结果会怎么着 白云 万一 那夜不收 也盼着过安稳日子呢 当兵的 也有盼着结假归田的呢 程旭低声道 那人若 真是这样的性子 哪会一上山 就找青剑线人讨粮 摆明了是个刺头 他之所以最后没翻脸抢粮 应该是怕不沾泥吧 反正是没把点灯子放在眼里 白云仔细一想 可不是吗 这夜不收 若是对点灯子有丝毫有善 就不会来挤他这一条路 更不会开口就讨粮 肯定是他 一开始 就看准了不沾泥手下七队中 以点灯子照胜这一路为最弱 所以就来挤压弱势的同伴 甚至打了吞归点灯子的主意 按照这样想来 点灯子回山上去 劝夜不收还粮 那可谓是凶多吉少了 白云和教习 你好似在这方面挺有经验的 你说该怎么办 承煦抬头仰望了一下山顶 那里有七队一千五百贼子 为首之人 应该是边军精锐斥候 如果自己率名团 和白家宝加丁宇之交手 胜率不到二成 有八成机会要见太奶奶 但是点灯子照胜 也是自己这一边的人 哪怕他手下三千人 都是乌合之众 但这么多人跟着自己的名团 和白家宝加丁在一起向前冲 这样一算 胜率便是实诚 承煦黑黑一笑 视线在山顶上扫视了一圈 根本看不到太奶奶的身影 必败之杖他 承煦耸如老狗 必胜之杖他 承煦勇如战神 承煦沉声道 我陪着赵胜一起上山 你率名团和白家宝加丁 乘着夜色偷偷跟上来 听到山上喊沙声 便立即冲上来支援 白云 好 两人商议停荡 承煦走到了赵胜的身边 我陪你上山去 保你平安 赵胜回头一看 这蒙面的教习身上 披着棉甲 腰间跨着刀 一看就是厉害角色 不禁大喜 有劳壮士了 此时天色已晚 太阳已快要落山 山坡上一片昏暗 视线并不能极远 赵胜 承煦 两个手下 一个猎户 五人组成一支小队 沿着山坡 飞快地爬了上去 后面的白云则一挥手 带上名团的香涌 偷偷溜出了白家宝 猫着腰 借着填侃的掩护 一路钻到了黄龙山脚下 他对这里的地形 可谓了如指掌 很快就钻进山沟 从一条隐蔽的小路 爬上山去 山坡顶上 叶不收已经等得 有点不耐烦了 派人到二队这边 来问了几次 这边都说 二当家还没回来 叶不收等得越来越暴躁 突然听到手下消息 点灯子回来了 叶不收精神一震 对身后的手下们 吩咐了几句 你这是跑去哪里找凉了 叶不收一照面 就开始了阴阳 也没带几个人 就四五个手下 跑到山下去晃 不怕被官兵 或者名团逮住 押送剑官吗 点灯子一派天真 哪知道贼人的可怕 居然没听出 对方的阴阳枪 有点小开心地道 我在山下 找到一处绝佳之所在 有个很富裕的村庄 愿意向我们伸出援手 给我们立足之地 还给我们提供粮食 七当家 你来得正好 和我一起 去那村子里 咱们都能过一阵安稳日子了 哦 叶不收露出了 古怪的表情 原来你找了个 富裕的村庄啊 既然他们能给我们 提供大量粮食 那就说明 村子里藏粮甚丰 这等好地方 直接去抢了便是 何苦要寄人篱下 点灯子心中一惊 人家友善对我们 我们岂可上来就抢 叶不收 哈哈哈哈 现在是什么样的天下 二当家 可别装傻不知道 点灯子的表情沉了下去 他发现自己想得太天真了 叶不收 那村子所在何处 点灯子摇了摇头 不能告诉你 叶不收 看来 二当家是要背叛 布沾尼大哥了 点灯子 我才没有要背叛谁 我只是想过一些 安稳的日子 叶不收 住口 那就是背叛 他突然扯开嗓子 大声道 大家刚才都听到了 二队队长点灯子 有背叛 布沾尼大哥之心 我七队队长叶不收 今天就要提天行道 帮大哥 除了这个害群之马 点灯子 我不是我没有他 一句话还没说完 叶不收刷的 一下抽出了妖刀 对着点灯子 迎面一刀劈了过来 这一刀又很又快 就算是恋家子 都难以闪避 更别说点灯子 照胜这个文弱书生了 眼看就要魂归地府 一直站在他身后半步的承煦 突然伸手将点灯子 向旁边一拉 另一只手 飞快地拔出妖刀 睁的一声 架住了叶不收的快刀 承煦黑黑笑了起来 你的对手是我 两人双刀一交 嗡嗡声响 叶不收的妖刀 被硬生生地弹了回去 心中一惊 点灯子这个文弱书生的部下里 居然有这么硬的点子 承煦黑黑笑了一声 将点灯子向后一推 推得远远的 变成了他和叶不收 两人面对面 边军的叶不收是吧 有点水平 但终究只是个兵而已 叶不收 操 他一声怒骂 手上的刀再度挥起 同时扯开嗓子大吼道 打 他身后的一对部下 同时向前冲了过来 在后面远处的树林里 一千五百名手下 也一起呐喊冲出 他这边可是早就做好了 要干掉点灯子的准备了 点灯子惊恶莫名 没想到同为反贼 同为布占尼的部下 这叶不收 居然说打就打 真的是一点也不犹豫的 这倒是把他给显得有点蠢了 好在点灯子虽然天真 他麾下那群青剑县乡亲们 可不天真 谢家沟一战 就是这群乡亲主动跑来救下的 天真的点灯子 现在也一样 根本不需要点灯子吩咐 谢村长就大吼道 乡亲们 打 这伙人早就不安好心了 就是想抢我们的食食粮食 那干瘦的小老头 居然声音轰亮 一声怒吼 三千青剑县人 同时向前冲出 青剑县可不是什么天真地方 在浩瀚的名墨农民大起义中 小小青剑县 就出了三位声名赫赫的大反贼 一个就是曾经来攻打过 白家宝的左挂子 他虽然在遗传起事 但却是青剑县人 本名叫青剑王子顺 第二个就是点灯子赵胜 第三个是著名的老回回马首英 后来的极左五银之首 青剑多豪杰 村民也胆大胆拼 三千青剑县名这一冲 当真是气势如虹 还是那句话 古惑仔面对古惑仔的时候 都是蝶血江湖汉不畏死的 西瓜刀抽出来 就干个你死我活 双方最前排的青壮年 立即火拼了起来 后排的老若富儒 则开始战略性呐喊 乱战之中 叶不收刷地一刀 又披上了程旭 程旭手上腰刀一拖一袋 带着叶不收的刀针的一声 从他腰上的甲片上划过 将叶不收带了一个亮枪 险些摔倒 同时程旭的刀也砍向叶不收的侧腹 这一招还真是吓了叶不收一跳 幸亏多年斥候生涯 讲究的就是个灵活多变 百忙中向地上一躺 贴地一连窜地翻滚 总算从程旭刀下逃了出去 在好几米外翻身跳起 脸色大变 你这家 你不是普通的江湖把式 普通的江湖把式过招 极少有利用甲来卸招的 毕竟他们一辈子也难劈一次甲 但眼前这个蒙面人 居然故意脱带自己的刀区 砍在他的甲上 借着这样的动作 脱带得自己险些摔倒 而他却可以减少自己的闪避动作 换取更快的反击机会 他娘的 你是出自哪支军队 夜不收吼道 严随边军 雇员镇军 还是哪个卫所的精锐 程旭黑黑笑了起来 老子是有品级的武官 你这鸟人老是以为我只是个兵 你爷爷 我究竟哪里 看起来像个兵了 他不急着攻过去 还要等着白渊过来增援呢 既然对方喜欢说话 那就说呗 正好拖延时间 程旭得意洋洋地道 老子姓和 明九 碰上老子 是你运气不好 准备去见你的太奶奶吧 不装逼还好 这句话装逼的话一出口 那夜不收就愣了愣 惊道 程程战神 程旭 你不是被锦衣卫杀了吗 程旭 这他喵的 怎么回事 怎么才一句话 就被人识破了身份 老子明明蒙了面 蒙了这么大一个面 连名字也乱报了 怎么就被一句话识破了 程旭慌了 慌得不行的那种慌 名字泄露出去还得了 搞不好一转眼 锦衣卫就包围了高家村 万一那时候 天尊他老人家 认好去别的神仙那里盘横几日 我就完蛋了 此人必须灭口 不能让他走脱 他也顾不得再说废话了 一个大步窜了过去 挥起腰刀 猛攻夜不收的脸 夜不收下了一跳 赶紧挥刀迎战 两人蒸蒸蒸 连过好几刀 程旭一转眼 就站住了上风 但夜不收 身上也穿着一套 边军用的棉甲 还真是不好收拾 程旭好几次站到上风 抓住了破绽 一刀砍中对方 却被夜不收的甲给挡了下来 想攻击对方棉甲覆盖不到的地方 对方却也不给他机会 就在这时候 山坡边响起一阵大喊声 白渊终于赶到了 带着一群白家家丁 高家村民团 白家保民团 人数多达两百人 而且全是战力不弱的轻壮 尤其是高家村民团 现在人人都有甲 他们刚刚一爬上来 就看到前面已经打得贼热闹 两股贼军穿的都一样 都是些粗麻不一 身上也没有识别标志 混站在一起 谁搞得清楚 高家村民团举起来的手努 只好放了下来 这种情况下乱用手努 那肯定要误伤自己人的 白渊有点急 我们分不清敌我 该帮哪一遍 他还在发猛 郑大牛已经冲了上去 前面两个人正在打架 郑大牛伸出双手 将两个人同时拎住了衣领 抓起到半空 大声问道 你们是哪边的 左手那个回 二队 右手那个回 七队 郑大牛右手一甩 碰的一声 将七队那个摔在了地上 脑袋灌在了石头上 那人双眼一翻 什么也不知道了 左手那个 看得到抽了一口凉气 还好我是二队的 白渊等人也大汗 这样也行 程旭突然大叫起来 对面那片树林下的 全是七队的人 你们只管对着那树林下冲 清剑线的人 不会攻击我们 当你们的 都是叶不收的人 他一边和叶不收打 一边还有时间 大声吼叫下令 看来优势不少 反之 叶不收却疲于招架 连开口说话都不敢 论程旭也不敢让他说话 生怕他把自己的身份给吼出去了 一刀快刺一刀 逼得叶不收辗转腾挪 狼狈不堪